因,其棒又见,一死森,颜色不变,火不炎辽,盖为此也, 孙首,亲自见,说之,又曰,前大理斯直河内斯马乔清迁,纯景有志, 行,永辉年中,为扬州护曹,丁木幽,居桑悔及, 拉心上写,写金刚斑若金一卷,为己于庐上生枝草, 二金,金九日长一尺八寸,绿金珠盖,日立之一生, 放下十足,为甘如蜜,静而复生,如此数四, 樱乡同辽数人向于令说,于令孝子传一句说焉, 大中大夫扶养体迹,经兆人也,去大吉元年,任, 饶州掌事,奉赤兼充银山大使,简笑采银, 其银之,哭,所义夫将,动月万人,侧敬百姓, 共卫章世,其世之中,总无瓦乌, 嫌已蓬除卫舍,言无相接, 其夜有一家忽然失火,室内之乌,荡静无余, 为中,新一家,火索不聊, 体骑勋简,问其所由, 为家内, 有一老人,常受持金刚斑若金, 斑若之力,火不能, 烧, 何周之中,莫不惊异, 子周会议四孙氏清虚,俗姓唐氏, 立姓刚烈, 少送金刚斑若金, 去万岁通天元年十月初,于其周, 灵言四北三总山中, 身心发愿, 为三徒受苦重在等, 受持金刚斑若金, 愿一切众生, 早得离苦解脱, 从十月三日送至六日, 有七头鹿呼来听经, 即送时, 即来福听, 送气便去, 即起总了, 更不复来, 生清 虚去万岁通天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日夕于其周灵言, 四的三总山中, 端座诵经, 呼飞四孟, 岁不见所住, 处屋宅及山河石壁, 为见一城, 四子周城, 其生从, 东门入, 至一桥见一桌铺人, 是山东人士, 岁行出, 城西门可五六里许, 又见一城, 在于道左, 其城总, 广克有五里, 其僧下道至城东门, 其门才猜可荣一, 人入, 僧问桌门者曰, 得知大王何时放地狱受苦, 众生, 暴云, 昨日五时, 其周灵言四有意禅师, 守之阳杖, 年可七时, 以上来一王前, 与王言, 有一刻森为三徒受苦众生, 诵经刚般若, 王得知否, 天王何时席放地狱受苦众生, 王报阿师言, 弟子先知, 明日五时为阿师放却少分清者, 其桌, 门人为其僧云, 阿师急去, 请更莫语, 其僧碎, 回海从西门入, 到一亿门前, 前见一颗姑, 如, 穆家, 碗, 许大, 破座两片, 僧时一片, 人鱼一片, 至前桌, 铺处, 铺家问僧何处得此姑, 请起一片, 其人得此, 姑时, 口云, 十月有此美姑, 所言为弃, 呼见, 晨西门外有无量人众, 入城门来, 妇女多, 代妇少, 虽麻福者众, 及福者西, 至其僧坐前, 各个礼拜, 蒙阿师记拔, 其僧抱云, 缘不相识, 何处, 就拔, 后有三个老奴, 一来礼拜, 蒙阿师就拔, 弟子, 其僧问云, 你是谁家小儿, 面无血色态, 据, 醋家业, 从何处来, 山衣并兴, 何因如此, 答, 言, 我是玄宗官家人, 为道官家骨脉, 至酒买肉, 不知多少, 被阎罗王堪, 当今今五年, 不时将水, 一滴, 其山是生石所造, 死后使者, 当被堪, 当其, 山被包, 挂着奈何树头, 所以的心, 语气辞去, 灵验如此, 万岁通天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虚在其周三, 总山中, 目间忽有东的风起, 摇见野火烧山, 相去, 可有衣食余礼, 至人定时, 其火渐净, 去僧做处可, 百余部, 其僧心经, 诵经念佛, 并诵十一面咒, 其, 火去所住屋可五十步以来, 忽然回风, 其火碎自灭, 歹至一更, 忽然还赤, 僧将扫帚扑火, 碎不分, 去屋不渝十步, 火急自灭, 其屋十步之内, 毛贡言, 平, 人有乱草一具, 去己不迎树尺, 至食乱草及毛, 并未微静, 唯有卧乌的免火烧, 其东北两面, 乌, 严并被火烧, 性知般若之力, 不可思议, 登对元年二月, 其僧清须置图来山中, 寻常诵, 经, 不过两遍, 腰挤疼痛, 不能堪忍, 僧于佛前遂, 发誓愿, 弟子今夜节加夫坐, 为一切众生诵金刚般, 若, 必满五遍然后使习, 纵使疼痛, 撞犹歌拉, 中, 虚满树, 以死未陷, 宋至三遍, 骨节有如知节, 宋, 至四遍, 有物在佛堂内斗, 生似水牛大虫真力而斗, 佛堂一动, 宋至五遍, 将伴诸痛都悦, 举目四望, 朗然明彻, 佛殿讲堂, 一阶不见, 唯绝端坐在于, 空中, 大地平正, 无有高下, 即至同伴来患, 空闻, 奇患, 不见有人, 同伴夜守晚起, 方始醒觉, 般若, 神力, 无德而撑烟, 胜力元年中秋八月, 其僧清虚, 时在欲舟, 像, 法王寺礼拜, 见设立塔内这一切经, 其塔上四面无, 门, 岁有群歌, 入设立塔内, 见僧入塔礼拜, 一时, 飞散, 其僧里颤祭壁, 至塔门内坐, 一歌从空飞下, 直入僧怀, 立左右肩, 碎至头上, 下绕金三扎, 便及高飞, 鸟上解净持经, 载人一息, 勉力, 长安三年润四月内, 其僧清虚, 向蓝田县南山, 中物贞寺坐下, 其寺上房禅院, 愿就无泉水, 接向, 见底取水, 网还十里有余, 禅院僧徒, 将未辛苦, 华言法师康藏, 共三纲平义, 众请齐全, 其僧报仲, 言, 此大难事, 图众贤曰, 阿师记在此坐下, 作义念诵, 为四家其请, 不费修道, 愿不推脱, 既不能苦为众心, 欲觅已困处念诵, 其禅院上房, 下房皆一人满, 为中间有一弥勒格, 避而恒所, 无, 人敢开, 僧即见弊, 即换直遂平章, 欲开此格, 于, 终念诵, 主人并克僧等于其僧严, 莫向此格, 格, 终有一黑蛇, 其带如波, 伸长二丈, 长护此格, 孔, 孙阿师, 其僧抱云, 江南有宫廷狐神, 伸长树, 礼, 变化自在, 义是大蛇, 能至昼雨飘风, 上来归, 福, 旷呼啸者, 义贺足言, 其僧己所要使开门, 把火之入, 更不见物, 为闻蛇心, 其僧正念烧香起, 请, 弟子闻大声众生, 守护此格, 孔是过去贤胜, 或是山龙诸神, 弟子今日向此格中, 一心念诵, 为上房禅愿求请一拳, 信愿诸神, 贤家拥护, 勿令, 孔为, 听诵金刚般若, 不失弟子一个小拳, 以功上, 房禅愿, 极致心念诵, 一座三日三夜, 目不交结, 心眼之中, 见三妇人在弥勒阁西北, 于山之父, 以刀子弯得, 忽然不见, 弃于鸣发, 遂向东北, 灵, 见何眼诵般若惊, 见一道水, 从妇人刀子绝地处来, 历生前而过, 经三五日, 歹然常见, 未以为信, 诵人不错, 更经二日, 转转分明, 其森即一向见父, 人刀子绝地处诵经, 何眼还见水从背后流出, 诱经, 三日, 其森岁取杖绝看, 拨雀木叶, 见一师弟, 大, 小如二尺面盘, 将除绝之, 岁见一水脉, 阴沉一砍, 可受时于转, 更致心送得五遍, 其砍中水, 不绝, 满盈, 影向禅庭, 攻击重用, 则之圣无不应, 感而, 必通, 信乎般若之功无得而称者也, 长安寺年三月末, 其森轻须向少侍山少林寺座, 下, 其四禅愿在西, 其愿北山上有一佛堂, 但试诗, 僧, 并不敢清夜网, 必有一律诗, 清夜网必颂律, 文空中有言, 阿诗急去, 持即损害阿诗, 至而, 更静, 未及得出, 被神将刀烧拉其泪下, 便及下山, 而归, 至明日午时, 律诗便及舍寿, 不经伴岁, 有, 一小诗, 专持火头金刚神咒, 图众同事咒力, 小诗, 即作法咒术, 奇术或重条巨术, 或群科同区, 重见, 灵验, 即供小诗平义, 上访有一顾堂, 前后无感, 宿者, 阿诗既持神咒, 敢于其中念诵宿否, 小诗, 报言, 神灵圣一万倍之处, 上自降福, 此意小小, 知者, 盖部足言, 小诗乃言持香炉, 往笔念诵, 誓其咒力, 降伏笔神, 其夜, 神碎献身, 捉其两脚, 直向见底, 七日诗音, 半年以来, 精神短少, 少, 灵大德, 成文清须在经之日, 于物真似请全, 肩服, 大蛇, 具有神艳, 岁语僧曰, 阿诗持经, 大有灵, 应, 请阿诗做少法事, 浅重之文, 报云, 大德, 欲浅清须做何法事, 僧众同曰, 上访有一佛堂, 此来无感肅者, 阿诗能独自念诵与比肅否, 其, 僧报曰, 此事三代尊客住持之处, 正是师僧一指, 之处, 云和不得, 其僧即便相由, 往笔念诵, 在, 夙三日, 都魔所见, 僧等问禅愿僧曰, 昨日, 编者住, 仪式, 会议四, 会议四僧以三二日, 总不见出, 向何处去, 禅愿僧等报言, 上访, 佛堂之中, 便速念诵, 大德等令即换取, 称慈悲, 神打杀, 大众自来同患, 阿诗出来, 其僧报言, 终摩所虑, 徒众贤曰, 阿诗为一凡人, 共我依, 众, 何故于此, 自欲损害, 达曰, 万事不畏, 大德但归, 即至一更向静, 其神即道, 于佛堂东, 轰然发响, 四直竖十口为, 编者住, 为, 仪式, 哇, 身正空中, 其僧即然火出看, 即然摩索, 见, 身毛皆数, 即送十一面观世英咒, 绕佛堂一扎, 堂内若水牛豆身, 向意震动, 宋咒七便, 其身于, 列, 转更笑吼, 想古洞山, 即向佛堂前, 正立思维, 欲不赶入, 忽然更却思维, 如何在此, 不能降伏, 那心急入, 身更转圣, 堂中之灯, 尚意试灭, 咒, 既无宴, 即送金刚班若经, 即送一变, 其身见小, 至于三变, 其身即断, 弃于天明, 既然安静, 故知, 班若之力, 不可思议, 去神龙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其周易静三藏即景, 舍离, 奏清虚入内齐雪, 二七日, 虽得少分, 未能, 朴足, 赤与清虚, 阿师其请, 虽不能称义, 任阿, 师选四柱好否, 其身自恨其请不称圣义, 遂达赤, 云, 食不欢喜, 大德等剑作此对, 一皆失色, 阿师祭触天威, 即和复法, 赤又云, 如得于雪, 即与阿师乱彩二百段, 坚受阿师无凭, 并作剑服四, 刚为, 阿师何意, 遂不欢喜, 达云, 信蒙天恩, 驱使其请于雪, 自恨上不负天心, 下不允人望, 于尘土肯, 不切慎心, 素叶经聚, 为之呆醉, 滥河, 天恩, 所以不喜, 赤云, 且放阿师出外念诵, 还须其请, 呼得于雪, 即须尽状, 应变奏云, 此度不降于雪, 即为一切众生烧纸, 又降赤约, 正换阿师来供养, 可欠阿师来受苦, 又父母遗体, 岂可毁伤, 阿师必不得慢有伤损, 食器, 慈慎, 上初, 即向南山探古龙丘上起请于雪, 随附雪下, 终不能称心, 更依旧所屈村安乐佛堂中诵金刚般若, 又今七日, 时的不雪, 还不称心, 遂即发愿烧纸, 两节, 今一日一夜, 稍未进间, 忽然四面云和, 雨, 雪参杂而下, 众皆恶然精怪, 二日始绝, 百姓父老, 等, 连状欲奏, 且于剑符四共三藏平章, 轻须拓, 陈南烧两节纸, 为法界其请下雪, 烧尽两节, 众人, 同看, 所有骨灰, 精益健在, 今朝村人大小玉未图, 药, 其两指节还负如故, 三藏碎云, 此事难性, 不敬依情, 依是凡森, 未至罗汉, 如何烧纸已尽, 更得却身, 既非甚流, 无有此事, 即与村人父, 老等即归周县之文, 直是将作妖祸, 寓意比损, 却, 则老人, 非但狂炫繁庸, 亦是污往圣上, 僧徒闻词, 转家不幸, 其僧既见众人起棒, 更入道场, 起请, 十方诸佛, 一切贤盛, 弟子为法界苍生, 烧纸旗, 雪, 蒙诸天龙王等, 应时降雪, 又令弟子所烧之旨, 敬而众生, 贤起傍言, 不加尽兴, 悟他似众, 躲, 于地狱, 弟子经更发愿诵班若经, 两日之间, 愿生, 只重落, 至于二日, 请家念诵, 两节众生之旨, 还负更落, 众见止落, 重其傍言, 阿施当时烧身, 如今时落, 其僧即报仲约, 且向陈南前骑雪, 处, 与比仰窗, 还浅众生, 不知得否, 众人同约, 阿施似着狂病, 常行傍语, 即往陈南而仰窗, 念诵不错, 至十五日内, 只劫又生长一劫范, 指, 假意出, 众人见者, 莫不经意, 贤曰, 亦不足怪, 此道人有妖术, 则之般若之力, 二胜之所不知, 凡俗闻之, 皆能其棒, 去锦隆二年, 轻须使还顾礼, 至太极元年六月, 二十九日夜, 东江水涨, 僧时在会议寺庭, 其水值, 入寺中, 众僧各自并当衣物, 其僧房中有一小格, 所有衣物, 并至格上, 便即然登家夫而坐, 一心正, 一念诵金刚班若经, 两酒闻水入房身, 把火照看, 勒摩一滴之水, 其余珠房皆被水入, 僧徒闻见妃逝, 义人, 班若威力, 醋男吕说, 成闻见者, 子周七人也, 身有其都未熏, 美于, 周臣门首堂上, 常诵金刚班若, 发愿为父母祖父母, 等, 诵满八万四千遍, 寻意诵了, 拉使元善应试, 被追入经, 令文件诵班若经, 满五千遍, 见即为, 诵, 即善应至今, 皆得清雪, 同山县人承得者, 常以写经为也, 忽然因病枕, 为民思所追, 见地下驻台, 得问, 是何台也, 民思抱云, 是班若台, 未成文件御志, 驻此台, 以呆之, 其得阙苏, 据说此事, 远近之文, 尽迟, 班若, 牛头山林瑞四禅师慧荣所说, 赵骏被停光者, 为得周司马, 身性因果, 送池, 金刚班若, 每眼所见, 常有圆光, 送念烧情, 奇光, 见大, 送念若见, 奇光极小, 及之般若敏感, 精诚, 所通也, 赞约, 大哉神力, 不可思议, 连成法座, 借纳, 虚迷, 得辩神族, 天开圣池, 非定非会, 思焉取思, 功德篇第五, 并蓄十章, 夫至公非公, 为而不载, 上德非德, 成而不拘, 故久定四禅, 入魔所入, 三空六度, 行魔所行, 末而无边, 非相非明, 不染不住, 鸡横煞之身, 不, 能方四季之德, 神功圣德, 其大已哉, 故未功德之, 偏, 以劝来者, 肖宇金刚班若金陵燕纪约, 随开皇十一年, 太, 辅成赵文昌生死, 为于心上气暖, 时昌家人未赶入, 脸, 被人将来至严罗王所, 王问昌云, 一生以来, 作何福业, 昌暴王言, 一生家贫, 无余功德, 专心为诵金刚班若经典, 王问此语, 何掌恭敬, 赞云, 善哉善哉, 受持金刚班若, 功德甚大, 不可思议, 王语所知昌食者, 好须堪笑, 莫错, 将来, 其典之暗资王, 实错将来, 此人更何而, 十余年, 王问此语, 自简非谬, 即与昌云, 如, 共识者, 向藏内取金刚班若经来, 即遣亦人, 隐, 昌西南行可五六里外, 至今藏所, 剑树时间乌, 乌, 圣经历, 金卷变满, 金轴宝质, 庄严华氏, 不复可, 言, 昌乃一心合掌, 闭目信手抽的一卷, 大小孩寺, 就送班若者, 其题目功得最为第一, 昌辩恐怕, 绿, 非班若, 求此使人请患, 不肯, 昌即开看, 乃是金, 刚班若, 将至王前, 王令一人执金在西, 昌在东立, 王赤使人取七宝床己, 遣昌坐上, 向西诵经, 并, 得通力, 时王叫昌还家, 仁约束昌云, 受持此经, 圣莫废阙, 义令劝化一切人, 读诵此经, 仁令, 义人引昌, 从南门出, 乃见周五帝静在门东房内, 即幻昌颜, 辱是我本国人也, 赞来至此, 须贡辱, 与, 昌即就知, 向五帝再拜, 五帝问云, 辱时, 我不, 昌颜, 臣习素卫陛下, 五帝与昌云, 亲乃是我故旧, 辱可还家, 为我据相随地论说, 道我诸罪, 利加利, 了, 唯有灭佛法是未了, 当时又未, 圆松教我灭佛法, 未追圆松至今不得, 已是未了, 昌问五帝, 圆松何处, 追不可得, 五帝云, 其圆松者, 三界外人, 非阎罗王之所管设, 不能, 追得, 辱还为我素从随文帝起少功德, 昌行少时, 出南门外, 见大奋剧中, 有一人头发才出, 昌问, 隐人, 此事何物, 隐人达云, 此事情将摆起, 网坑照簇, 寂静未了, 昌还家的苏乙, 今三日, 其幻见诈, 聚奏随文帝, 帝集出赤, 国内诸四, 朴, 为周五第三日持斋, 转金刚班若金, 赤令陆入随时, 又曰, 随时雍周照文若, 死经七日, 家人遇脸, 入关, 乃缩一角, 碎及不脸, 变得苏活, 语言死见, 阎罗王, 问若, 生存作何福事, 若言, 受持, 金刚班若经典, 亡言, 善哉善哉, 此事最大, 第一功德, 辱虽修福, 且将是其受罪之处, 人令, 义人隐若北行, 可属十步, 至义强, 有孔, 隔墙孔, 中有人, 隐手捉弱, 宛度极大辛苦, 墙外建大地域, 或汤炉炭, 刀山剑术, 铜柱铁床, 罪人受苦不可, 思义, 乃有机尊珠羊鹅鸦之鼠, 从若债于本命, 若, 与云, 不负辱命, 鸡等暴云, 辱往某年某月, 某日, 供某周人分我头脚, 各个时之, 若闻畜生, 所说所正, 使之不虚, 亦记往日杀时之处, 为之年, 佛, 以一心悔过, 其诸阳鸡鸭, 不敢更言, 所隐之, 人, 将若回王所, 启王云, 见受罪处气, 王儿, 时乃复一目加碗, 铁钉, 令若时之, 利加利, 用长钉, 五眉, 钉若头顶手足, 拒令放去, 若祭苏, 以后人, 患头痛, 并手足疼, 所痛之处, 见得抽月, 若从而, 以来, 惊情不屑, 受持般若, 但见诸卿之事, 惜劝, 受持此经, 若后应于宫使, 致意听上, 暂时演习, 如似玉睡梦, 见有一轻衣妇人, 急速来告, 救命, 救命, 若呼惊觉, 即患一场问言, 如不为我杀, 他生命, 一场暴云, 是欲为公杀一小羊, 问, 是何色, 暴云青色自阳, 若令肃放墨杀, 人与价值, 熟羊, 放胃长身, 岂非受持金刚般若, 精尘至感然, 也, 狼于令明报时已曰, 普光四期选法师, 少小苦, 行, 常以讲诵金刚般若精卫也, 龙朔二年冬十一月, 于寺内端坐千神, 俨然不动, 天子闻而家之, 下, 至曰, 普光四森七玄, 得行纯修, 道俗清养, 演, 然作画, 是重催梁, 以以三品礼藏, 人给鼓吹一, 不, 清晨侍女, 观者如是烟, 于令当在京都见诸, 大德及亲友共说, 又曰, 亦为高尘, 随仆设其功颖之孙, 拉使表, 人知子也, 龙朔二年在长安, 出顺一门, 呼逢二鬼, 各顺一马, 未曰, 亡令照清, 言是僧人, 福, 知信也, 乃策马必知, 二鬼又持催之, 令亦其质朴, 光似门呆, 人相未曰, 物令入寺, 入寺气, 恐怖, 可得, 既过, 人催之向西, 又致开善, 会昌二四, 亦并如之, 有兄弟于化度四出家, 亦欲网救, 即, 致四门, 鬼又不许, 于是情知, 纯乃欧鬼一下, 鬼, 等大怒, 也其落马, 因及闷觉, 四门有僧, 见其弹, 自落马, 其侧更无以人, 乃碾入其兄弟房, 经宿岁, 得苏也, 祭苏之后, 据字陈述, 说云被引见王, 云此人为何即来, 乃令其身受, 已曾傍义众森, 浅, 离其蛇, 蛇岁长数寸, 而磨所伤, 人问之曰, 何, 因蛇长而无损处, 达曰, 已曾诵金刚般若金, 所以不能损也, 经宿而罢, 后又以守向口, 如吞, 物之状, 虚于即于领下发赤色一道, 流入腹中, 因, 即将仆, 嚎叫而绝, 如此日常数寺, 人问其故, 对, 约, 未又年十到十四家果子, 所以吞铁丸也, 凡经二循而罢, 其后岁乃练行, 弃经不食酒肉, 于令十父考入经亲自闻说, 又约并周十必四有一老僧, 禅宋未业, 经敬恋, 行, 真观末, 有歌朝在其房屋营上, 补养二除, 僧, 没有余时, 恒久朝不知, 歌除后虽渐长, 羽翼未成, 乃并学非, 坠地而允, 僧并取一知, 经寻之后, 僧呼夜梦二小儿, 白之曰, 而等未先有少罪, 遂, 受歌声, 笔来文法师读读诵法华经, 及金刚班若经, 既文妙法, 得寿人生, 而等经于此四册十余里某村, 某姓家, 脱身为难, 十月之外, 当即但遇, 僧乃, 依其往事, 见此家一妇人同时但遇二子, 因未坐满, 月斋, 僧呼歌儿, 两儿并应曰, 诺, 后岁于始, 言, 甲之中先为并周博士, 前任习周私户, 魏渝, 令言之, 后于并周访问, 并称时禄, 庆周司马秦昌公渔场, 习任金服禄市, 美制一, 更以后, 即喘息为错, 举身汉流, 至姬鸣时即月, 亦更魔所苦, 但觉形体雷弱, 心神忧瘁, 左右怪儿, 问之, 恭莫而不应, 夫人柳氏请照依人, 恭不许之, 夫人因密问其故, 答云, 更无他及, 但苦咒绝, 曹悟, 夜叛名逝尔, 夫人因访以民间事, 但言, 善恶报应, 皆如影响, 于魔所言, 夫人因问, 敬意不达, 然美有味蒙氏, 贤欲之之, 即因味之辈, 中部小说, 虽兄弟妻子, 不知告也, 凡五六岁, 甚觉劳苦, 其后丁龙成夫人忧, 即宋金刚般若, 由, 事不负更为名利, 应及言, 此于诸经中, 福利位, 罪, 遂命子孙持送金烟, 公年未知命, 即称即归, 田, 十座相苏良寺, 又相为呆驾, 大将军礼充玄, 病事公应够轻易, 常请公入世, 公故此不行, 于时, 库利用事, 多所诬陷, 公虽退就丘缘, 而婚连权贵, 岁被不逞之被诬告, 乡人公虽平处必劳, 乐磨忧, 但, 昼夜送毒, 未尝绝身, 不渝树巢, 果得清雪, 他皆孝此, 不可履臣, 中外经皆, 闲共探怪, 公年, 八时有四, 构即将轰, 由诵经不已, 属旷之日, 神, 晴朗然, 而而有一乡满事, 因云方父, 带所未闻, 公自言有化人来迎, 当往西方静静, 应与亲戚绝别, 言戚而终, 其孙子周期限位于逆亲自说也, 中宗时, 今诗有人死, 经树日而苏, 说于明官, 前, 被经殉居, 须于有追逝人至, 明官则已所追人, 不或, 将欲编之, 追逝者抗申诉曰, 将军未寻, 受持金刚般若惊, 长颂不措, 善神拥护, 围绕数众, 无有取得, 实不宽纵, 明官遂使艳妇, 如追逝, 者之词, 因词罢追, 同声赞美, 未寻者, 俱路人也, 附上得, 轻直减肃, 好学不倦, 游经试典, 易诵, 持此经, 天寿年终, 忠于左述, 子寻客传父业, 解, 贺寿团周参军, 鼠狼牙王作乱, 柳寿尾狼江, 另聚, 官军, 忠孝奋机, 被逆归顺, 咒服业走, 不由鬼路, 碎得智兜, 逝日照见面寿五平, 除团周司马, 便, 令讨平团周, 照入千上衣, 凤玉出入中外, 类见闻, 五, 神龙出家三平, 拜右监门将军, 出卫木周拉使, 坐以宫室, 降寿徐周别嫁, 子周司室证书勾说, 其周黄梅宪令章旋宿, 年二十, 即受持金刚班, 若今, 每家有真恶疾病, 即至心其寝, 即扶住西响, 接得全祭, 年七十有余, 落成东石余礼, 余故城, 装染吉, 江中之际, 遂见香华翻盖, 自空而来, 和, 掌欣然, 及早玉装饰, 举家铜纹香气, 连日不歇, 前子周通全县陈柳俊说, 俄洲司马薛言, 受持金刚班若今, 尽性兼顾, 即至王时, 年七十以上, 有壮盖销管, 成空而营, 其夫人见, 随番盖而去, 请及迷困, 夫人遥于空中, 换之, 飘若陈云染霞上, 香气不绝, 何家共闻, 因, 而岁终, 思意不思意事, 痛前柳俊说, 子周七线人摇呆, 送金刚班若今, 以长安四年, 丁幽, 发愿为王亲自写四大布经, 法华, 为摩各一, 布, 要诗经十卷, 金刚班若今百卷, 写诸经了, 写, 班若今的十四卷, 日午时, 有一路突门而入, 立经, 床前, 举头是暗, 是暗器, 便扶床下, 加油狗五六, 各, 见路摇尾, 不敢折废, 摇呆下床, 抱得一不惊, 举, 未受三规, 跳直屈脚, 放而不去, 至先天年中, 诸经并必, 皆以堪果, 将欲入寒, 有徒而礼回奴者, 不知何故, 忽然而来, 立于暗, 前, 指惊而笑, 合掌而立, 欲得取经, 欺图而口恶, 耳聋, 两眼俱赤, 丹九凶恶, 少有此图, 所写之经, 皆以琉璃装轴, 为斑若经, 是以弹素, 但减取素, 轴, 名此人于斑若有缘, 呆碎果以白纸, 胜以七寒, 徒而守所持刀痕经寒上, 笑而迟去, 一去之后, 不复再见, 莫知所知, 至开元四年, 有玄宗关道士诸法印, 吉明庄老, 网媒周讲说, 岁九乃孩, 十, 乡中学士二十余人, 相就礼问, 有人王超曹府, 令数子沙阳一枪, 以戴圣肉, 煮熟之后, 心知其沙, 但忍缠不得, 吉随, 力痴, 即时不过四五轮, 金鱼一日, 至日一时, 须, 然度热头痛, 肢结有若切割, 至黄昏季, 困堵迷胜, 耳闻门外有患摇呆之身, 心虽不欲出看, 不绝身, 以出外, 问有何事, 使人黄一, 壮若执刀之刺史, 换言气便行, 呆门外有息, 当去之时, 亦不见息见, 但见平坦大道, 两边行术, 行可三四里, 见一大, 臣, 云是子周臣, 其臣妇到众楼, 白壁诸柱, 义胜, 秀丽, 更问使者, 此不是子周臣, 使人默语, 臣有, 五重门, 其门两边各有门屋, 门门相对, 门上各个, 提额, 玉四传书, 不识其字, 门数虽多, 无一守者, 街巷并亦无人, 使者入五重门内, 有一大厅, 郎, 宇高骏, 厅士吉门并无人守, 至平墙外, 窥见厅上, 有一人, 这子, 身稍肥大, 容色端立, 如三十以下, 使者入云, 追摇呆道, 呆走入摇摆, 怒目利, 身, 何因勾帅而许人, 杀人于尽处吃, 思量莫, 知其事, 但见其田怒, 眼中几口皆有火光, 盲帕金, 黄, 枉之忧错, 及分书曰, 比来但持金, 不曾杀, 人, 亦不吃人肉, 便问持何金, 达持金刚般若金, 这子之人, 闻摇呆词说, 欺恰微笑, 闻称大善, 身棒忽悠人这黄, 不见其脚手, 把一物, 长二持许, 八鸡成就, 四打鼓堆, 高声唱约, 何鱼猪道士, 防吃肉, 更不敢为, 便成食吃, 吃鸡许, 抱吃五, 六轮, 这子人回看黄衣人, 其人抱云, 吃四两八, 朱, 即把笔书捶耳中, 摇闻, 是非本心, 且令, 放去, 呆草府到日推问, 这子人又云, 打云四, 佛殿早修浅尘, 应诺走出, 可五六步, 听兮头有, 一人, 这家纽, 四道丁叶, 请问摇呆, 听上人换摇, 公曹回, 不称呆名, 看索这家者, 乃徒儿里回奴, 这子人问云, 此人独般若惊虚时, 抱云事时, 达勒回看, 但见空家在地, 不见徒儿, 呆出入时, 听前吉门不见有人手掌, 及其得出, 听两边各有数千人, 珠子黄绿, 为赐各例, 亦多, 女人, 单家父所, 或有反父者, 亦有龙头者, 乃于, 众中, 见呆庆家翁张凯, 亦在其中, 随着小家而无, 丁叶, 叩头令浅家中造金, 不得多语, 更欲前进, 被人约而不许, 其中有一人, 散腰漏顶, 与呆及去, 死非语处, 回见其人, 乃是呆庄边村人张贤者, 抱病连年, 水浆不能入口, 乡人见者, 皆未必死之, 谈, 妻子亲情, 皆被凶拒, 摇呆绝后, 抱其而畏险, 经, 不于伴循, 病变得差, 呆放出平墙之外, 门门, 皆有人捉刀杖弓箭, 儼然被裂捉, 门人不放呆出, 呆所身负, 从听东走来, 叫云, 我而无视地放, 何以遮拦不放, 令呆斩闭是之, 吉轩衣袖出壁, 便得出, 吉至觉悟, 已经一日, 有阳捡者, 紫州通全县人也, 洞解人家, 横渝, 书中讲说, 又常通金刚般若, 常于飞鸟行, 日已将, 目, 路多猛兽, 人皆淡之, 剑口诵经, 族人吉布, 逢一见鬼者, 怪诸鬼崩腾而走, 若有所谓, 遂见阳, 见, 诵经而行, 诸鬼金黄, 由经之力, 则知随说之, 处, 诸佛之所护持, 扬州高游县里秋一万岁通天元年二月二十九, 日促, 得重病变亡, 出死之时, 有两人来追, 云我, 信段, 不道名字, 直言王追, 不许暂住, 于时痛悲, 追着, 五百余人, 男接着家, 女接反复, 并驱向前, 行可树立, 有义人成白马诸一, 手持弓箭, 高深, 畅言, 秋一难追, 何不语家者, 秋一吉姿断食, 祖父五品, 身又认官, 不合住家, 所言未必, 忽然便身贤辈所知, 莫知其由, 更行时于礼, 见, 大槐树十树, 依依树下有一马槽, 急问断食, 此, 是何处, 报言, 五道大神, 路人尖壮, 于此些, 马, 秋一闻此, 方使之死, 被劝前行, 遂到王门, 见义人报案, 容色奋惧, 与断食约, 往前追人, 何以迟晚, 断食更不敢于, 即将秋一分合案主, 与秋一言, 此人性交名策, 事公本案主, 可随, 见王, 交策即领见王, 王见秋一来, 田泽云, 李氏, 言句会亲族, 杀他生命, 以为欢乐, 不知惭愧, 所称是严, 乃是秋一小字, 虚于即见所杀处生, 贤, 做人与, 某一等经追愿家来到, 大王若未处分, 交策即前资王, 李氏严经为何死, 缘所被杀者, 欲及配身处, 所以追对, 王自问曰, 你平身, 以来, 作何福业, 送持最圣地一经以否, 秋一意, 生时不作功德, 为放阴犬, 呼一网造一卷金刚般若, 金, 王文金刚般若金, 吉起合掌, 换一言上阶, 明, 中患般若金明最盛第一功德经, 语处身云, 你且, 向后, 换交策来, 可领向金藏处看眼, 其王听策, 有一处所, 看无边盼, 中有一殿, 七宝庄严, 令, 秋一上殿, 于藏中抽取一卷金, 开看乃是秋一所, 写之经, 更简得请森书一章, 是秋一写书处, 问交, 测云, 身平异述造功德, 何因为剑两处, 功, 当官非法取钱, 七亿平弱, 此事不尽之物, 所修功, 得, 自演本主, 不无功事, 领回剑王, 王问所写, 可幻处身来, 善言辞谢, 但许未造精, 死终不留, 少奸, 所杀畜生, 一时同道见王, 王浅, 秋一未造般若经延弃, 其畜生并散去, 王言, 此功德无尽, 与交策可及放孩, 更莫留住, 送出城门之外, 再三把秋一手, 交策尽立香, 未止得, 秋一许与策前三百贯, 家中唯有二许, 有诗诗不感惜, 策报秋一言, 纵与万贯, 中, 是无意, 其功未策造般若经二十步, 秋一辩积许, 诺, 又云, 策虽名利, 急受辛苦, 若无辅助, 难, 以脱身, 功努力相为血经, 信末至策深路, 遂更前行, 策只是一处, 下看深而且黑, 巨步, 肯入, 策推之落黑坑中, 金帕掩开, 乃在关内, 捆, 而久, 不能语, 闻男女哭声, 细细声抱云, 莫哭, 我今得活, 秋一复地独孤英, 未润州参军事, 知, 三月四日遇病, 所以故来看病, 虽闻语声, 不许开, 官儿是, 云是启师之鬼, 亦不虚静, 男女不用就语, 遂及开关, 秋一围的动身出关, 三日据说明是, 至三月八日, 家中大小闲舍一物, 及所有料前, 请, 森转金刚般若惊, 为一切愿对造一百卷, 为交测血, 二十卷, 未了, 至一夜, 有人打门, 报云是交测, 秋一吉令报云, 震血欲了, 必不辜负, 何忍更来, 测云, 请报李晨, 亦无别事, 蒙公未测造金, 以放脱身, 故来告别, 扬州常立学怀远, 知秋, 一再活, 换问明事, 据路奏文, 奉恩赤家皆赐无品, 浅于加州到朝位陈邑, 从子州过时热, 就摇呆亭, 自取粮, 轻未呆说, 并留守书一本, 赞约, 依与大圣, 庙会幽同, 无心而应, 无念, 而通, 不敬于有, 不住于空, 何思何律, 而有成功, 陈印篇第六, 并续十章, 习者送紧一心, 鲁阳回日, 梦宗着损于冰续, 流音时锦鱼双尘, 世家彼, 梁之云, 颜未中而以河, 锦山之雨, 车所道而闲瞻, 旷乎无寿无心, 尘而闭, 印, 无畏无的, 感而遂通, 行不热之词, 生人普恰, 岛不知之会, 圣贤侠谈, 得无远而不该, 岂为三, 戒, 名无忧而不察, 何止时方, 故以陈印之篇, 记, 之于后, 子周会议四僧清须, 俗姓唐氏, 以胜利元年六, 月内, 在玉州, 正逢抗旱, 官人世述, 祈祷不祸, 百姓黄黄, 往之所向, 其僧即入禅愿佛前, 至兴起, 请, 愿诸佛大慈, 龙王欢喜, 将施甘雨, 酒祭仓, 身, 弟子至明日忠时, 为龙王等颂一百遍金刚般若, 愿日忠时, 早降甘雨, 即至明日忠时, 诵经义, 静, 天极降雨, 勾渠泛义, 缘席蒲沾, 润则有余, 灵验若辞, 胜利二年五月内, 清须在唐州同伯县长乐山中, 长乐寺坐下, 还逢天汉, 五谷胶卷, 土人打鼓烧, 山, 以此其语, 求之力寻, 回吾真应, 岁江泥水入, 四, 江玉浇灌诸森, 其森报言, 弹乐莫乌诗师森, 平道未弹乐其语, 明日必足, 其从五月二十日, 之五, 入道场诵般若惊, 笔至明日忠时, 天岁降雨, 虚于病足, 高下普瞻, 大足二年五月内, 属抗阳, 奉斥浅周献其语, 和京城师森二十口其请, 一滴不得, 其森清须, 碎, 向封国四见父理师, 平章其语, 理岁问其森, 阿, 师将赫法其语, 报云, 将十一面观世应咒及经, 刚班若经, 精心送念, 以此其语, 云, 几日可, 得语足, 达言, 三日三夜, 语必得足, 复礼, 运而言, 饶你七日其请, 如其七日不语, 送你语, 薛记厂家相, 遣你作恶死鬼, 僧闻此言, 新增机, 立, 报复礼约, 明日时时, 与夏卫族, 非满三日, 与必普瞻, 其森即入道场, 至心念诵, 彼至名, 日时时, 与即便将, 可得四五寸, 还及雀琴, 复礼, 弟子原济, 与清虚言, 明日即是三日满, 经见识, 礼无云, 不知阿师将贺未艳, 达言, 不虚愁, 与三日内必足, 即至明日向目, 天上游无片云, 清虚惊心肯发, 恐无真孝, 重启十方诸大菩萨, 罗, 汉, 圣僧, 一切贤圣弟子, 今日一心为法界苍生, 其语, 如今夜雨若不足, 弟子于此处舍命, 以为苍, 身, 岁结成至心诵金刚般若, 二更将近, 与岁康, 陀, 笔及天明, 一尺以上, 周回五百里内, 甘则并, 足, 微神之力, 微微如是, 从此其雨, 便向风国寺, 坐下, 其年重冬季, 并无余雪, 律师怀生, 又浅寝雪, 一心念诵金刚般若, 至于三日, 还蒙上天降雪, 其灵宴有如此者, 长安三年, 清须从物真寺坐下, 气至七月二时, 日, 暂入尘中, 向滋圣四庭, 至八月一日, 天降大, 雨, 直至五日不绝, 米麦永贵, 车马不通, 百姓破, 黄, 莫知生计, 其僧至五夜, 望请雨时, 平小延迟, 香炉, 遂入佛堂, 方欲起请, 念诵般若, 以止于雨, 三五众僧下堂来见, 与其僧曰, 阿师欲作何物, 达曰, 欲念诵止雨, 僧等贤曰, 可有你, 指的, 积蓄慢作, 其僧答言, 此意男性之事, 以两贯敌一贯, 供阿师被赌, 依依现实, 不劳道, 按, 其僧等言, 容你道按的指, 我请梳你一贯, 轻须报言, 送满十遍, 且得与止, 送十五遍, 及浅云高, 至二十遍, 及浅日出, 至二十五遍, 四, 边云散, 至三十遍, 除云总径, 僧等闻出此言, 及情其僧依被枪去, 依寄出此脚言, 前身负我重, 物浅依, 故出此语, 亦不能自知, 其僧疾入道场, 送金刚般若, 恰至十遍, 语疾的止, 至十五遍, 云高, 至二十遍, 日出, 其僧等见此稍易, 弦易经, 海, 至二十五遍, 四面之云, 亦时散尽, 僧众施身, 其较, 至三十遍, 除云总径, 僧等一时起至, 御妇, 其僧, 暴云, 你非是缩结龙王, 情义有你, 语义, 有你, 其中有解释者, 甜喝始修, 皆呼, 般若微, 神, 非言能数, 下世闻道, 必大笑之, 去长安三年, 十月内, 驾兴, 至十一月末, 轻须向众香四庭, 从十月月无雪, 众香僧众, 请轻须齐雪, 其僧即入道场, 一心念诵金刚般若, 献三日内雪, 足, 送满三日, 天降大雪一日一夜, 远近贤族, 以, 般若之灵燕也, 长安四年十一月内, 本平宫奏清虚, 为大圣天, 后患风, 入内念诵二七日, 赤问, 阿师施柱四僧, 魏克僧, 岁队云, 施柱四僧, 公主及工人, 与其僧言, 阿师狂斥, 大和有罪, 且放阿师出去, 其僧自恨宝叶, 颤, 千家无, 对圣人, 急入道场, 起一境界, 唯诵金刚般若惊, 一日一夜, 梦见两, 僧向众相似禅愿, 问主人曰, 清虚施声明不知力, 魏, 慈不僧姬安明已否, 主人报言, 欲似尚未, 其僧与清虚曰, 日夕为阿师安明, 及至神, 龙三年十月内, 驾姓长安, 十二月并无余雪, 其周, 三藏及阳俊蛇离, 奏其僧入内念诵经二七日, 应天, 皇帝, 及浅清虚, 任选四而住, 所云日息者, 盖数, 圣上西归也, 般若神力, 无怨不果, 去神龙元年, 左不阙照言喜, 奏清虚入内其语, 入京三宿, 被一共奉僧狂其僧, 沉淀上, 好安到场处, 其僧不解, 遂及静, 六僧放, 阿师出外, 其请及出, 向望春宫南山中, 有迷了, 隔, 与笔其语, 一路到场, 云河还散, 至三日内, 绝皮疾, 乃向剑底取水洗面, 应我眼和, 建议给, 把杖打其僧头, 阿师顾向此间, 应和我的, 努力强, 其僧及起, 还向阁下, 静心诵经, 即至日息, 四念云河, 不渝念请, 遂及大雨, 直至, 明朝, 雨便朴足, 郎周郎中献成屡文展, 长颂金刚般若, 三万余, 便, 灵验若神, 六七年前, 一牙无故自落, 至陈发, 愿, 牙籍渐渐而生, 经史长一半许, 开元年五年正, 月二日, 又牙无故自落, 依钱发愿, 牙岁根生, 老, 而牙生, 盖一神主, 去开元三年, 盛夏抗旱, 草木桥黄, 拉屎流远, 令其精心诵经刚般若经一变, 卫中, 留则庞瞻, 远近皆足, 年古已登, 其年春季, 雨防笋残迈, 别嫁为月子, 亦令文展诵经, 应时请朗也, 开元四年七月, 当周抗旱, 常使留孝中, 又令, 其雨, 从五十至深, 细雨为降, 即至初夜, 天遂情, 浪, 急于亭前, 至心发愿, 念诵般若一变未终, 雨, 碎普瞻, 高下巨族, 开元五年正月二十日, 属以英语, 拉使流远, 以明日记事夹子, 若语步, 编者诸, 仪式, 指幼, 孔经四抗旱, 遂令文展念诵般若, 至心其, 情, 其经, 应时语记, 至夹子日, 天圣晴朗, 般若之力, 其应若, 赞约, 道缘异法, 机有三生, 其化于远, 其得, 迷真, 忘心而胜, 不念而神, 为成为肯, 应感思真,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感应传, 演法师, 梁天间中, 有演法师, 居长安昭提四, 年十一, 岁未森, 忽一日, 同寺中森旅网站即凶, 余香师家, 以赐站, 至眼, 约, 可惜聪明受邀, 至十八岁, 数亿足矣, 眼闻之不乐, 即归寺, 发心工艺藏殿, 焚香工礼三宝, 发愿修行, 其次金一卷, 必试受, 持, 到七以, 随手于藏寒内抽得金一卷, 乃是金刚, 班若也, 于是专心受持, 不舍昼夜, 呼一日, 夜至, 更深, 剑房中有五色光明, 须于剑一范森, 身长杖, 无序, 与掩曰, 如兽只十八岁, 必至妖王, 惊得, 持念大臣经历, 增严寿数矣, 言气浅引, 应得此, 燕, 月更惊情, 年于十九, 一日寻访, 相诗恶然, 为燕曰, 与习曾言诗受必妖, 不其今日再会, 诗, 习和善业, 喜得妖香已消, 众天法灵耶, 燕曰, 专心持念金刚班若经, 相诗几首未曰, 无碑, 缘在成俗之中, 枉知佛法之功德有词书意, 观诗词, 去, 受至九十二矣, 后果应相诗之言, 终于招提, 四, 寻世, 随时一周星凡线西王里村, 居士寻世, 会击步, 显, 人莫知之, 长于村东空地上, 遥望虚空, 守写, 金刚班若经, 遂赶诸天龙神父护, 凡玉语, 此的不, 诗, 曰有丈许, 如污复然, 每语, 则木桶小儿, 皆, 必于此, 至唐武德年间, 有僧与村人曰, 此的相, 来有人书经于此, 至有诸天赦宝盖于上父护, 切步, 可令人作奖, 而后射兰围绕, 供养佛像, 每玉斋, 日, 及远近善友, 诵经修闪, 常闻天乐, 深圳一方, 遂为吉祥之地义, 法藏, 沙门法藏, 随时人也, 居禄周兵士寺, 丙姓纯, 古, 行业惊情, 常于开黄中, 在本周落周县建造寺, 语, 曾将自己一波变卖, 乞丐玷污二处, 又写经八, 百余卷, 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 偶然一级, 昏昧中, 忽见金刚神, 手执经一卷, 为法藏约, 如造寺, 写经, 有护用之罪, 我经受辱金刚般若经一卷, 如 若智心能写此经一卷, 流通读诵, 护用之罪, 西皆, 消灭, 消灭, 延弃不见, 鸽耳即月, 而后庆迈一资, 书, 写此经一百卷, 必是寿池, 修诸善行, 不设是缘, 寿至九十九岁, 七年正月十五日, 延请大众看念庙, 法莲花经一七卷,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七卷, 身作, 端座, 所比书记, 与大众相别, 而然化去, 一诗资, 素, 贤度阿弥陀佛化身, 皆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九品花持托之以, 诵曰, 今年九十九看看无所有, 更莫问如何虚空打金斗, 陆燕通, 随人录燕通, 日诵金刚金石卷, 礼密道起, 时, 燕通载五牢, 义人欲杀之, 以应一骑, 城上有贼, 持剑赶杀燕通, 前有一身剑, 贼逼近, 月入其剑, 空中见金刚神, 以守指令义人接燕通必, 至时尚, 都无损伤, 神人曰, 汝池经有感, 故特来相救, 应得保全还家, 神所皆之弊, 一厢数日不散, 后, 未至方伯, 年八十余, 一日无疾, 所比书记, 香汤, 沐浴, 端坐而逝, 纪约, 八十九年在世随身做些活计, 今日撒手变形明日清风自在, 成昭, 唐武德年间, 姓氏成昭, 将临人, 日常摘速, 持金刚般若惊, 累积攻行, 有大蟒, 时来作策听经, 必击退, 每日如是, 有灵人利昌, 永恨不幸, 简, 蛇往来, 一世妖怪, 前四打杀, 其蛇咸渊, 素于言, 摩天子, 赤食者追利昌魂至名思, 令蛇缠身是孽, 苦痛难忍, 利昌乃竹托梦告七约, 我再生打杀一, 蛇, 其本要听经百卷, 可以生疼, 只欠七卷, 我不, 何打杀, 经比蛇苦楚不可圣言, 可与我请僧写的经, 刚经七卷, 公就佛前忏悔, 已就道玄之恶, 七绝, 而亦其梦, 欲依血经, 奈何口食不给, 被增悲苦, 有南明森户, 方年五岁, 问母何事悲哭, 母说其由, 森户及达母曰, 何不将而卖雀, 已就其父, 于是耿叶豹而出世, 卖语淑客, 的前两贯, 与子分, 离, 五内痛歌, 竹请僧写京七卷, 对三宝前苦心道, 祝, 一怨夫立昌臣经功德, 解释冤由, 二怨母子在, 的相见, 自别之后一子目盲, 但每日诵念金刚经, 求其于是, 其子随刻网述, 移去三十年, 祭父母聚, 王, 忽念亲母, 卖我血经见父, 至今不知存亡, 岁, 收拾家资, 赴回江陵寻母, 为吉之鉴, 买宅暂居, 呼吁劫辣祭祖, 就摘求其老玉树人, 来则诵金刚经, 一卷, 起义回向, 僧护云, 我幼年丧父, 我母将, 而卖身见父, 金的回乡, 寻母不见, 愿得父母同祸, 超身, 树中一婆婆, 便叫狼君, 我是乳母, 乳, 年五岁, 卖你血经见父, 见有卖劝在我住处兰儿内, 僧护所劝独之, 悲喜交集, 焚香拜告三宝天帝, 神指, 金的母子相见, 原母目盲, 不能见子, 遂取, 水漱口, 宫对天帝之前, 与母士其目, 左右皆明, 遂得母子团圆, 以印象年之所导也, 观者无不感叹, 任无娘, 唐龙朔元年, 洛川景德寺比丘尼房, 有女时任, 五娘, 四义, 其灵座公养, 金月于, 其弟妹妹夜听, 得灵座有身影之身, 出圣孔, 因焚香问之, 灵吉达, 约, 我再生不和犯五重罪, 以不和再防飞味, 而, 好食牛肉, 三座蒋五谷, 四交泼根汤, 五杀害众生, 又将活于作快, 凡被杀众生, 竟在阴丝, 要我逐, 一场宝, 精准研磨天子赤, 令我受刀灵剑术地狱, 一日一夜, 万死万生, 痛不可忍, 即今身上有刀漆, 眉, 痛入骨髓, 我目告明思鬼利, 有何因缘, 能, 免此苦, 鬼利达曰, 如身前所造恶业身重, 受, 此地狱, 若要脱离, 必得阳间孝顺子孙, 未写的经, 刚经七卷元臣, 可免此苦, 答曰, 别无子孙, 只有亲弟妹在家, 求暂停苦, 愿放回求救, 蒙许, 而归, 望弟妹以骨肉之情, 将我身前一下一姿, 便, 卖的钱, 舍入净土寺, 求宝献大师为我写经一七卷, 宫对佛前, 忏悔杀身种种无边重罪, 愿得早离的, 欲心酸之苦, 于是弟妹岁依所主, 即为出卖遗物, 命僧血金刚经, 财的一卷, 名思玉利奉天子赤, 即与任五娘身上抽出一刀, 血经七卷圆满, 其刀尽, 皆抽气, 臣此大臣经功德, 凡此所报身灵, 西的解, 脱, 若身善道, 其刃五娘业障冰箫, 出离地狱, 九, 的仁天, 一日复来, 拜谢弟妹, 方玉祥问, 遂一步, 建议, 白人哲, 唐龙朔中, 白人哲为国州珠阳县位, 蒙茶韵米, 辽东, 过海, 呼吁恶风, 四望昏黑, 人哲与何传人, 从八十二人, 进阶幽聚, 人哲平息持念金刚般若惊, 智诚有感, 当时整理身心, 焚香看诵金刚经, 为, 中卷, 忽如梦寐, 见空中有一瓣森, 身放五色光明, 为人哲约, 如等八十余人, 素有恶业因缘, 经, 日剧当梅逆海中, 吉木海内鬼神罗沙等众, 闲似, 求其辩, 树内只愿人哲平日持金功德, 金蒙玉帝, 有斥, 便告龙王水辅神指, 树的免此逛逆之祸, 五, 特来报辱, 物质幽宜, 须于风田浪静, 八十余人, 巨的寄案已, 司马乔卿, 唐永辉元年, 司马乔卿为大理斯, 执丁慕幽, 哀会鼓励, 拉写写金刚金一卷, 才必, 呼目上身之, 草三金, 长一尺八寸, 绿金珠盖, 取而复身, 五魁, 唐天宝年中, 长洲疑心献人五魁, 每日五根, 公救佛前, 诵金刚般若经一七卷, 兼礼拜念佛, 魁, 有施约, 五根中动莫贪眠抖擞精神向佛前, 一拜一身弥陀佛花池以众一支莲, 每日修行, 年至九十二, 呼别儿女, 无极告终, 四, 见二使者, 引见阎魔天子, 问魁, 在身作和善业, 对曰, 自幼至今, 专念金刚经, 天子合掌, 命魁作, 朗诵一卷, 方念志在舍为国, 口中集出, 妙香, 见佛显现, 王不胜欣喜, 为魁约, 君有斑, 若知公, 吾赤送入身舍为国中, 成品换之后, 守其, 绝路, 享富贵福, 子孙荣显, 使者奉命送魁, 母, 过旧舍, 旧空中报儿女曰, 无得念经之力, 阎王, 赤令无身舍为国中, 特来相别, 如等一寿持金刚经, 吉法华经, 应辅身尽此二经, 若不能受持, 以珠花, 香, 恭敬恭养, 得福无量, 人不得杀身, 蠢动寒灵, 皆有佛性, 买命放身, 得长寿报, 儿女闻之悲, 哭, 曰, 不用伤感, 人生世间, 有一善可平, 命, 静如夜眠天晓, 还见日月, 一向在恶, 闭入黑暗面, 知, 言气不见, 偷马贼, 唐大利中, 太原偷马贼乌一笑莲同情, 考略寻, 日, 不胜苦楚, 并无朝辞, 推力以其为冤, 未沉闻, 暗, 笑莲砖持金刚经, 其身哀切, 昼夜不息, 呼一, 日, 有竹一段, 两头有结, 堕于地上, 不知从何处, 来, 众求皆争夺看, 转至狱族之前, 仪式藏刀在内, 对众劈开, 视之, 乃有金刚经中半计, 云, 法, 上映舍, 何况非法, 众皆恶然起敬, 贼手回过, 应得放焉, 周伯玉, 唐大利十一年, 为周别嫁周伯玉, 日常持念经, 刚班若波罗密经, 公司不亦其心, 以为功可, 一日, 呼见范森来前, 伯玉问曰, 是何尊者, 答曰, 无事班若会上须菩提也, 未辱诵经数年, 习乎布, 断肉时, 辱若至心求佛道者, 必须常摘断肉, 伯, 欲自此断肉书时, 转家精进, 诵池般若尊经, 函数, 不作, 王呆志, 乐禅师应验续约, 习唐时, 有王呆志, 传志汉, 江, 祖风, 波涛汹涌, 四面昏黑, 强其脊催, 危险, 知甚, 满船金黄, 性命莫保, 呆志一聚, 不得已, 岁江平日池送金刚班若金一卷, 抛弃江中, 岁的风, 浪平静, 呆志为日生意词经, 受持年远, 郁郁不乐, 经设两月, 方道正将, 见周围百步许, 有一物四, 求之状, 出莫无时, 众以其意, 呆志差人换于人取, 诗, 乃罗斯, 滚成一团, 割之, 外诗内干, 呆志用, 手分开, 试之, 乃是向日所抛之经, 毫发无损, 呆, 至今喜拜受之, 且探约, 汗水会于酒浆, 至南徐, 动数千里, 舟船往来, 不可数计, 然未闻所持之经, 自笔之词, 罗斯一见而不舍, 其为名耶, 立耶, 财耶, 色耶, 将必求托轮回生死者也, 呜呼, 万物, 之中, 为人最灵, 有避世不闻世经, 有闻而不见, 见而不信, 信而未名利财色, 亦其心不能受持者, 上罗斯之不若也, 为之最灵, 属与之灾, 时送绍兮, 七年, 岁在丁亥, 中秋念五日, 歇首萧子树, 前思, 唐甘元年终, 广州僧前会, 自幼受持金刚经, 寒数不易, 英语资俗数十人, 泛海往南安都互辅, 忽执风涛大作, 打坏船只, 满船人距梅海中, 为前, 会在浪中偶遇一从彭蒿, 自身见至彭蒿之上, 随浪, 三日三夜, 方得祭案, 仔细是其薅中, 乃见金刚经, 一卷, 并无烟师, 前会拜寿慈经, 京城供养, 日夜, 寿池, 年至百三十岁, 端座告终, 其经本自出, 香, 烟剑成五色云气, 徐徐上身天界, 大德森众与大首, 官僚, 远近资白, 闲住此处, 四经来下, 至一日一, 夜, 莫知所知已, 斗公主人, 唐城国斗公主人, 卢氏瑞公宽之魅也, 平日好, 善, 信罪福, 常诵金刚般若惊, 卷江中, 有两三分, 呼头藤大作, 自念躺死不得中卷, 立即锁足, 要, 序圆满, 而火熄灭, 必使空回, 夫人叹息不已, 呼, 见灯聚, 见刺身堂, 直入卧处, 去第三尺迹, 又无, 人直视, 光明若骤, 夫人惊喜, 及取经看之, 有请, 家人钻碎的火, 烛光即灭, 自此病一全, 日送五, 卷, 一日瑞公将死, 夫人往行事, 宫卫夫人曰, 无媚送经经客, 名思助记姓名, 又天侠算, 一日毕, 有好果报也, 夫人受至九时, 无己所欲, 端作而, 终矣, 三刀和尚, 唐朝催昭, 未受周拉使, 有一剑儿, 犯即行, 处决之计, 差官力压往事曹处斩, 连施三刀, 其刀, 自折, 拉力问剑儿曰, 如有何数, 答曰, 无, 他数, 平息专心持诵金刚般若金, 遂差人取经来, 看, 即开函事之, 乃剑经本已作三段, 痕迹分明, 拉力剑之, 何掌欢喜, 赞叹约, 常闻此经有不可, 思义功德, 经果若是, 遂免其罪, 剑儿求出家位, 僧, 拉力及师度蝶, 好约三刀和尚, 奸行力, 唐奸行力, 闪周人, 不识一字, 常庆出, 常随, 善有口受金刚般若金, 的一年, 自能背诵, 识获位, 凡生道处, 及奉金本, 饭香持送, 一卷一日, 偶饭匹驳三百余罐, 往他周货卖, 经过郡岭, 撞剑, 强贼人, 各持刀杖, 来赶行力, 香妾约重五十斤, 及弃之, 镜头领下身剑侧臂, 忽见空中有一金刚神, 以手指行力, 只觉身在水面上, 如行平地, 众贼, 见相符, 遂及取之, 及举甚重, 不能起, 贼皆惊异, 却在领上招手, 换行力曰, 你上领来, 我若杀, 你, 如杀我等父母, 行力即上来, 贼再三寇问, 如有何幻术, 答曰, 非有幻术, 恐是平日专, 新持诵金刚般若经, 为佛神力感应, 故有私灵意, 贼遂令行力开箱是之, 乃见五色光明, 陷于其上, 众贼皆和掌悔过, 遂舍一百贯文与行力, 经前去, 受持, 众人发怨, 弃枪刀, 更不做贼, 俱改恶从善, 以, 灵幽, 是灵幽, 在京大新善四出家, 长庆二年报亡, 已经七日, 体质为暖, 而未病之, 自见二使, 引见, 研磨天子, 赤问幽, 在世袭和行业, 幽对曰, 平森一身长持金刚般若经, 天子合掌, 赐作命, 幽朗诵一遍, 地狱煎熬垂除之苦, 一时停息, 诵经, 毕, 天子在问幽约, 念此经中而少一章, 诗寿和, 中, 经家辱寿十年, 归是劝人, 寿持此经, 真本在, 豪州中离寺, 在碑上, 幽济还魂, 巨鹿表奏唐天, 子, 凤赤差中使往豪州碑上看此章, 在, 无法可说, 世民说法, 后增, 而实惠命须菩提, 道, 如来说, 非众生, 世民众生, 世也, 世民训, 唐永辉元年, 世民训报死, 苏云建二清一引致, 明王, 问, 一生何业, 迅达, 但诵金刚经, 王曰, 善哉, 若诵满十万变, 明年必生净土, 弟子不见诗也, 乃放孩, 迅自此欲加精进, 至尔, 年三月促, 四众贤闻一乡, 苏仁清, 唐武德年间, 长安苏仁清, 有妇, 前身长于阴, 辅借过寿生前, 得托身处, 是享富贵福, 阴寻不曾, 达海, 自死之后, 舵侧中担妇杀时, 臭惠眉身, 瘦, 无量苦, 诱人倾在身, 是其豪富, 不知惭愧, 自义, 宰杀朱阳, 烹炮悟命, 盖因被杀众生, 各经因俯陈, 素, 又富悠险灵止, 助记罪恶, 致蒙因私追路, 人, 清魂时收戏在狱, 遂使阳间受朱重病, 整卧床席, 经年不挫, 以示杀生恶业, 减算妖王, 见二使者, 压见阎魔天子, 天子赤曰, 缘辱前身修善, 以至, 今生富饶, 辱经自义享福, 不识因果, 杀害众生, 遂使减算绝路, 令狱族驱至刀山剑术之上, 长珠, 恶报, 于是张皇恐怖, 仰告王曰, 念人轻生前虽, 不曾看经作善, 长师才请赎金刚经一卷, 舍于安国, 四僧神尽受持, 此僧千画矣, 岂无报应, 须于有, 一乡吩咐, 见僧神尽守执金刚经, 直至天子殿前, 言, 平僧久与人轻受持此经, 至有般若之功, 于, 士特来告王, 愿赐慈悲, 再放人轻还魂, 改恶从善, 王集合掌, 判人轻家五十年寿, 复归阳间, 因, 得环魂, 相邻远近见闻者, 无不惊叹, 各界杀身, 回心向善, 人轻得活, 发心印施法华经一百步, 经, 钢经一千卷, 摘森一百元, 修设水路大斋, 做诸功, 得, 呼叶梦王妇, 言, 我受地狱苦无量, 谢乳修, 行佛法, 功德之力, 我已得身天界, 乳若为我将田, 百母, 舍入四共佛斋僧, 此功德不可思议, 功超妻, 祖, 福吉子孙, 人轻岁依王妇所主, 已满心愿, 杨巡, 唐大立宗, 奎州推思杨巡, 长持金刚般若, 处, 新正直, 积累阴功, 感动穷明, 有自年二十三岁, 习科举业, 一日禀赋, 预入市场, 赋云, 辱学位, 冲, 不可, 其父当夜梦一金刚神, 为寻曰, 如, 念经英智有感, 无特来报, 辱子将来必贵, 若应科, 举, 须改作洋庄明那事奏, 无厂屋中柱子毕业, 寻记得梦, 四日令子作洋庄明那卷, 果的第六名, 四年复省市, 庄自梦建议金刚神, 宇庄曰, 今年, 审提, 乃是, 行王道而亡, 如可欲留心意, 切物, 漏写, 正式之日, 果如其梦, 市中第九十六名, 吉殿市壁, 市官那三名卷子御踏上, 择日拆号唱名, 庄在梦神宇曰, 辱策甚好, 却不忠主文义, 打, 在第五甲, 无精将乳卷于御踏上换了第一名卷, 后, 日唱名, 辱印夺天下都魁矣, 原辱父子平息念经行, 善之宝, 至思, 果印其梦, 史言文推思扬寻子, 中天下都魁, 请寻赐作, 另寻解职, 寻告史君曰, 念寻平日养托二天之弊, 奉公四十年, 家无资产, 为基因得, 留得三个千囊, 起胎只取来, 当听, 开看, 第一个有三十九文当三钱, 第二个有四千余, 文折二钱, 第三个计万数小钱, 史君不知所以, 寻, 曰, 每年成居看公事, 遇见有死囚, 想其情理, 可换定为留罪, 即投意当三钱, 有犯留罪者, 定为, 徒罪, 投意差二钱, 有犯账罪者, 量轻或释放之, 便投意小钱, 又美孝周虎, 形态上感应偏十种利益, 一, 收接是浅气婴孩, 欠人看养, 四年十五愿, 时任者, 还父母团乱, 二, 每年冬十一月初三位, 时, 收六十以上, 十五以下乞丐平仁, 入本家养祭, 愿, 每日给米一生, 前十五文, 至二月初三日, 以, 满一祭, 令其自便求成, 三, 普师应验汤药, 九, 人极苦, 四, 师关目, 周极无力惊颂之家, 五, 有女史不忠实患, 不计生前, 量给一姿, 从便改, 甲, 六, 寻处于世, 专一戒杀, 救护众生, 欲有, 飞走悟命, 买赎放生, 七, 美玉荒茜之年, 其良, 十贵敌见敌, 圣祭平民, 八, 应有四官甭损者, 未修理之, 圣相年身剥落者, 未装饰之, 或桥梁道, 路沟渠不通者, 贤味致焉, 九, 有远相适夫, 可, 屡流落者, 真量远近, 以住果粮, 而周令还乡, 十, 寻田居推思, 凡玉死求, 待已复生, 常推几集, 悟, 寄人之集, 救人之为, 感动穷仓, 四寻南京日, 夺天下兜魁, 皆因寻平息奉公行善之所致也, 其感, 舍宫门退职而自求安逸耶, 有诗二首, 以臣使君, 诗曰, 魁俊阳装作状元魏文思全四十年, 推秦带活人无数累积因宫赶上天, 人到宫门不可入我到宫门好修行, 若使屈直无颠倒脚踏莲花步步生, 何证女, 何证妻流逝, 年二十六岁, 生意难得两周, 一, 女方周满, 忽叶梦入民思, 判绝流逝来春三月命中, 绝后思之, 幽黄涕气不已, 其夫与亲属贤问哭泣, 知音, 达曰, 长梦入民思, 判我只有半年在世, 至其果死无憾, 但愧儿女无依, 呼一日自省, 随, 命画是会画佛菩萨像一轴, 恭敬恭养, 断除昏酒, 昼夜宫对佛前, 经触持念金刚般若惊, 回向发愿云, 唯愿我佛慈悲, 增言是寿, 若满四十五岁, 而女皆有取嫁之旗, 辞入黄泉, 义字明目, 每日专, 心持念, 至三十八岁, 而得曲父, 即四十三岁, 女, 得嫁人, 以满所愿, 至太和四年冬, 恰满四十五岁, 西舍依资, 庄严佛像, 为善俱毙, 一日便告骨肉, 清元曰, 无死其已至, 何诊已为鬼魅所禅, 不, 信有词, 岁除日, 刘氏自请大德沙门, 之对三宝之, 前, 受以八观斋戒, 沐浴更衣, 独除一世, 加夫儿, 作, 高声宋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宋碧既然无声, 而女亲属俱入世看世, 端然而作, 以化去矣, 凛然, 如声, 为顶上热而着手, 凡似众是数见者闻者, 无, 不归尽三宝, 赞叹西有, 其夫何诊, 亦依王森之礼, 银塔安葬于金之北锅, 军校, 唐甘福年间, 眼周都督使崔尚书, 法令圣言, 有意军校, 衙参不道, 崔公大怒, 令左右斩之, 其, 军校旧路, 颜色全然不变, 重获一支, 当时斩气, 至三根, 军校睡觉, 只见身体握在街上, 遂走归家, 妻儿皆惊骇, 恐是鬼魂, 为妻子曰, 我非鬼也, 初被斩食, 如醉梦中, 网之所以, 惊呼睡觉归来, 举家欢喜, 明诞至仗前败谢, 催公金额, 未曰, 如有何数, 金赶赴来, 军校达曰, 素无他, 数, 自幼至今, 每日持念金刚金三卷, 左朝诗小, 诵经过期, 有犯君律, 催再问曰, 如之斩时否, 达曰, 出鸭出几门外, 只觉身如醉梦中, 都, 不记忆, 又问曰, 如所诵之经在何处, 答曰, 在家中佛除含内, 催及令取来, 即开含, 指, 见五色豪光, 取经看时, 以作两段矣, 催大经义, 义自回过, 辅慰君孝曰, 我予如必伯, 可买迎伯, 欠写此经一百卷, 就严寿四, 命僧看念忏悔, 一时聚散师, 流经十卷, 供就本寺佛殿供养, 人领, 图画旧路之处, 并斩经之相, 以张灵机, 孙翁, 唐正合中, 珍州石将孙翁, 每日持念金刚金三, 卷, 一日同三十余人入山凿石, 呼山崩, 静丧其中, 为孙公在石下处的活, 经一十二年, 因子孙凿石, 穿透, 见翁端座, 容貌如故, 子孙经拜, 问翁何, 以得身, 翁曰, 长池金刚金, 又问鸡否, 曰, 使出应吃一个苏饼, 至今不羁, 翁问曰, 我, 习所看之今在否, 子孙答曰, 有, 岁还家, 摇取金看, 尚有一圆孔, 恰如苏饼大, 凡见闻者, 无不赞叹此今有不可思议功德, 能救护孙翁鸡可垂, 死之患难也, 流线令, 习皮山流线令, 为官清廉, 家法圣言, 日诵经, 刚经三卷, 寒暑不绰, 前任运司穆官, 同期南月, 梦见一森从空而来, 云, 有事貌于尊厅, 平道修, 行六十余年, 盖因是原未了, 在令出世, 念河下善, 根成熟, 特来一头, 愿收禄, 流约, 寄蒙不弃, 无令见教, 其僧便入卧房, 流怒而觉, 四日, 其妻分眠的身一女, 聪慧过人, 年七岁, 不曾从师, 经书皆通晓, 随父日诵金刚经, 未及月余, 便能, 按诵, 父母圣喜, 年灯十九, 引勇成章, 女婴幻方, 月, 直下月, 呼作文睿诗云, 昨日曾为宇君其今朝善自入罗为, 欲体任君时一宝游做交身体阿谁, 其父听得大怒, 患出听前, 身则情义, 欲置之死地, 母鸡来就, 询问其由, 女曰, 昨夜闻重叮我, 今朝作诗, 别无他事, 母鸡去白妇, 说其应由, 妇曰, 汝记在世, 安德有词等语, 句句有情, 女告父曰, 不然请提, 奴别作四句, 父将剪子, 为题, 女随口便答曰, 有情两骨和无情两骨开, 快从腰里取长短刃君才, 父微笑不语, 女便入房, 所欲更衣, 初听白妇, 念奴逝来, 几乎不得其死, 不如及早拜慈父母去矣, 英诚颂曰, 十九年来做客清静无花无意, 寥寥分明归去一任东西南北, 生也了死也了不论年多年少, 今日波转玉真空一轮明月清角角, 苗也难苗画也难画, 满头插花盘膝作画, 宋陈信, 宋绍兴二年, 有宋陈信, 居秀周华亭县, 阴患, 藩未知己, 数年百药不能治疗, 忽一夜, 梦见友依, 范森, 未尘信曰, 乳乃素是冤, 铁, 曰加薪, 碎至, 今生受诸病苦, 乳之否, 应有世间男子妇人, 或疯, 贪, 或劳博, 或忙龙英雅, 或病缠身, 今年累月, 枕卧床席, 将死不能, 弃绝者, 其魂灵射在阴丝, 考笑前身今世所作罪恶, 因缘果报, 毫发无差, 若, 有奉施金刚经, 或自他书写, 或必是受持, 才举心, 动念, 遂或因辅观草, 检查善功, 先放魂魄附体, 赐欲良衣, 其病疾悦, 睡觉醒悟, 明淡令七焚香, 宫对诸佛菩萨之前, 发愿甘许奉施金刚般若精一, 千卷, 兼自尽行受持, 而后又赴梦见有益金刚神, 四药一丸, 令晨性吞之, 四日其病疾挫, 将养月余, 身轻体健, 容貌精神聚获附酒, 凡见闻者何掌称, 探, 此今有其死还生之功, 可不戒且尽灾, 唐真, 宋唐真, 乃绍兴福会基线押育, 日常持宋金刚, 金三卷, 寒暑不易, 绍兴八年, 同处寻珠帽偷巨观, 前, 视觉, 由献身解本府, 照相公判宋司礼院再看, 唐真等至, 叶梦一金刚神, 宇真约, 辱的平日, 持念金刚经有感, 辱但放心, 临断之计, 无当住香, 宫审彼, 先判处寻珠帽, 各掘几账, 配灵舟, 辱绝, 账一百, 回奸, 四赃足日陈放还家, 睡觉, 再三, 思量, 我既未守, 所犯行明, 其罪是一, 安有轻, 重灾书, 不可笑, 以至灵决断之时, 逐一果印其, 梦, 毫法无差, 所见所闻之者, 嫌疑其矣, 方之经, 刚斑若之功, 有不可思议者也, 遂感金刚神力, 明, 铸造相拱之笔, 附和一哉, 而后发愿印施金刚斑若, 经三百卷, 竟是专经受持, 受至八十五岁, 无疾儿, 中, 王室, 宋少兴九年, 明周王室, 日常持金刚斤, 樱夫, 待往其周刃所, 身怀六甲二十八个月, 不能分娩, 又已多病, 行骇雷兽, 身律生产之时, 子母男权, 幽黄不已, 一日以门而立, 偶见一僧, 教化约, 同增福利, 王室将前舍施矣, 僧云, 娘子友善, 根, 何不印施金刚斤, 若发心印施的一千卷, 见世, 增严福寿, 父母子孙团圆, 所愿皆岁, 伏及七祖, 先王一切眷属, 贤货超身, 王室猛醒, 依僧所主, 遂印施金刚斤一千卷, 摘僧一千元, 就念经一千, 卷, 功就天宁寺, 对三宝钱忏悔, 求愿保佑生产之, 日, 子母双全, 早期赶阁, 斋坝还家, 置业三根, 得梦, 自建一金刚神, 以处置王氏父, 其疼不可忍, 急绝, 以生二男子在床, 相貌圆满, 令人爱悦, 养及般若之功, 天神为护, 报应之素, 王氏记得母, 子双全, 不胜心性, 而后专心其素, 诵经不错, 年, 至六十一岁, 无疾乎而身亡, 自建二使者引建严魔, 天子, 赤问, 汝在身座和善业, 王氏答曰, 自幼持念金刚般若惊, 至今每日不缺, 天子赐经, 床与王氏, 就殿侧座, 朗诵一遍, 地狱辛酸之苦, 一时停息, 诸授地狱之人, 普瞻恩利, 天子在问王, 是, 何不颂咒, 答, 世间无本, 赤令鬼利, 于藏中取咒本父王氏, 主曰, 辱归阳间, 辗转流, 通, 切勿以罪, 天子又曰, 王氏向后寿终, 谨, 生极乐世界, 不负再来此处矣, 补阙真言曰, 暗呼噜呼噜涉涉液气沙喝, 一回向真如实际心心气和, 二回向无上佛果菩提念念圆满, 三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同身净土, 诸敬世, 宋朝苏州府诸敬世, 福如衣冠, 习举世夜, 平, 习往知佛法之妙, 一日咸游, 偶至胡秋寺, 正直佛, 应禅师讲眼睛刚斑若惊, 智, 一切有畏法, 如梦幻, 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坐如世观, 诗诸一解说佛, 法大义, 诸闻之圣喜, 自念平日未常闻此佛法, 身, 游礼焉, 习乎圆满, 欢喜回家, 四日无刻, 呼睡去, 梦一鬼立, 压五个罪人, 诸一随后, 约行二礼许, 见一大街, 入巷门, 挂青不连人家, 鬼立接连, 罪人接入, 至厨房, 建造上桶内有汤, 罪人接去吃, 诸一绝可, 方欲饮, 被鬼立喝住约, 听佛法之, 人不得饮, 因此惊觉, 心疑此梦, 信步行至大街, 入巷, 果有人家与梦中无异, 诸寇门入, 其家主, 翁见静世至, 急忙相接, 诸问, 是来使宅厨房, 有何动静, 主翁遂问家人, 言除下方养得六个小, 犬, 内意眉死者, 诸籍金黄流汗, 自卫若不得闻佛, 法之力, 岁入苟胎, 化为处类矣, 应弃其旧席, 专, 心持念金刚般若惊, 寒暑不错, 受至八十九岁, 宫, 行圆满, 于八月十五日, 便请诸山师得到有亲朋乡, 宋, 就身于后园树之梢上, 说似聚迹, 与众相别, 端然立化去矣, 寄曰, 八十九年诸公两手批破虚空, 教导拂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 扬眼, 宋甘道七年, 三月十三日, 左中泰夫龙图隔呆, 智体举幼神官养眼, 何王之子也, 偶梦见父何王邪, 母夫人, 龙徒审计考彼以弃诸姑, 恐及去, 肯留尾, 十月之款, 何王许之, 龙徒再败, 劝酒委屈如生之, 礼, 龙徒弃, 何王及夫人义气, 龙徒饼考何王, 寻常所修功德, 稍陷浅淺焉人物, 用得否, 何王曰, 用得, 再问, 世道功果直胜, 何王云, 一日但举手翻覆, 龙又问, 世间经文俗胜, 何王答, 因辅身尽重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如若, 未无印尸的一千卷, 最为第一, 龙徒意味欲名气, 即对云, 荣造已现, 何王曰, 可, 时已, 木义, 请客有一集足从水中行来, 报复有石有金字, 排过楚州, 龙徒在柄, 大人精在何处, 何王云, 无管的布, 方圈炼间, 忽然睡觉, 不甚悲感, 泪流整袭, 碎念和王英爽不媚, 神色如深, 盖河, 王位宋大将, 立百战刊定祸乱, 大功不一, 受降补, 杀, 全活胜重, 入户殿垂四十年, 未尝望行义人, 忠厚名术, 宜的功德之著, 有所主宰, 且悟人间所, 修功德, 看诵金刚经文, 所焚名气, 应辅皆得用之, 又知善恶报应, 名阳一去, 无见彼此, 一族一劝, 视之为善者也, 龙徒公睹世家世尊降生之日, 久禅, 福姿四, 修设天地名羊水路大斋一会, 即斋僧若干, 如法修礼金光明三得妙颤一期昼夜, 命僧看诵金, 刚斑若波罗蜜金一藏, 继五千四十八卷, 用姿二清, 名符也, 陈菊周星, 宋纯熙元年, 扬州府辰局周星, 自幼日宋金刚, 金一卷, 公司不亦其心, 长城太守莫对差心机必薄, 乡竹受礼约有一千余冠, 网行在宋朝贵生日, 行至, 瓜州渡客店玉三家投诉, 其夫妻建成局行李重货, 换凶欲二谋一商量, 夜至三根陆房, 将周星前的打, 杀, 离殿五里续, 埋在陆磅, 行李财务, 进行结议, 原城局过线, 回眨眼影咬魔所归, 其妻子被关服, 两次监禁账线, 书经一年, 时难追货, 后应太守备, 照复行在, 一行人从起尘, 为乃道瓜州渡, 尚有五, 历许, 忽有一朵莲花, 拦在路上, 太守令从折折之, 刀着意不断, 遂觉至四五尺, 只见一死人, 其莲, 花从口中出, 众人庆护取出, 仔细看时, 上字眼洞, 在三首逝去, 逝周成局也, 许到人家, 以周徐徐, 条里, 四日方能言语, 云, 贝克殿玉二等结词, 埋得已得十六个月, 太守经问, 应圣活, 且不, 鸡, 达约, 得日前持送金刚经历, 被埋在地如, 梦中, 见有一金刚神, 将一朵莲花插在周星口中, 至今不觉饥渴, 太守和掌赞探云, 常闻此经有, 不可思议功德, 自愧将娶妻子经年监禁, 回合即已, 且凭日所理公案, 不无冤枉, 即宜叠扬周福官, 请宿未释放周星妻子, 历便差人追捉玉二玉三病, 七等人, 就问明白, 玉二等招福, 打死周星, 结了, 颈断食匹, 成香一块, 受竹食根, 并献受礼物等款, 成, 据陆文奏, 奉旨意的, 周星成佛法功得利, 故, 神天守护, 今已得活, 其玉二玉三谋结, 罪情时重, 若与待命, 律后再有阴谋害人, 并与重账处死, 其七绝己二时, 边管海外君州, 永不放海, 善计有, 报, 其恶亦然, 可不戒灾, 郭成思, 绍兴府寄居郭成思, 新除温州参军, 将遇之任, 清一天宁寺佛菩萨之前, 焚香发愿云, 窃家九口, 赴任温州, 一愿道任, 何家不食牛肉, 二愿掌全处, 正, 常行方便, 训念孤平, 寄人之吉, 救人之为, 四考满还香, 适舍财经, 书金刚班若经一卷, 供入, 佛殿, 永远供养, 后得三考满, 与同僚官司法原真, 狄宫, 贡买周舍海还香, 参军家眷居船前舱, 司法, 居后舱, 行至少欣甫戒手, 偶执风涛大作, 四面昏, 黑, 众皆经聚, 只见海内鬼神, 将船凿位两段, 锅, 司沉前舱, 风帆顺便, 竟直到岸, 司法后船, 人口, 行礼进阶尘逆海中, 盖元司法任正训司, 傲曲坐职, 至朝此报, 郭参军丙心良善, 奉公执法, 誓愿救, 人又成金刚班若之力救护, 贫富还乡, 善恶报应, 如指珠掌, 见者闻者, 无不感叹, 赵碧, 四周书生赵碧, 赴经应举, 其妻已亡, 后赵碧, 吉地还乡, 离家时礼许, 似梦飞梦, 见王妻在路邦, 哀告圣妾, 云, 念奴在生之日, 杀害悟命, 美, 鱼蟹出之时, 买坐醉蟹, 自义食淡, 自死之后, 准, 研磨天子赤驰入蟹山, 被群蟹浅起眼目, 即便生流, 血, 昼夜受苦, 又生前不合土酒于残影圣斩脚, 因, 司机聚五十九斗七生五合, 使奴阳寿, 先减一计, 又寿三七日大地欲苦, 再准王赤, 若欲力奸奴卖酒, 以四无常鬼追到王魂, 聚乐来买酒, 却救奴身上, 拉血硬卖, 生河物要补田园树足日, 别寿地狱, 经, 文夫主集地荣归, 特来哀告, 应辅申尽书写金刚斑, 若经, 其将奴房连变卖, 若为奴血的七卷, 账此斑, 若知公, 时可就拔地狱之苦, 其夫允诺, 才到家, 即便舍财, 请森写金, 方了两卷, 一日被祭祀礼, 为妻上坟, 方道目测, 忽见一老翁, 言, 无事, 小神土地, 辱七尘血经功德, 昨日无时, 准言魔王, 是, 上身天界, 地下不负见乙, 其不见佛应禅师, 借沙文曰, 灵甲与毛珠品类, 众生与佛心无耳, 只为当时错用心, 致使今生头脚异, 水中游, 灵力, 戏, 何忍将来冲日记, 磨刀煮火或盐机, 口不能言, 眼还去, 或锤刻, 或刀拿, 迁入或汤生可味, 追寻, 毛羽阔皮林, 刮几弯心有吐气, 美军侯, 夸好味, 劝子劝七严峻力, 只知自信纵无名, 不惧因丝毫法, 即, 命财中, 冤对质, 面赌严望真敢会, 从头依依, 报无差, 如炭或汤何处必, 劝贤豪, 须戒记, 莫把, 众生当容易, 时他亦乱乱还他, 古圣贤言中不为, 戒杀奸能买放生, 免入阿比无见地, 又满亭方词, 灵甲何多, 羽毛无数, 勿来佛性, 皆同世人, 何事刚受口头肥, 痛把众生剖割刀, 头转仙血飞红, 灵炮碎至, 不忍见躯, 浓喉龙燕霸, 龙肝奉碎, 毕竟无踪, 慢雷的, 身前妖兽多凶, 奉劝世人醒悟, 修自意, 及脑炎翁, 轮回本来面目, 改换砸时钟, 李玄宗女, 金周江陵李玄宗女, 年十三岁时, 梦见一范森, 为女约, 如有善根, 何不持念金刚经, 又云, 世间若有男子女人, 每日尽心能送一卷, 阳间, 增严寿算, 百年命中, 及身天界, 若能就尽般若, 一道涅槃彼岸, 或有看经, 虽未援救, 死入阴府, 不能居禄, 即盼身富贵之家, 受诸圣报, 玄宗女, 一僧之主, 日诵三卷, 年二十四岁, 不愿有家, 呼, 患伤寒, 三日而醋, 有二十者, 引荐研磨天子, 照, 堪其女无罪, 即见女子头上有佛显现, 王云, 此, 女记有般若之功, 即盼还魂, 临放时, 王主曰, 辱妇有愁愁, 遂使阳间, 先捡二记之寿, 不久追, 入阴司对阵, 因辱妇好将活于切块, 今有余七千余, 头, 壮素所命, 辱若不幸, 归阳间问父, 每夜梦见, 落在网中, 日日头痛, 此事于求报也, 女的还魂, 以阴服侍, 逐衣白妇, 其妇闻之, 金黄无措, 碎, 童女往天宁寺大佛殿内, 摘森百元, 发愿断除昏酒, 手写金刚斑若金四十九卷, 写金已闭, 玄宗呼一, 夜梦见有数百亲一童子, 拒败玄宗, 口称我等昔日, 被军杀戮, 各经因辅宿其冤, 所军性命, 金蒙写金, 功德, 我等贤臣善力, 出离三途窟去, 各得往生闪, 道, 君济誓冤, 因私父还元寿, 又天霞算, 玄宗闻, 知, 不甚欣喜, 自耳持诵经文不错, 为善不费, 守, 至百二十岁, 无疾所欲告终, 王迪宫, 现为王迪宫, 好因猎杀害众生为乐, 有妻在家, 日诵金刚经, 一日七正念经, 见夫出猎方规, 其, 其苦劝夫, 从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同念此一分, 不, 肯中卷, 进入厨房, 烹炮雾命, 自意饮宴, 后过五, 年, 狄宫呼唤中风在床, 今年不月, 一日自见二世, 者来追, 令静而促, 为心头有气, 二使者引剑严魔, 天子, 怒则狄公曰, 辱祭受绝路, 何不服上增修, 却好杀害生命, 减算绝路, 令欲屈入获汤之内, 其鬼力简步, 告王曰, 此人虽有杀业, 善极众, 如山, 生前常得其妻劝念金刚经一分, 功德虽骗止, 众如恶步, 何与免罪, 放海阳间, 天子赤曰, 救祸汤内取一勺汤, 灵其被, 然后放海, 应得, 再活, 后患被居, 便体溃烂, 痛不可忍, 百药不能, 至, 一日令妻救佛前代八愿云, 今后世不杀身, 侯并全日, 愿自首书金刚经, 斋速受持, 忽一夜, 梦见一僧, 用手摩敌功背三杂, 至天明氏齐居以权, 更无痕影, 善恶之报如此, 逢茶愿, 逢茶愿日诵金刚班若金三卷, 年至二十八岁, 一日为国事, 修杂剧奏至地, 当夜四更, 忽见二十, 者追入明府, 引见阎摩天子, 赤曰, 汝寿何至期, 十九, 官至舒服, 远汝奏闸, 于国损名, 汝当绝路, 出算, 逢经二, 辅福告曰, 陈记阳寿未尽, 其, 赐在身, 适当必适持经, 常行英智, 不造罪铁, 有, 犯天律, 王敏其回心向善, 放回阳间, 再三介欲, 曰, 凡掌权正, 可置不一面, 日渐做事, 也必输, 知, 既不可输, 必不可作, 此言年之术也, 才举一, 善, 专明序物, 增严福寿, 若用克包之心, 上帝二, 知, 则促寿减入, 平得在身, 日行方便, 立国师, 明, 应得日者, 受至九十八, 官拜成相, 呼一日卧, 即, 有第九子方十一岁, 出厅前嬉戏, 见无数牛头, 马念玉卒, 子问诸鬼曰, 何源来此, 鬼力答曰, 我等特来迎接阎魔天子, 其子金黄, 哭入堂, 内, 已所见白富, 丞相孝儿府长曰, 身位上驻国, 死作阎魔王, 事无止也, 宋约, 修将中笔成文笔回李空王乐出家, 已发一心归大道不须六贼苦拦遮, 劝同妻妾忠臣即位即公卿一四花, 从此晚年平会见愿将名字记丹霞, 所欲更朝一作画, 又宋约, 大洋海里达古须米顶上文中, 夜静将来朔破翻身透出虚空, 将学生, 宋周将学生, 村居二十三岁, 暴击妖王, 剑儿, 使者追魂, 引见阎魔天子, 赤约, 如前身修服, 驻今生寿年八十二岁, 丁丑科富士的举, 官至公卿, 乳部和杀牛食肉, 有犯天律, 准欲帝赤, 令乳茧, 算绝乳, 乳籍读书, 其部闻海周雷语七日七夜, 天, 将食谷, 既曰, 万物为心造, 为牛醉苦性, 君看, 恨死者, 竟是食牛人, 习有竟是语性, 杀牛食肉, 是文章聪明, 毁谤三宝, 自死之后, 受诸地狱, 经便为乌龟, 王赤鬼立迁乌龟至殿下, 令将学生, 看, 其龟有九头, 头目并皆流血, 苦痛不已, 此疾, 与性也, 有义鬼立语声曰, 辱吉告天子, 改恶修, 善, 起刺还魂, 若盼入地狱, 无有出奇, 声曰, 有何门路, 愿求指教, 鬼立曰, 应辅身敬重, 书写, 书写受持妙法莲花经, 金刚般若惊, 辱若发心, 急, 或脱免, 得此岁告天子曰, 念身双清垂老, 别, 无兄弟试养处事, 年幼不知罪福, 致犯重罪, 虽读, 语性闻词, 却不曾毁谤佛僧, 济阳受未中, 起刺放, 回阳间, 效仰父母, 发愿书写妙法莲花经, 金刚般, 若惊, 必试时速, 精勤受持, 天子敏其回心, 改, 恶从善, 则放还魂, 天子戒约, 辱回阳间, 效仰, 父母, 恭敬三宝, 送持经典, 修行善业, 若再违反, 促入皇权, 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将学生记得, 还魂, 轻时灵力, 闲来询问其由, 无不惭愧, 改过, 自心已, 霍参军, 霍参军送持经刚经, 忽见厅下地裂, 涌出包龙, 图, 称无事速报思, 参军问速报思曰, 报恶不报, 善, 善者受饥寒, 恶者风依犯, 轻者难度日, 卓者, 多荣辩, 孝顺多幸苦, 忤逆人爱见, 速报思为当灵, 不灵, 唯当献不献, 即灵须显灵, 即献须教献, 愿, 四亿名言, 免是言服众生愿, 包龙图达约, 五, 掌速报思, 非是不报恶, 非是不报善, 善者暂时平, 恶者全保暖, 着逆驱恶背, 报案净超明, 第一超, 明信, 二除福禄神, 三教诀后代, 四浅祸心灵, 五, 始狂心计, 六倍恶人轻, 七虚寿命短, 八报病缠身, 九遭水火恶, 十倍枉法行, 如此是苦难, 竟是时, 恶人, 参军修问我, 照见圣分明, 一朝天地见, 晚, 服役其灵, 十曰, 战战青天不可欺慰, 曾举一早先知, 善恶到头中有报纸真来宿与来迟, 或参军在问宿报司, 阳间有森尼善有吉士夫, 离树, 有受持金刚班若金之人, 将来百年命静, 死, 入幽明, 的超身否, 包龙图达约, 用得, 张颖, 张颖年方若冠, 食宿, 常诵金刚经, 统礼徒儿, 一名张颖, 为杀诸杨树多, 被冤仇怨服宿冤, 准言, 摩天子赤, 应使物追张颖, 则曰, 辱身除世, 和, 的杀害生灵, 颖达约, 看经未悟, 不曾宰杀, 王所业静照看, 果有善根, 天子问鬼力约, 张, 颖和的寿命多少, 鬼力岳步, 寿至九十岁, 天子, 与颖约, 辱记不曾宰杀, 兼乃持金, 金乳放还魂, 颖死时, 震荡重下, 已经三期, 尸体腐坏, 不, 任在父, 后来告王曰, 辱尸记不认托, 赤使者, 即追徒而张颖来受报, 王位持经张颖曰, 辱语徒, 而同名同姓, 同年月日时, 以托彼尸而活, 徒家, 见夫死三日复审, 不胜欣喜, 略不顾, 竟走归原居, 与本期与子曰, 我在德海生, 徒家任作夫, 看经之家任作夫, 两家各阵, 孰能争别, 于是经官, 乃名准赐使判约, 身魂两身, 姓名不输, 身本, 各知, 死回同气, 身属徒家, 其性情声音, 却是迟, 经之人, 时难分辨, 养两家轮流各养一月, 人举, 时表奏朝廷, 以为喊事, 徒儿子孙, 改恶从善矣, 徐, 王家己, 徐, 王家己, 乃杭州人历, 每夜无根, 持送金刚经, 三卷壁, 方入宫门, 其家父, 一日有劫贼百余人, 进入徐, 王家己, 家, 将老小并用居父, 将徐, 王家己, 附箭舵上, 王家己, 曰, 金刚不坏身, 金如之河, 须于止箭佛现空中, 为心烧事, 众贼闲放箭射之, 连发百箭, 或中舵舵的, 王家己, 身上下具魔所伤, 众贼惊骇, 问, 王家己, 如有何数, 答曰, 无数, 每日专心受持金刚般若惊, 想是三宝龙天酒, 护, 有此感应, 众贼和掌金物, 并释放之, 陆翁, 湖州城南图护陆翁, 年二十三岁时, 门前建一, 云水森迷, 教化有缘人, 陆布领解, 森云, 辱沙, 朱阳不计其数, 何不改也, 陆约, 晨习祖也, 不忍气舍, 森云, 辱若不改, 后世必堕此类, 人被他杀, 冤冤相报, 无有出奇, 平僧官辱, 素有, 善根, 何不受持妙法莲花经, 及金刚般若惊, 辱若, 受持, 消除恶业, 增长善福, 岂不见人宗皇帝欲赞, 连金云, 六万余颜七轴装无边妙意内寒藏, 一心甘露石石润灌顶提湖滴滴凉, 白玉尺边流射立红莲蛇上放豪光, 假饶造罪如山月指消妙法二三行, 森严气, 回头不见, 露碎醒悟, 响视佛及观音菩萨, 化身来劝化我, 及请化功, 会装阿弥陀佛, 观音, 试至向一轴, 设习供养, 投师习送妙法莲花经金刚, 般若惊, 未及五年, 自能按诵, 且如明日宰杀朱阳, 积蓄, 玉叶宫就佛浅焚香, 持送莲金一部, 金刚经, 一七卷, 对佛忏悔, 口称来臣杀朱阳几口, 愿将看, 经功德超度被杀朱阳, 敬辞报身, 早生净土, 愿我, 命中之时, 免思冤对, 朝日相似, 陆反觉身轻体贱, 自得其乐, 年至八十一岁, 将死半月之前, 便请, 亲戚朋友, 世户邻居, 言在十一月初九日辞世, 至, 日, 寥备书时, 指淫相别, 至其巨富斋坝, 果能锁, 欲更衣, 端然作画, 凡事夫相有, 无不瞻仰称叹, 十周景清见, 一痛相诵, 诵曰, 陆翁处世时其灾儿女清秀孝满塞, 八十一年如梦觉百千三昧觉一猜, 杀身不爱真如信念佛先空最福堆, 赶得慈尊来接引水晶宫里白连开, 宋曰, 六十余年砖沙叶手提刀趁岸修行, 今朝的去菩提路水里莲花火里生, 金刚金池燕路, 许天陈吉, 金刚金池燕路续, 世尊应世, 者迷旧苦, 说法八万四千, 度人三, 根普辈, 一言以蔽之, 我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度, 知, 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时无众生的灭度, 这, 也, 修学佛法的最高意义, 即在了身托死, 原, 正菩提, 以小乘无学位而言, 不道无漏会部位公, 以大乘三菩提而言, 不达般若不能, 是究竟, 此, 所以, 大智度论, 赞位, 诸佛及菩萨, 能立一一, 且, 般若为之母, 能出身养育, 佛为众生父, 般若, 能生佛, 是则为一切, 众生之祖母, 智论, 有, 云, 诸佛及菩萨, 身闻辟之佛, 解脱涅槃道, 皆, 从般若得, 明朝廉池大师者, 竹窗随笔, 其中有篇文章, 尹, 增一阿含经, 佛言戒律成就, 世事俗长, 术, 三昧成就, 亦是俗长术, 神族飞行成就, 亦是, 俗长术, 为智慧成就, 为第一亿, 则知界定会等三, 学, 不失等六波罗密, 为智慧最重, 不可清也, 为, 智慧最先, 不可后也, 为智慧贯彻一切法门, 不可, 等也, 班若波罗密, 在修持解脱的历程, 可说居, 于破弥起物, 转繁入圣的第一关, 虽然, 智论, 说, 道, 若不见班若, 是则未被赴, 若人见班若, 是, 一名被赴, 若人见班若, 适则的解脱, 若不见班若, 适意的解脱, 然而修学去正, 班若, 亦有方, 便施设, 即经过, 文, 思, 修, 从文字班若, 起, 观照班若, 而正时相班若, 如龙树菩萨于, 中论, 云, 若不一俗地, 不得第一亿, 也, 是以善学班, 若者, 皆应常识读诵, 多文熏习, 观理照事, 事理, 相及, 而后树鸡近乎, 相及无相, 无相时相, 能锁, 两望, 圆融不二也, 如此方可名为善于持诵金刚班, 若波罗蜜精, 金云, 于此张具, 能生信心, 以此, 为时, 当知世人, 不予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 以于无量千万佛所, 种诸善根, 也, 事则名为, 真实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高雄凤山许天成居士, 正信正行幽婆赛也, 有, 敢于, 金刚经, 对学佛者之重要, 为劝人生信, 乐, 于持诵, 特将历代持诵者的灵验录, 一尘白化余体, 文, 便于现代人传阅, 用广流通, 阐阳正法, 在, 慈云杂志, 发表以来, 广受读者喜爱, 天成居士之, 发心, 可谓深得, 如来善互念善父主, 这也, 自已编辑出书, 珍序于朽纳, 特略述, 班, 若, 知圣意, 用以赞喜流通, 事为序, 76年6月, 弘映于嘉义士宝华佛学院, 自序, 金刚班若波罗密经, 自揪摩罗十三藏法师于瑶, 秦宏史四年, 公元402年, 一初后, 在中国非常, 盛行, 历来各宗高森朔得无不竭力弘扬此经, 著书, 讲解的很多, 唐宋以来注解金刚经的不下百瑜伽, 在嘉元明清各代的注解, 更不知凡己, 禁数十年来, 佛学界讲经的法师, 不论他学的是那一宗, 没有, 不讲解金刚经的, 于此可见此经流通之甚了, 也因, 此, 金刚经已成为佛教中读诵, 书写, 受持, 流通, 最广的一部经典, 佛法有五成的差别, 世间的人, 天成法, 属于, 有漏的福业, 但求自乐的身闻, 圆绝成法, 则偏于, 一己的解脱, 这些都不是究竟的佛法, 唯有修菩萨, 行的大乘法, 才是佛法的心要, 菩萨行即是六度, 万行, 然万行不离六度, 而六度又以般若为主, 金云, 五度如芒, 般若如眼, 实践五度, 假如没有般若为道, 必定住于乡, 住于乡则只成为, 人, 天有漏福报, 要想圆满佛果, 那是做不到的, 所谓, 不失无般若, 为的一世荣, 后受于央宅, 持, 借无般若, 暂身上欲戒, 还堕尼离, 地狱, 忍, 辱无般若, 报的端正行, 不正即灭忍, 精进无般若, 徒心身灭功, 不去珍藏海, 禅定无般若, 但行色, 戒禅, 步入金刚顶, 万善无般若, 空尘有漏音, 不, 气无畏果, 万行若以般若设导, 使能达到究竟佛果, 所以, 说般若波罗密是诸佛母, 心经云, 三是诸佛, 一, 般若波罗密多顾,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经, 刚经, 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法, 皆从此经出, 经刚经, 实为少龙佛种, 传, 受心应之无上法宝也, 华言经, 云, 妄施菩提心, 修诸诸善法, 是, 明摩也, 经云, 修行不发菩提心, 譬如根田不下种, 纵克克发世间善愿, 经于横煞结, 不如赞发菩提心, 十方诸佛皆因发菩提心而成佛, 所以真正修学, 大乘佛法的人, 必须发菩提心, 金刚经, 以大悲, 立他的菩提心为本, 大家当依此经所说, 离一, 切香,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性解受持这般, 若大法, 立大志愿, 起大悲心, 以根本解脱的无余, 涅槃去拯救众生, 同居无上菩提, 金刚经, 为大班若经六百卷的一卷, 禅宗五, 祖弘忍大师教人受持此经即可见性, 六祖慧能大师, 灵文智, 应魔所助而生其心, 十, 因而大彻大悟, 其后, 禅门更借此经应心, 净土宗诸祖并劝上根人, 受持此经, 以其上品往生, 持诵, 金刚经, 遂成为, 佛门中不可缺少的日课之一, 此经为世尊经口宣扬, 历代以来, 持诵获得灵, 焰得人不可胜数, 历代持焰祭, 终, 君确切可真, 这些感应世纪包含严寿, 回生, 消灾免难, 超简, 解冤, 欲病, 生子等等, 持诵公生, 临终欲之时, 智, 沐欲端坐, 或一箱满世, 或天乐迎空, 种种详, 锐, 屡屡可见, 智若勿彻心缘者, 亦有所闻, 历代持焰祭, 终, 由于年代久远, 用字行文, 有益于今日, 不益阅读, 再者, 有些人不见感应世, 即, 则信心不坚定, 缺少读送信去, 这就是笔者传, 写本书的动机, 金刚经, 为罪上陈法, 产阳般若相应的大悲, 妙行, 功德甚深广大, 持诵若有灵印, 乃至成所感, 佛力加倍之故, 倘若读者由此而生尽信之心, 乐, 送不眷, 道心持久, 实在是笔者最大的期望和心愿, 禅宗六祖会能大诗文, 金刚经, 而大彻大悟, 传为千古佳化, 载, 六祖法宝弹经, 历代持艳, 即, 中, 除, 金刚般若精灵艳传, 外, 于书具未继, 陆其事, 大概认为, 弹经, 乃人尽皆知, 所以将其, 省略, 但是未曾读过该书的人, 就无从知悉了, 起, 非一大汉事, 故特于, 弹经, 终结出六祖的法之音, 缘, 置于偏手, 以为劝化之一注, 印光大师说, 金刚经, 乃发菩提心, 行仆, 撒道者, 便修六祖等之鬼犯, 以经文简略, 但举步, 施维利尔, 若不注色身相味处法行不失等, 故能度, 脱一切众生, 而不见能度之我, 与所度之法, 并受, 度之众生相, 则四相不生, 三心颇得, 磨所住而生, 心, 无所得而作佛以, 以故受持四三二一句者, 功, 得南宣, 持全经者, 又何呆言, 是以自古至今, 人, 多读诵, 其顿悟自信, 彻正违心, 身欲甚流, 玫瑰, 安养者, 何可胜数, 其次则消除罪业, 增长善根, 转或未福, 急于成智者, 更加多多也, 嫌叛读者, 读完本书后, 发至诚心恭敬受持, 现世之中, 灭无, 量罪迁, 消除业障, 增长福慧, 或罪胜福田, 若能, 更加念佛回向, 决定往生西方, 未来必正菩提, 金刚经, 先后经过六次翻译, 一笔虽各有部, 同, 而皆不将经文分章分结, 梁昭明太子不会精致, 净将之分位三十二分, 违背佛义之最盛大, 因此, 持诵时, 分章分结所增添文句, 不应诵念, 直读, 经文即可, 此持艳录, 原依许止静居士所述, 流气静居士, 所著之, 金刚经功得诵, 而亦, 连载于, 此云杂志, 后来乐重徽居士又交给我, 续藏经, 中有关, 金刚经, 得力带词验记, 并且吩咐我继续一写, 该, 资料共搜集八本书, 笔者将这些资料经过分类整理, 一成白话, 润, 是, 腾超等过程, 费了不少的心血, 才能继续在, 词云杂志, 与读者见面, 现在连载已闭, 乐居士要, 将他截集成策, 交由大臣经舍应经会应行, 这就是, 本书成就的因缘, 金刚经功得诵, 将念诵的感应事迹, 按其性, 直, 分为十篇, 为使读者简阅方便起见, 着增为时, 二篇, 并于书莫令赴, 人民笔画分类目录, 笔能, 易于查阅, 本书之臣, 家兄许天记老师公不可媒, 他认教, 于云林县台西国中, 本书中多篇文稿大都由他认识, 并提供宝贵意见, 内人及笔者服务于农民银行的部分同事, 他们都帮忙腾钞, 最重要的是我的启蒙, 老师乐重辉居士, 他引导我进入佛学的领域, 鼓励我, 帮助我完成此书, 特此景致谢臣, 许天臣景时, 中华民国期时, 五年八月于凤山, 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臣道音园, 惠能大师, 唐朝岭南, 广东省, 新州人, 傅明, 卢行, 王家瑶, 原为唐朝官吏, 本籍是范阳, 被贬折, 道岭南, 母亲李氏, 大师身于唐征官十二年, 公元, 六三八年, 悟数岁二月八日子时, 诞生时毫光腾空, 异乡满事, 四日黎明时分, 有两位异僧来访说, 你昨晚, 生下的孩子与佛法有缘, 故特地来为他命名, 应该, 称为惠能, 他的父亲问说, 为何取名惠能, 一僧说, 惠就是以佛法惠师众生, 能就是能做佛, 是, 说罢此出, 便不知去向, 大师出生后即不时母乳, 夜间有神人冠以甘露, 大师的幼年坎坷, 父亲早逝, 一下老母即孤苦的, 他, 母子迁移到南海, 靠着买财心为生, 过着肩, 难贫苦的日子, 有一天, 他为顾客送财到客店, 当他准备走出, 门外时, 看见一位客人在诵经, 他一听到客人读诵, 的经语, 便豁然开悟, 于是就问那位客人说, 请, 问您送念的是什么经, 客人说, 金刚经, 大师又问, 您是从那里学来的, 为何要持诵, 这不经典呢, 客人说, 我是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那里学来, 的, 该寺是由禅宗五祖红忍大师主持教化的道场, 跟随他参学的门人有一千多, 我就是到该寺礼拜而, 听受此经的, 五祖大师经常劝出家众及在家众说, 只要持念金刚经, 就自然能够见到自己的自信, 执下了悟成佛, 大师听了之后, 由于素席的因缘, 又沉蒙一味, 客人赠送他十两银子, 足以安顿他母亲的衣食问题, 然后到黄梅县去参拜五祖, 五祖问, 你是何方人, 来此想求得什么, 大师回答说, 弟子是从岭南兴周来的, 我识, 魔都不求, 只求做佛, 五祖说, 你是岭南人, 又是个了, 怎能做佛, 大师说, 人虽有南北的差异, 佛性那有南北, 之分, 各寥身与和尚身虽有不同, 可是佛性又有识, 摩擦别呢? 五祖本来还想再说, 但是看到图众围绕在左右, 就说, 好, 那你就跟随大众去做事吧, 大师又启禀五祖说, 弟子自心常生智慧, 念, 念不离自信, 就是福田, 不知您要我做些什么工作, 五祖说, 这个聊得根性锐利, 就告诉大师, 说, 你不要再说了, 就到草场去做事, 便有意, 卫行者叫大师砍柴踏充米队, 就这样过了八个多月, 有一天, 五祖召唤所有的图众, 对他们说, 生死是大, 你们终日只求有漏福田, 却不求出离生, 死苦海, 假若自己的本性迷魅了, 福报能够解脱的, 了生死吗? 你们各自关照自己的智慧, 看取本心的, 般若知信, 做一手祭送, 拿来给我看, 若能悟得大, 亦, 我就将依法传付给他, 作为第六代的祖师, 用, 思量分别心是没有用的, 如果明心见性的人, 一言, 之下即可明白, 纵然抡刀上阵之时, 也可以见得到, 的, 图众听完吩咐, 退下以后, 大家记忆说, 我, 们不必尽心用一座祭了, 神秀上座现在是我们的教, 寿师, 不用说, 他必定会得到阻位的, 我们何必往, 费心力做祭送呢? 众人听到这些话后, 都打消了, 做祭送的念头, 神秀心想, 大众所以不做祭送, 大概认为我, 是他们的教授师, 我应当做祭成给吴祖, 要不然吴, 祖如何知道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 我成绩的原意, 本来是想象吴祖求法印证, 倘若只是为了想做祖师, 这和一般人想夺取圣位, 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 我若不做祭承给吴祖, 终究还是得不到吴祖的传法, 这真是令我太为难, 太为难了, 五祖住的堂前, 有走廊三间, 本想在墙上请供, 奉如真来画人家经的变相, 及五位祖师的写卖图, 借以流传供养, 神秀将计做好以后, 很多次想成给吴祖, 但是, 每次走到堂前, 总是心中恍惚, 变身流汗, 因此而, 作罢, 前后经过四天, 到过堂前十三次, 仍然不敢, 沉寂, 这时, 神秀心想, 不如把祭写在堂前走廊的, 墙壁上, 让五祖自己去看, 假如他认为很好, 那我, 就出来向五祖礼拜, 承认是我做的, 他若说做的不, 好, 那就枉费我这几年寿人礼拜, 还修什么道呢? 神秀在当天晚上三更十分, 不让别人知道, 读, 自首持灯笼, 将记写在南郎的墙壁上, 记语是,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是, 勿使惹尘埃, 写好以后, 就回, 疗防, 他又想, 五祖明天早上看到季后, 如果欢, 喜, 那就是我与禅宗的心法有缘, 如果五祖认为不, 好, 这是我素事业障太重, 不能得到以心应心的妙, 法, 五祖的心意令人难以策夺, 他在房中左思右, 想, 坐卧不安, 这样一直到五根, 这时五祖以知神秀人莫开悟, 不见自信, 天亮后, 五祖准备叫卢供奉在南郎的墙壁上画, 图香, 当他抬头看到寄送时, 就对卢供奉说, 不, 壁画了, 偏老你那么远来而没有画画, 金刚经说, 凡所有香, 皆是虚妄, 现在留下这首祭送, 让, 大家送池, 倘若依此祭去修行, 可以免惰三恶道, 得到大利益, 随即吩咐焚香礼敬, 并告诉门人说, 你们可, 以持送此祭, 依照此祭去修行, 就可见性, 大众, 念着祭送, 连称圣庙, 到了三更十分, 五祖召唤神秀入室, 问说, 南郎上的祭送是你做的吗? 神秀回答说, 却是弟子所做, 不敢妄求祖位, 只恳求您大发慈悲, 看弟子有没有少许的智慧, 五祖说, 你做慈祭, 尚未见性, 指道门外, 未入门内, 依你这般见解, 要密无上菩提是得不到, 的, 无上菩提必须言下见到本心, 见到自性, 自性, 原是不生不灭的, 在一切时中, 念念自见万法圆容, 无碍, 毫无智塞不通之处, 一真, 一切皆真, 万尽, 如如不动, 这如如不动的心, 才是真实的, 若能有, 这般见地, 就是无上菩提的自性, 你回去再想一两, 天, 再做一首祭送, 拿来给我看, 若得入门, 就将, 依法传付给你, 神秀坐礼而退, 经过数日, 神秀坐不出祭送, 心中恍惚不安, 行住坐卧都不得安宁, 又经两日, 有一位童子从会能充迷的房子走过, 口中唱着神秀的祭送, 神秀菩提树, 心如明镜, 台, 时时情浮事, 物时惹尘哀, 会能一听, 便知此祭未见本性, 虽然未蒙教授, 但是早已明白大义, 遂向童子说, 你念的事实, 摩祭送, 童子说, 你有所不知, 五祖大师曾说过, 神, 死世大, 想将依法传父门人, 故叫所有屠众做祭送, 若能了物大义, 就将依法传父给他, 成为第六代, 祖师, 神秀上坐在南郎的墙壁上, 写了一首祭送, 五祖教所有的门人送池, 说依此祭修行, 可以免堕, 三恶道, 依此祭修行, 有大利益, 慧能说, 我也想要送池, 我在此踏队充迷, 有八个月了, 未曾走到堂前, 请你引我到祭前去礼, 拜好吗? 童子祭颖领会能来到祭前礼拜, 慧能说, 我, 不识字, 请你为我读诵, 这时, 有一位江州别价, 名叫张日用的, 他高, 深读诵, 慧能听完后, 告诉张别价说, 我也有医, 首祭诵, 想请你帮我写上去, 张别价基潮地说, 你也会做祭颂, 真是稀奇, 会能像张别价说, 想要学习无上菩提, 不可, 轻视初学的人, 往往低下的人, 却有最高的智慧, 而那些高尚的人, 有时也会埋没了智慧, 轻慢人士, 有无量无边罪业的, 别价说, 不错, 那么你就说出你的寄送, 我, 帮你写好了, 倘若得到医法, 要先来度我, 可别忘, 了哦, 大师的寄送是,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四中所有的图众对这首祭送, 无不惊讶万分, 呼, 相赞叹的说, 真奇怪, 人不可冒相啊, 还, 没有多久, 竟使他成为肉身菩萨了, 五祖这时从禅房里出来, 得知此事后, 见图众, 精怪, 唯恐会能受人暗算, 遂拿鞋擦掉墙壁上, 得寄送, 故意宣称, 此祭也还没有见性, 大众, 都信以为然, 五祖独自来到对方, 看到会能腰上系着一块石, 头再聪明, 就说, 求道的人, 为法而不顾习生命, 是应当如此的, 接着问道, 你熟了吗? 会能回答说, 早就熟了, 只是还没有筛呢? 五祖就用膝杖敲击十对三下, 然后离去, 会能明白五祖的心意, 深夜三更十分, 来到五, 祖的禅房, 五祖用沙迦遮围, 不让别人知道, 未会, 能讲说, 金刚经, 讲到了, 应魔所住而生其心, 十, 大师或然大悟, 知道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会能禀告五祖说, 我真料想不到, 自信本来, 是清静的, 原是不生不灭的, 本来是具足无缺毫无, 动摇的, 自信竟能生出万法, 原文, 会能言下大悟, 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随其祖言, 和其自信本自清静, 和其自信本不生灭, 和其自信本自具足, 和其自信本无动摇,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五祖知道会能已经开悟, 见到自信, 就说, 若不认识本心, 学法是没有益处的, 若能识自本心, 见自本性, 就是大丈夫, 天人师, 佛, 五祖传授以心应心的顿教法门, 并将一波传给, 他, 说, 你现在就是第六代族师, 要擅自护念, 广度一切有情众生, 将佛法留步于未来, 不要使他, 断绝, 五祖传法已毙, 又说记, 有情来下种, 因帝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 无性亦无生, 五祖对他说, 从前出祖达摩大师刚来中国时, 传法师臣不为世人所相信, 所以才将一波作为信, 悟, 代代相继四成, 正法则是以心传心, 皆令学道, 知人自悟自解, 自古以来, 诸佛所传的就是自信本, 体, 历来祖师相传的都是自信本心, 一波是争夺的, 或端, 只传到你为止, 不可再传, 倘若再传下去, 则你的生命就好像玄丝那样的危险, 你必须赶快离, 开辞的, 因我怕有人要害你, 今后佛法将由你发扬, 光大, 你离开以后, 要往南走, 但不移籍着弘扬佛, 法, 因为法是要从南中兴起的, 六祖大师拜辞了五祖, 一路向南行, 两个多月, 后, 到了大鱼岭, 后面有好几百人在追赶, 想要夺, 取一波, 其中有一位僧人, 俗姓陈明叫惠明, 曾认, 四品将军, 性情粗暴, 他走在众人之前, 敢先追上, 乐惠能, 六祖健壮, 就将一波放在石头上, 说, 这一, 波士历代祖师传承的信物, 怎可用暴力来争夺, 于是隐藏在草丛中, 惠明赶到, 看到石头上的一波, 想伸手去取, 但却拿不动, 于是大声喊叫, 行者, 行者, 我是, 为求法而来, 不是为一波而来, 六祖从草丛中走了出来, 夫坐在石头上, 惠明, 向他做礼后说, 希望行者为我说法, 六祖说, 既然为求法而来, 就该平除一切攀, 原心, 悟生一念, 我才为你说法, 惠明遵照六祖的嘱咐, 默然良久, 六祖说, 不思良善, 不思良恶, 正在此时, 那个是明上座的本来面目, 惠明至此言下大悟, 第一公案原文,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魔, 十, 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惠明又问, 从上代祖师传下来的秘语秘一支, 外, 还有其他比这更妙的吗? 六祖说, 跟你讲的就不是秘密了, 若能反观, 内照, 妙法还是在你身边, 惠明说, 我在黄梅这么多年, 实在还没有神, 悟自己的本来面目, 沉蒙行者的指示,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现在您就是我的师父了, 六祖说, 你既这样签下, 我们都是同师黄梅, 五祖, 你要擅自护持, 勿令退失, 六祖后来到了曹西, 又被恶人追逐, 只好在四, 会得猎人对中避难, 前后经过十五年的岁月, 一奉元年禀子正月八日, 六祖来到广州法姓寺, 正逢印宗法师讲, 涅槃经, 讲经时, 有风吹动, 翻其, 一声说这是风动, 另外一声说这是翻, 动, 彼此争论不已, 六祖走向前去, 告诉他们说,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是忍者你的心动呢, 大众听了都感到惊异, 印宗法师就请六祖道上, 做, 真结宗门傲义, 见诗言简礼当, 不由文字, 印, 宗法师说, 行者一定不是个平常人, 我久闻黄梅, 的一波难传, 不知道是不是您, 六祖谦称, 不敢当, 印宗法师立即向六祖叩头鼎力, 请他将五祖锁, 传的一波出示给大众看, 正月十五日, 印宗法师在光孝寺集合四众弟子, 为六祖大师举行剃度以礼, 且自愿拜他为师, 二月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约, 集聚高僧大德位, 六祖受聚祖解, 西京至光律师为受戒师, 苏周慧敬, 律师为结魔师, 荆州通印律师为教授师, 中印度奇, 多罗律师为说戒师, 西印度密多三藏法师为政戒师, 六祖受戒的戒谈有一段因缘, 留宋时代有一位, 求纳巴陀罗三藏法师, 创建了这座戒谈, 谈上数一, 石碑, 且曾预言, 后世当有一位肉身菩萨于此寿, 据足解, 梁武帝天间元年, 公元502年, 印度制药, 三藏法师航海而来, 看到这法谈与石碑, 将从印度, 带来的菩提树栽植在坛边, 并立碑玉智说, 一百。 七十年后, 当有肉身菩萨在这菩提树下, 开眼上尘, 佛法, 广度无量众生, 真是传佛心印之法主也。 四年春天, 六祖祠众预归曹西宝灵寺, 印宗法, 师与僧俗一千多人, 送到曹西, 当时经周通印律师, 与学者数百人, 医师而住。 六祖到曹西宝灵寺后, 看到殿与讲堂狭窄, 不。 能容纳那么多人, 想予以扩建, 就去拜访当地地主。 陈雅仙说, 老僧想向师主画一座剧之地, 不知道。 可不可以。 雅仙说, 和尚的座剧有多大, 六祖拿出座。 据给他看, 雅仙欣然答应。 这时, 六祖把座剧一展, 禁赴曹西四镜, 并有 四大天王献身, 坐镇四方。 如今的天王陵, 九世英, 死的名。 雅仙欣目睹这奇妙的境界, 就告诉六祖说, 和尚宁的法力广大, 但是我高祖的坟墓都坐落于此。 将来建塔时, 希望予以保留, 其余土地愿意全部捐。 现, 永远做宝房。 死的乃是生龙白象来卖, 建造时, 只可平天, 不可平地。 后来的建筑都是依照尘雅。 仙的话去做。 六祖大师随即在菩提树下, 开东山法门。 六祖。 大师在城中大泛寺, 向韶周围赐使与官僚, 屠众说。 法, 我在黄梅的法后, 受尽种种艰难苦楚, 生命。 像玄丝般的危险。 现在能与围曲赐使和各官僚, 僧。 人, 比丘, 比丘尼, 老道, 居士聚会一堂, 这都是。 我们多生多劫的缘分, 也是过去身中供养诸佛, 同。 种善根, 才能听闻如上所说顿交的法门, 和我得法。 的因缘。 以上是笔者依据, 谈经, 行有品地仪以及。 六祖入世弟子法海禅师所撰写的, 六祖法宝谈经略。 序, 略述六祖的身平及其得法因缘。 六祖缘是一, 各不识字的沙门, 英文, 金刚经, 而悟道。 他所说, 得法, 由门人法海禅师, 神会禅师等于以整理, 成。 为六祖法宝谈经, 这是禅宗无上宝典。 谈经所, 发挥的道理, 自如来信海中流出, 一言一语, 不离。 自信, 是得意说, 谈经, 者, 言简一封, 理明。 是辈, 巨族诸佛无量法门, 依依法门, 巨族无量妙。 亦, 一一妙义, 发挥诸佛无量妙力。 谈经, 是。 石相般若, 可以开学人的大智慧, 启发菩提心, 与。 金刚经, 脉络相连, 二书如能同时读诵寿寿, 更。 亦融会贯通。 第一篇往生净土, 一阵菩萨位。 唐朝时, 有位比丘尼, 名叫静真, 住在长安基。 善寺中, 平时靠起时度日, 一身中从不甜怒, 深得。 忍辱波罗蜜。 他诵金刚经达十万遍, 又专经念佛。 志在安养。 显庆五年七月间, 他染上危急, 告诉弟子说, 我在这五个月内, 曾经十次见到阿弥陀佛, 又曾。 两度见到极乐世界宝莲华上童子游戏, 又有位圣僧。 五度向我受寄云, 你于来世, 当得作佛。 尼师又说, 我已得西方极乐世界上品往生。 尼师遂加夫而终。 经过一夜, 静真尼师又醒来告诉弟子说, 我已得菩萨位, 便利十方供养诸佛。 言气而终, 光。 明照便四中。 金刚经云,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 六祖弹经一云, 磨喝般。 若波罗蜜, 最尊最上最第一, 无助无往亦无来。 三。 是诸佛从中出。 金刚经之书甚由此可见。 二诵经十万遍。 唐朝永辉元年, 有个和尚名叫明训, 忽然报死。 见到两位穿轻衣的人引他去见明王, 明王问他。 您这一生如何修行呢? 明训回答说, 宋金刚。 金。 明王说, 善哉。 若诵十万遍, 明年必定往生。 净土, 那时弟子就不能见到师父您了。 随后就放。 他回扬, 明训从此更加精进。 一年三月作画, 旁边, 的人都闻到一箱扑鼻。 三西方来迎。 围公是唐朝荆州法姓寺的和尚, 他念金刚经三。 十多年, 每天五十遍。 有一天, 寺里的灵规和尚因是外出, 他在半路。 上, 遇到五六个年轻人, 衣着非常纤洁, 每个人都 拿着乐器, 向灵规和尚询问围公上人在那里。 灵规和尚就告诉他们, 并问他们从什么地方来。 的。 他们说, 从西方来迎接围公上人的。 其中有个人, 从怀中拿出一朵像拳头那样大的。 莲华, 莲华的叶片还发出奇异的光。 他们望着佛寺。 一路奔去。 当天晚上, 围公和尚就入灭了, 整个佛寺都听。 道司主管悦之声。 四放下屠刀赴菩提露。 宋朝时, 湖州城南岸有位屠户, 名叫陆翁。 他在二十三岁时, 遇见一位云水僧在他家门前。 口称, 教化有缘人, 陆翁不解其矣。 云水僧问, 你杀猪及牛羊, 不计其数, 为何? 不改行。 陆翁答道, 我成习祖业, 一时难以弃舍。 云水僧劝说, 你如果再不改业的话, 来事一。 定堕入处类, 同样被宰杀戈, 渊渊相报, 无有出奇。 我看你素有善根, 可情持金刚经及妙法莲华经。 借以消除业障, 增长福慧。 说吧, 这位云水僧久。 消失不见了。 陆翁立即醒悟, 从此持斋戒杀, 终身如素。 他言请化功会至西方三圣向一周, 早晚至成礼。 拜功仰, 每天在佛前诵读金刚经及法华经, 成肯颤。 悔, 希望度脱所杀众生, 愿他们早生净土。 不到五年, 陆翁就能被诵金刚经。 他精进修持, 到了八十一岁那年, 于半个月前。 约好亲友在十一月九日准备菜肴, 打算向他们告。 别。 届时, 所有亲友都聚集在陆家, 陆翁向他们依。 依告别, 沐浴座颂云。 五十余年离沙夜, 手抛刀趁岸修行。 今朝的傅菩提路, 水里莲花火里深。 书壁, 端坐而画, 所有见闻的人无不沾仰称探。 五一百三十八虚菩提。 习仲存, 明朝公安人, 他的妻子住世在圆洪道。 的弟弟那里听闻净土法门, 非常深信, 就专心持诵。 佛号, 兼诵金刚经。 有一天, 住世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 佛告诉。 我, 三天后要来接我。 到了那一天, 住世沐浴后坐在堂上, 家中卷属。 环室在侧, 过了很久, 住世说看到一尊佛, 自称是。 虚菩提, 佛乡庄严无比, 又说看到一尊皆引佛, 眉。 尖白蚝放出一道荧光, 飘扬婉转, 常有树杖, 住世。 伸手握住白蚝, 佛即将他接入掌心。 虚于, 他见到虚菩提化成一百多尊佛, 庄严无。 比, 有人从旁说, 这就是经中所谓的一百三十八。 虚菩提, 眷属门焚香, 同送佛号, 夫人面线微笑。 而是, 这时, 一位年方九岁的婢女忽然倒在地上, 但, 又立刻站起来说, 我看到几位金甲巨人拿着撞翻。 为夫人做前倒, 撞翻的柄碰到我的脸, 就到在地上。 因为疼痛才惊醒过来。 大家看他的脸上却有名, 显得伤痕, 经过约一个月以后才逐渐痊愈。 住室入恋后, 棺材里还不时地发出异香来。 六不再入名为例。 鱼场, 唐朝人, 曾仁庆周司马。 午后时, 任职。 并周禄氏。 他每天晚上睡到出更以后, 胸口就微微。 喘息, 全身流汗, 天亮时, 则恢复正常, 虽然不狠。 痛苦, 但是身体却非常虚弱。 别人见他每天面带眷容, 气色憔悴, 都觉得很。 奇怪, 询问何故, 鱼场默然不语致答。 鱼场的妻子柳氏, 眼见丈夫的身体如此雷弱。 准备言请大夫为他治病, 但为鱼场所拒。 柳氏私下。 探寻原因, 他不得已的才说,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 并, 只是白天办理公务, 到了夜晚, 仍需进入民府。 魏力, 因此体力有些不知而已。 夫人感到惊奇, 想继续追问民间之事与场职。 说善恶必有报, 其他的不愿多说。 夫人虽然在三巡。 问, 亦不作答。 鱼场能预知灾就发生, 都会事先暗中准备, 但。 忠不明说, 纵然夫人或者亲兄弟询问, 他也绝口不。 提。 如此过了五六年, 每天除了白天办公以外, 一。 到夜里, 就要入民为力, 虽然很辛苦, 但无法自己, 做主。 后来他的母亲去世, 他持送金刚经, 晴修功。 得回向, 以报答养育之恩。 没想到, 从此就不必再。 入民为力了。 这时, 鱼场才知道金刚经的功德不可思议。 在, 诸金中福利最大, 遂要求他的子孙持送, 广为流传。 他不到五十岁, 就辞官返乡, 朝中左乡苏良寺。 右乡为呆驾, 以及大将军李冲玄, 与他都是姻亲。 三人力劝他不要辞官, 但为渔场婉拒。 不久, 朝中的奸臣库立诬陷忠良, 渔场虽已退。 居田园, 人被这些为非作歹之被所污, 终被构陷入。 狱。 渔场在狱中, 内心毫不忧憚, 仍然一心持送金。 钢经, 昼夜不停。 没有多久, 果然得以朝雪, 亲友。 门都赞叹佛法无边。 渔场身平虽然屡遭困恶, 却借着金钢经的功德。 利而化显未夷。 八十四岁的那一年, 染上重病, 仍旧报病送金。 冰死之前, 精神仍很清朗。 一悔而, 忽然一箱满。 是, 因云方父, 于场说, 有化佛来迎接我往生息。 方极乐世界。 岁与清有绝别, 言弃而终。 七次写写经报清恩。 明朝万历年间, 同乡有一位吴军平, 同年时级。 未孝顺, 但父母很早就去世。 他参加科举, 却泪式。 布地, 借独赞助于林影寺的韬光房。 子玉养而清不代, 每当他念及清恩南报。 哀叹无法呈欢膝下, 不经黯然泪下, 有时更痛哭不。 以, 流露出一片纯真的孝心天性。 有一次, 君平正为此掉泪时, 一位和尚健壮。 告诉他说, 为人子者, 若要报答清恩, 以写佛经。 的功德最大。 君平文言有甚, 遂发心如素四十九天, 拉血血。 一卷金刚经。 当他决定赐血血经的消息传出后, 远近的僧俗。 都前来聚集观看, 君平在两臂及胸前, 一共赐了十。 一刀, 用身上的鲜血来血经, 写完后, 大家无不赞。 叹。 一位和尚说, 先生这份诚心苦行, 必能感动。 诸佛菩萨, 以此殊胜的功德, 来报答双亲的恩情。 比你用功名来要祖阳宗, 更要胜过千万倍。 有人直出, 补阙真言, 尚未书写, 君平又在胸。 钱赐了一刀, 写完, 补阙真言。 当天夜晚, 君平梦见父母站立于云端, 告诉他。 说, 你赐血血经的孝心, 不仅感动佛天, 我们已。 持经历, 往生净土。 你命中本来注定无子, 佛已。 派遣一位善童子, 来继承你的子嗣。 那年, 君平的妻子果然生下一位男孩, 如果用。 婚心之物为他, 马上就闭口不识。 君平见状醒悟, 也立下誓愿, 要终身如素并持。 宋金刚经。 八千宋金刚经级的藏经。 黄端伯, 明朝建昌人, 曾任南京一致主事。 他, 的母亲李氏, 晚年非常虔诚的持送金刚经级的藏经。 一天晚上, 梦见自己夫坐在山顶, 佛光照在身上。 醒来告诉端伯说, 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快到了。 没几天, 身体稍赶不适, 就念佛而适。 九明王室咒。 宋朝绍兴九年, 明周有为王室, 时常持送金刚。 金, 后来跟随丈夫前往其周认所。 王室怀孕后, 过。 了二十八个月, 孩子仍未出生, 又因体弱多病, 一。 直担心分娩时会难产, 全家为此忧黄不已。 有一天, 王室已立于家门口, 是逢有未出外云。 游得和尚, 严门化缘, 和尚向王室说, 如能不失。 功德无量。 王室向来就很尊敬出家人, 于是恭敬的不失功。 养。 和尚接着说, 你素是种友善根, 如今却遇到。 大灾恶, 为何不应施金刚经呢? 若肯发心应施一千卷, 不仅可以免除此恶, 并可增严福寿, 父母子孙。 均能团圆, 不必遭受别离的痛苦, 一切所求都能如。 愿以偿, 七世的祖先及眷属, 均能超身善道。 王室速根深厚, 文言猛性, 马上遵照和尚的主。 父, 应施金刚经一千卷, 摘僧千人, 并言请僧众念。 经千卷, 王室又倾覆天宁寺, 礼拜诸佛菩萨, 忏悔。 宿世的恶业, 祈求三宝护佑, 分免时, 母子平安。 当天夜里, 他梦见金刚神, 手持金刚处置着他。 的腹部, 他觉得痛不可忍, 惊醒之后, 安然地生下。 两个男孩。 两儿的相貌端正圆满, 很讨人喜欢, 家乙母子。 平安无恙, 全家欣喜万分。 王室从此更持斋如素。 一心诵经不错。 到了六十一岁, 王室无疾而亡, 被两位鬼逝隐。 入冥府。 阎摩天子问他 生前曾做什么善业。 王室回答说, 自幼持宋金刚经, 以器于经。 天子一听, 很恭敬地赐金床给王室坐, 请他在殿。 侧朗诵一遍。 他的宋经声, 所有戏于地狱, 地狱的众生都。 普瞻恩利, 一切心酸痛苦, 得以暂时停息。 王室送弊, 天子问他为何不送咒。 他说世间没。 有咒本。 天子遂命鬼力取咒本交付给他, 并且嘱咐说, 你回到阎间之后, 将这咒本辗转流通, 切勿遗漏。 又说, 你受终之后, 将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再来这里了。 补阙真言, 暗呼噜呼噜呼噜射尘尘气沙喝。 一, 回向真如实际心心气和。 二, 回向无上佛果菩提念念圆满。 三,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同身净土。 十清凉水。 前禀, 明朝人, 曾在复阳县做官, 不久辞职修。 行, 每天持诵金刚经, 临终时, 命左右取清凉水来。 喝, 左右问他, 清凉水在那里, 他说, 就是。 放生吃的水。 水取来喝了以后, 和掌说, 我已。 佛力, 直接往生净土了。 与佛, 欣然做事。 十一明王放回诵金。 张爱, 明朝万历年间内奸, 晚年持诵金刚经。 他将病死前, 家人嘱咐他说, 不要忘记持经的证。 念, 张爱虽然身性病牢记在心, 但却说不出话来。 张爱看到两个青衣鬼族来对他说, 要送你到山东去投胎。 他们一路上行走如飞, 看到那里的山川以及瘦身的父母。 张爱一心持经, 被押到冬月殿时, 殿上有魏王。 这告诉他说, 你应当到这里投胎。 张爱回答说, 我持诵金刚经, 愿生净土, 不愿投胎。 王说, 可是你持诵的功德力少。 张爱说, 我曾听说十念成就, 即可往生, 何? 旷我已持诵数年。 王说, 暂且放你回去再持诵金刚经, 便命。 青衣鬼族送张爱还阳。 张爱醒来之后就离家, 住在西山碧云寺, 专心。 持诵金刚经。 又过了十一年, 有一天向大家说, 我已持诵金刚经的功德力, 现在要往生西方了。 说完后端坐儿式。 十二碧县佛像。 沈春娇, 明朝湖州双灵证人, 本世官患之后。 取妻废事。 可惜少失守寡, 靠着织布自己自足, 持。 摘四十余年, 供养一幅佛像及一尊檀香木刻成的观。 世音菩萨圣像, 每天成婚必诵金刚经一卷, 佛号千。 身, 不论寒暑从未停止。 崇祯雾营年, 该地发生瘟疫, 只好移居到女婿。 张世茂家的楼上, 仅供奉观音大事的圣像, 佛像泽。 人流于旧居, 他每日焚香诵经, 祈祷祠香直达佛所。 转瞬三年过去, 遂赐新四年春天, 忽然从空中, 飘来一乡。 围绕楼阁树日, 粉壁上涌现佛像, 庄严。 而今妙, 这个消息远近传播, 来瞻仰的人很多, 如, 用静精擦拭, 色彩月味光明。 又今四年, 已有年春天二月, 费事告诉女婿说, 我要返回故居, 即将往生西方, 她一回到家。 门就洒扫焚香, 礼佛诵经, 到了第三天早上, 沐浴。 跟一, 端坐念佛, 五时忽然大声说, 我已登上连。 周, 就要往生西方了。 岁别重而是, 想年七时有。 三, 十三一乡满事。 周庭章, 好楚风, 明朝正德嘉靖年间, 云南人。 为人朴实忠厚, 前信佛法。 他每天清晨起来, 比。 定持诵经刚经, 弥陀经及观音诸经。 他平日乐善好施, 经常帮助穷人, 尽管别人经。 常取笑他, 但是他毫不以为意, 人就欣然自得, 婆。 弃, 无我乡, 无人乡, 之意。 他八十七岁的那一年, 告诉妻子说, 我将要。 走了, 阿弥陀佛来迎接我, 还有观世音菩萨及大士。 智菩萨也都来了。 一会儿, 又说, 观世音菩萨。 要我决婚五天, 就渴望生西方极乐世界。 从那天起, 他每天仅吃一粥一菜, 并尽吃斋戒。 到了第五天, 他沐浴端坐, 令子弟送七宝如来。 名号, 自己送金儿式, 身体散发出一香, 面貌如生。 环视在侧的人, 无不称赞他的成就。 十四莲花开花。 诸室, 宋朝杂川仁, 持宋佛号三十年, 兼持经。 钢经。 开卷时, 每次都说有众多圣人驾灵茶看, 故。 不敢高作。 有一天呼断食, 之后每天只喝几杯水。 过了四十天, 梦见三位和尚, 手持莲花说, 我为。 你种的莲花, 今日开花了, 所以来迎接你。 醒来。 之后, 诸室就不停地念佛, 端坐而化。 十五官佛三昧。 唐时, 明朝湖周人, 跟莲池大师受持念佛法门。 他的眷属也都能背诵金刚经级谱门品, 白天各自。 受持, 到了晚上, 全家人则聚集于佛前礼诵。 唐时, 更修成观佛三昧, 常常见到佛献瑞乡, 临终时正念。 而是, 十六念佛做事。 慧安尼师, 宋朝明周人, 在小西阳室安修行。 专修西方, 持宋金刚经, 不论寒暑都精情不屑, 常。 看到烛光中献出佛像。 有一天身体不适, 宁神端坐。 告诫大家不要喧哗, 过了一会儿说, 佛来了。 叫大家一起念佛, 不久就做事了。 十年九十六。 十七家夫作画。 神病, 自尽福, 清朝常州人, 二十岁时得了气。 喘病, 三十岁时病情更重, 五十岁越发厉害, 就开。 使念佛病痴常斋。 他的朋友杨广文劝他持宋金刚经。 于是每天念三遍, 病情渐渐转好。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岁末, 身体稍赶不适, 在月。 抵十, 早上起来, 灌洗沐浴后, 就面向西方, 结家。 夫作念佛。 当时妻子在他身边, 就挥手叫他离开。 过了一会儿, 便寄然作化了。 十八佛献大身。 王阳全, 清朝杭州人, 平日以图阳谓也。 友依。 天生病, 看到群阳向他所命, 于是就改行, 并从此。 常斋持宋金刚经, 满千遍后, 又开始拜法华经。 八。 十一岁的那一年, 忽然看到明丽来追, 他抗生说。 我等待佛来才去, 到了第五天他果然看到佛现。 大声, 垂手皆引, 欣然而逝。 十九道心不可退。 明朝时, 海岩渝户张元和他的弟弟张真, 友依。 天夜归, 船航行到了清松堂, 看到水面上有奇异的光芒, 于是潜入水中捞起一个石匣, 打开之后, 圆。 来是一本金字所书金刚经。 当天晚上, 张元梦到金甲神对他说, 你前身。 是长水法师, 讲坛作物, 由于道心不坚固, 所以退。 舵至此, 但是素因未免, 特别赐你大法, 应当精进。 持诵。 张元回答说不识字, 金甲神叫他把嘴张开。 拿一粒丸要投入他的口中。 四日, 张元醒来后, 读诵金刚经, 好像是九读。 首试。 张元将这个情形告诉昭庆寺的传如何上传。 如勉励他回向西方。 过了三年, 张元告诉亲友说, 连台已经出现了, 就端坐而化, 这是万利丁筹。 七月间的事, 二十圣此福利也可往生。 房柱, 唐朝人, 身凭崇信佛法, 每天念佛, 持诵金刚经。 有一天, 房柱突然报死, 到了阴间, 明王告诉。 他说, 您持诵金刚经, 并且曾劝义老人念佛以身。 净土, 您臣此福利也可往生。 房柱说, 我曾发愿持诵金刚经一万遍, 现在, 还没诵完。 明王说, 诵金满愿固然是好, 但早点往生进。 土更好。 明王看他非常坚决, 就派遣名利送他孩。 阳。 二十一诵金可消互用佛物之罪。 法藏, 唐朝露州宝氏寺寺的和尚, 戒行高远唇后。 普行慈悲。 他曾在隋朝开皇十三年, 于洛交现尾。 穿成造四一座, 佛殿讲堂数座, 僧房二十余间, 锁。 造一丈六尺高的佛像背极庄严, 观世因菩萨的圣像。 也非常精妙, 书写佛经达八百余卷。 唐朝武德二年, 法藏染患重病, 昏迷不省人事。 忽然看到金刚神手持一卷佛经, 对他说, 你一。 深造四血经的功德虽大, 但互用三宝之物, 或罪无。 两。 我现在受你一卷金刚经, 如果能够书写读诵。 广为流通, 互用之罪就能消灭, 身上的疾病也能全。 欲了。 法藏于事发愿, 决定书写金刚经施诵。 他自知。 并重, 遂交代弟子将他的一波变卖, 并书写金刚经。 百卷, 师诵一切道俗读诵, 说罢就去世了。 到了明府, 明王问他说, 你一身曾做什么功? 得。 法藏回答说, 曾修造塔四佛像, 书写金刚经。 百卷诗语道俗读诵, 兼写其他经典八百余卷。 明王闻言, 和掌称赞说, 师父您的功德极大。 不可思议。 明王命令左右取来功德不, 亲自详查, 与法藏。 所述相符, 说, 师父您的功德圆满, 故放你返阳。 判您多劝大众读诵金刚经, 广修一切功德。 法藏九十九岁那年的正月十五日, 他言请大众。 宋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各七卷, 深作端作而作祭。 今年九十九, 看看无所有, 更莫问如何, 凭空打。 惊斗。 然后与大众告别, 而而化去。 这时, 全四, 资宿都看到阿弥陀佛皆引法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二十二夫做敬餐。 明朝庐山有位和尚, 法名叫做普敬, 自幼智趣。 不凡, 十多岁时就吉祥出家。 有一天梦见金刚神符。 摸他的背说, 你以后将成为善之士, 获得正果报。 他一觉醒来之后, 便投尸剃度出家, 开始研习。 内典, 朝夕前诵金刚经, 数十年如一日。 有一天, 忽然梦见神人告诉他说, 诵金的方。 法并非如此。 神人向他说记, 记曰, 有香香非真, 无法法义坠。 撇雀就苛就, 即以了大义。 普敬豁然醒悟, 从此每天至朗诵一遍, 其余时。 兼则夫坐敬餐, 四十年未曾下踏。 一夜, 神人又来世梦说, 已经修到各中。 到了九十岁, 他即将缘济, 整夜香气不散, 四。 中资众都看到撞翻导影, 普敬身披着紫色袈裟, 手。 持木, 木加焕, 子凌空西去。 二十三红侠照顶。 黄婆, 宋朝朝山人, 前持佛号, 兼宋法华, 经。 刚二经。 有一天呼并下立, 自知时至, 便开始断食。 每天只喝几杯水。 有一天晚上临安的善修和尚。 梦见黄婆来告诉他说将要往生西方了。 两天以后, 黄婆面向西方念佛端坐儿侍, 灵人。 都看到红侠灿烂, 照赴屋顶。 二十四王室笑女感动天地。 王室, 宋朝吉安人, 他的女儿每天送弥陀, 观。 因, 金刚诸金。 王室临死的前几天, 便体流血, 她。 女儿发愿说, 如果我孝心真实, 愿母亲身体不生。 臭慧。 发誓完毕, 血流利纸。 一天, 她在病榻上, 吉祥儿握, 手抓着观音的。 宝帆就试试了。 遗体火化后入恋, 家人筛灰时, 长。 出树朵莲花。 二十五吉祥卧化。 臣氏, 宋朝人, 受持斋戒, 平日以禅宋为乐。 持念佛号三十年, 兼诵法华经五千遍, 金刚, 弥陀。 二经各五千零四十八遍。 有一天忽然不吃饭, 家人。 问她为什么? 她说, 想要见佛而已, 说完就急。 想卧化。 二十六念佛往生。 刘道龙, 明朝人, 她的母亲李氏, 四十岁时。 发心常斋奉佛, 但她不识字, 不能诵经, 岁枕修一。 监禁事, 供奉观音大士及金刚经, 朝夕焚香礼拜。 以念佛千生未克, 虽欲寒冬言下一步停坐。 每逢言冬酷寒, 家人担心她受冻, 折以炭火制。 放桌下取暖, 她都挥手叫人取走。 礼事虽然不识字, 不能诵经, 但她却捐出巨资。 刻印金刚经, 施送给与佛有缘的人请回寿持读诵。 她每逢生日, 子习们打算替她作寿, 她告戒习。 父不得已酒习宴客, 不但全家如宿, 她自己还礼产。 一天或三天, 这样的生活, 过了二十五年。 她临终前一年, 将平日督坊所存的钱, 严请森。 众诵念金刚经, 广修功德。 她梦见观音大士拿着衣。 串念珠给她, 并说, 你数一数念珠的数目, 这九。 是你要往生西方净土的日期。 梦中一数, 有五十。 三颗, 但不解其意。 到了次年, 庚子五月三日, 她忽然告诉家人说, 我要往生西方了, 你们应该大声念佛, 助我西。 行, 她端坐在床榻上, 儿子媳妇及所有晚辈, 都 围坐在她的床前念佛, 她在众人念佛身中, 安然而, 是。 二十七一箱满事。 徐孝克, 随朝国子博士, 自幼前信佛法, 对于, 经论的产事弘扬, 不宜于公。 南北朝臣天佳年间, 受官, 西家炯, 令, 太监四年, 真他出任秘书臣, 但他, 不愿赴任。 侯景之乱时, 孝克迈妻来奉养母亲, 从此持斋。 如宿, 并且受持菩萨戒。 这时兜官审经常有鬼怪出。 县, 孝克前往居住后, 所有妖怪都不见了。 陈朝王后, 孝克到了长安, 随文帝九文他的名。 申和盛德, 特班照令, 请他在上书兜唐讲说金刚经。 开皇十二年, 徐孝克已经七十三岁, 临终念佛。 世中有一乡, 邻里都觉得精益, 并赞叹佛法的伟大。 二十八话人诵经。 孙大, 王嘉迁, 明朝人, 自幼聪明敏锐。 十二岁。 十, 跟随父亲敬无居士奉弥陀四十八愿, 道云七首。 持五戒, 返家后, 断除荤腥鱼肉, 并绝交由, 从此。 舍莫寡言, 一心念佛, 不惜生命, 惊情不懈, 逝取。 金台, 非要得到上品往生不可。 没有多久, 他看到二位比丘手持莲花钱来, 叫。 他送金刚经一天一夜, 大, 王嘉迁, 忽然坐起来说。 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都来迎接我。 大, 王嘉迁, 守。 杰金刚全印, 大声念阿弥陀佛树身, 端坐而圆寂。 这是万力星亥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事, 大, 王嘉迁。 并有净土十二十歌传世, 详见吴太时西深传中。 二十九, 宋金刚经回向西方。 吴某, 清朝浙江人, 以义其名, 他的祖父吉父。 清聚为祥身。 顺至元年, 适逢大兵为臣, 他与父母。 离散, 被抓到张将官的帐下服役, 这时他年仅十三。 岁, 哀叹自己本是儒家弟子, 静落的这种地步, 比。 定是宿世罪业所招感, 岁在佛前立誓要持斋念佛。 每天读宋义卷金刚经, 回向往生西方。 过了三年, 吴某将发下的良银买相供佛, 并贵。 宋阿弥陀佛圣号, 精进不已。 如此又经过十年, 遂赐丁有十月念二日, 吴某忽然告诉张将官说, 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张将官不幸, 呵斥他妖言获众。 一日, 吴某亲自去向提督请假, 提督打怒, 批。 是将他交送张将官仗打十五下, 吴某丝毫没有怨言。 又到各营相众将士辞别, 自称将于十一月初一日, 往生西方。 到了那一天, 吴某五根起床沐浴, 焚香拜佛之。 后, 仍然到船上向张将官叩拜辞别, 张将官打怒。 差人跟随吴某到他要焚身的地方, 看到吴某向西方。 礼拜了三次, 端坐说祭, 祭云。 身披铁甲, 足不精莲。 愿诸将士, 各着一边。 说完祭, 大家看到吴某口中突出三昧火, 姜字。 身焚化, 全营的官兵剑状都围绕礼拜, 张将官全家。 人也因此而摘戒奉佛。 第二篇灵中瑞香, 依独木金刚泥。 明朝万历年间, 归得府城外, 有一座水晶眼。 眼内有味年老的比丘尼, 因为以金刚精卫常客, 并且自幼失去一目, 所以别人都尊称他为独木金刚泥。 他天性淡薄, 以粗米粗十度日, 别人如有馈赠。 他都分送给别人。 有一次, 他讲经说法, 善男性女还及于侧, 一。 为世子问道, 金刚经何以有三十二分, 他答道。 意义惯之, 不论儒家佛家, 皆是如此, 那里分。 的许多段落。 他遂说记, 佛说金刚妙出群, 一言了误觉声闻。 有人解的金刚义, 四八何须逐断分。 一位和尚问道, 何以称为金刚, 他答道。 金刚是人人都有的, 何须如此问。 他又说记, 金刚果性是金刚, 百炼千锤永不伤。 粉碎虚空些自在, 只经为见佛豪光。 又有人间, 师父您通晓佛意, 何以不现男生。 他答道, 形体有男女的分别, 佛性是不分比。 死的, 不要做差别观。 他又说记, 男女何须变假真, 观音出现果何人。 皮囊脱进魂无用, 试问男生是女生。 他的变才无碍, 随问随应, 灵敏异常, 远近来。 归依他的人, 不可胜数。 他活到七十多岁, 往生之前且预先只是作画的。 日期, 鼻端有火, 并说记, 涂皮一去永归空, 这处寻空便不空。 我去我来人是我, 电光泡影一般同。 说完记, 遂端作明然而是。 这是河南一味详光。 和尚亲眼所见, 亲口告诉于居士的。 二缅堕犬身。 宋朝苏州诸近世, 平身只读儒家书籍, 没有听。 闻佛法。 有一天偶游虎秋山, 听到佛应禅师讲金刚。 经中的, 一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映作如是观, 等四句, 心中非常惊喜, 这是以前从。 来没有过的, 于是就想参究全经一指。 有一天午睡, 梦见清一人压着五个人, 诸近世。 跟在后面, 走了约二里路, 来到一条大街, 再进入。 巷内, 有一青色不连的人家, 在厨房里置放一个墓。 桶, 桶内有汤, 那五人都喝了, 朱近世也想喝, 清。 依人大声阻止说, 听闻佛法的人不可以喝, 酒。 惊觉苏醒, 朱近世信步走到大街, 进入巷门, 果然有一户。 人家与梦中所见完全一样, 朱近世叩门进去, 询问。 厨房可有发生什么事? 主人说, 厨房刚刚生下六只小狗, 其中一只, 已经死了。 朱近世下的经步流汗的说, 如果没有听闻佛, 法, 早已经堕入犬胎了。 从此专心持诵金刚经, 到了八十九岁八月十五日, 邀集所有道友向他们告别, 然后登上后援树枝。 上说记, 八十九年诸宫, 两手破破虚空, 脚踏浮。 云粉碎, 立化菩提树东, 然后月身而下, 落地后马。 上化去。 云云, 亦失人生万劫难, 又云, 此生不。 向今深度, 更呆何深度此生。 诸近世灵文道, 一。 切有谓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映坐如世观。 心中叹未曾有, 恰如经中所说, 于此章句。 能生信心, 以此为时, 当知世人, 不予一佛二佛三。 四五佛而众善根, 已于无量千万佛所, 种诸善根。 文士章句, 乃至一念身尽信者, 须菩提, 如来西之。 西见, 是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 持经不但可以灭罪, 而且由于种下般若种子。 以此, 以此渐渐修行, 到达因缘果满, 必, 当得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不然诗此人生, 不仅受苦无穷, 等。 到大夜闷时, 又不知转身何去。 持经功德可转罪报。 而得佛果, 金刚经实在殊胜无比。 三天垂华盖。 张元素, 唐朝洛阳人, 少年时持诵金刚经。 天寿初年, 任黄梅载艺, 家有恶男, 常应念儿。 萧。 到了七十岁, 身体不适, 忽见到空中垂下华盖。 旧洗澡沐浴与家人诀别, 俨然而醋。 四舌如金石。 明朝乡辰地方, 有位疲工, 明教岩疆, 中年时。 辞去工作, 到佛寺丹斋饭, 专心修持金刚经, 并念。 阿弥陀佛, 身不绝耳。 到了六十多岁, 忽然断食一个月, 平日只饮水。 树碑, 向别人说, 我在某日某时去, 借食, 他。 根依沐浴后, 家夫作画, 焚化得到设立子树和蛇。 头肩硬如铜金石, 用手敲他, 坑枪有声, 这事正得。 三年的事。 五公亲富贵不能比。 明朝天启初年, 京师镇阳门, 有一位老军人。 看守一间船铺, 官居无子, 每年可领到十十米粮。 他留存四十公日常食用, 将剩余的六十变卖, 购买。 新柴蔬菜等, 闲居无事, 每天焚香送金钢金。 当朝的宰相寒旷, 每次身穿锦衣, 乘坐大轿。 前面有随从开道, 浩浩荡荡地经过那耳时, 一听到。 老军人的送金声, 往往凯探说, 他要送金很容易。 而我却很难, 我享受不到他这个福分。 老军人后来活到七十三岁, 无疾而终。 虽是言。 热的六月, 尸体却毫不臭惠, 更没有非营聚集, 精。 尸里的贵人看了都惊奇赞叹, 大家出钱为他责得安。 藏。 寒公宿称贤能, 他的话可说真实不虚。 处于态。 平圣事, 不求闻达, 又能无事一身轻, 得自由身。 所得足够一身温饱, 乃是人间仙福, 更加持诵金刚。 经, 修罪上惩罚, 为出世正因, 启示一世的公亲父。 贵所能相比。 六状翻来迎。 薛妍, 唐朝人, 人中周司马, 平日书时常斋。 每天念诵金刚经三十遍。 七十二岁临终时, 看到状翻华盖来迎接, 他的。 妻子崔氏是玉使安眼的姑姑, 轻见薛妍随着状翻华。 盖, 冉冉升天飞去, 叫他都不应, 全家都闻到异香。 七班若一日之功。 阎光玉, 明朝人, 世代已如未夜, 有一天随同。 乡里的侍身其宿, 到金刚会听经, 甚为惊叹敬福。 吉祥参究金刚经的意志, 可是因为父侍未能如愿。 后来任职太和县, 有一天生病, 梦见两位轻衣。 人把他拘进阴府, 景象优惠, 森严凄惨, 名利告疏。 冥王说, 光玉阳寿已尽, 生前好杀, 洗食牛犬之。 肉, 罪业深重。 这时, 即有无数生灵前来所命, 冥王将光玉盼。 入货汤油间, 牛头鬼族用刀插将光玉插入滚沸的油。 顶内, 看到光玉全身覆盖着莲花, 滚沸的油顶, 顿。 时冷却。 冥王合掌, 命名利查看善恶部, 告诉光玉说, 你有持送般若一日之功, 才有这个金刚不坏之身。 所以增严你的寿路, 希望你回去之后, 多劝世人。 持送。 光玉已经死去七日, 还阳后, 每天客送不停。 并客应金刚金六千卷师送, 任官至大餐。 七十岁零。 忠实, 李相的人都闻到一箱, 光玉再三嘱咐说。 你们务必广为流传下去, 主妇世代的子孙, 受持着, 卷最上乘的金刚金。 言必而是, 这是光玉六十六。 戴孙, 柏连博士亲口所说的。 八语求报应。 李元宗, 宋朝荆州江陵县人, 他的女儿十三岁。 十, 梦见一位范僧告诉他说, 你很有善根, 何不? 持念金刚经呢? 世间善男子, 善女人, 每天如果能。 构尽心送一卷, 现世中可以增加福寿, 享世寿百年。 命中即升天界。 若能就尽般若, 可以直登涅盘比。 按, 如果未达经义, 死后因福也不能居禄, 可以投。 身富贵之家, 享人间福报。 他深信此话, 从此美。 天宋金刚经三卷。 芳琳二十四岁, 仍不愿出嫁。 后来罹患伤寒。 过了三天才死, 死后被打入明府, 明王审问之后。 知道他未尝造罪, 看见他头顶上有佛香显现出降光。 于是就放他还阳。 临行时, 明王嘱咐他说, 你有般若功德, 所。 以放你还阳, 你的父亲所造的杀业极重, 所以先减。 受二纪, 不久之后, 就要追来对阵, 你的父亲长长。 把活于切块, 现在已有七千余为来宿冤所命, 你回。 去问你父亲, 是不是晚上梦见自身落入网中, 白天。 醒来就觉得头痛。 这就是于求报应的缘故。 他苏醒以后, 遂将此事禀告父亲, 原宗大惊。 答说却有其事, 心里非常害怕, 就携同女儿前往天。 宁寺忏悔, 以斋办公养一百位僧众, 并且断除婚酒。 亲手禁书金刚经四十九卷。 有一天晚上, 原宗梦见数千亲一同子向他礼拜。 说, 我们被你所杀, 已向民府诉冤所命, 现在蒙。 你写经的功德, 借此善力, 已经超离苦去, 要投身。 善道去了, 你我的仇冤已经化解。 你因写经的功德, 可以遵守。 从此以后, 原宗池送金刚经更加虔诚, 活到一。 百二十岁, 无疾沐浴而逝。 九玉之中期。 明朝诸文克公国座, 万历年间任职编传, 天启。 年间拜大学士, 自奉谭博, 每天必定持送金刚经。 他曾向儿子说, 我生平不计较容枯, 顺逆一如。 这是我得金刚经中, 无我相, 无人相, 两句之力。 他又经常向灵理解说经中大义。 天启夹子年十月念五日, 玉之中期, 端坐儿式。 死后鼻中玉金双双下垂, 历经数个时辰之久。 食肉身不坏。 唐无事, 清朝济宁人, 客居松江, 性情本来很。 暴躁, 不能容忍别人。 四十三岁那年, 开始持长斋。 每天在小楼持送金刚经。 六年以后, 四十九岁时, 忽然告诉别人说。 我某日要去了, 经上说金刚不坏身, 我去后可留身。 三年, 才能证明经言不虚。 说吧儿子。 三年后起堪, 身体果然没有腐坏, 顶上头发长。 了半寸, 提督梁公为知见安供奉。 十一不被民私所管。 明朝崇祯年间, 嘉兴府角礼街, 有个名叫诗矣。 杨的人, 他和东塔寺友恒和尚私交很好。 一杨年矣。 六十五岁, 虽然体弱多病, 每天仍贵送金刚金竖卷。 并自年真月初八, 送金尚未完毕, 忽然暴毕。 三天后快要封关时, 忽悠还魂说, 我已诵经的功。 得, 不受名利所管, 留在地藏菩萨处, 菩萨已我诵。 经尚未完毕, 特别放我回来不诵, 但我气息奄奄。 不能自诵, 虚请有恒和尚替代, 别人代诵没有用。 刚好有恒和尚因世外出, 等了一天, 有恒和尚。 回来以后, 一杨贵听有恒和尚补诵完毕, 举手向他。 致谢, 然后一笑话去。 十二之经。 前永明, 明朝秀水人, 夫人张氏, 信佛前臣。 每天访杀之布时, 持诵金刚经十遍, 作为日常功课。 有一天, 张氏在之布时, 诵道, 不予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而种善根, 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十, 忽然停止工作而合掌, 他的儿子及媳妇觉得非。 长期怪, 叫他也不答应, 走近一看已闭目做事。 这, 是万力更生七月四日的事。 十三如愿严寿。 何证, 唐朝人, 娶妻流氏。 流氏年仅二十六岁。 他们夫妻恩爱, 感情融质, 欲有一男一女, 男的。 两周岁, 女的仅一周岁。 有一天夜里, 刘氏梦见自己到了明思, 明立盼。 绝他只能活到春天三月。 醒来后屈指一数, 仅存办。 年的寿命, 为此幽黄不已, 不停地哭泣。 丈夫极佳。 人都觉得奇怪, 问他为何无缘无故地哭泣。 他含着眼泪说, 我梦到了明思, 明立盼我紧。 存半年的寿命, 我没有什么遗憾, 最令我伤心哀痛。 的, 就是从此这两个儿女, 僵尸去依靠, 我怎能放。 心得下, 丈夫及家人虽然心存疑虑, 但亦爱莫能。 主, 隔了数天, 流逝忽然醒悟, 遂断除婚心, 言请。 化功会置一幅佛菩萨的圣像, 前进的礼拜供养, 日。 夜在佛前持诵金刚经, 每次诵弊, 都回向住院说, 为求诸佛菩萨慈悲, 让我能增严是寿, 若能活到。 四十五岁, 将儿女抚养长大, 并为她们完婚出嫁。 那我死而无憾了。 到了次年三月, 竟安然无恙, 于是更加精勤持。 送, 礼拜供养。 她三十八岁那年, 为儿子完婚, 四十三岁时。 又将女儿出嫁, 完成她多年的心愿。 太和四年冬天, 恰好满四十五岁, 她将多年积。 叙资才全部舍入佛寺, 为善已毙, 告诉所有亲友说。 我的死期已至, 何诚以为她被鬼魅所缠, 不。 肯致性。 那年的除夕, 刘氏亲自言请高森到家中, 再三。 宝面前, 受她八关斋戒, 然后沐浴更衣, 独居一室。 家夫而坐, 高声送念金刚经。 宋碧, 既然无声。 儿女及所有的亲属进去探视, 看她已经作画, 面貌。 上栩栩如声, 顶上灼热烫手。 远近见闻的人不论森。 俗或善男性女, 无不对她崇敬万分, 赞叹稀有难得。 很多人因此而归依三宝。 她的丈夫何诚, 依照僧礼于以安葬, 塔在荆州。 城外北边。 十四金刚班若波罗蜜。 王德用, 明朝少兴天乐人, 他的妻子陶氏不信。 佛法。 龙庆几四年间, 有一天, 陶氏病危, 看到鬼族。 告诉他说, 你的阳寿已尽, 身平不做善事, 应当。 堕入恶道。 鬼族的话刚刚说完, 陶氏就看到地狱。 诸相献前, 受刑的人不可胜数, 各种惨状, 使他怂。 燃心经, 呼叫他的丈夫说, 地狱献前, 你要想办。 法救救我。 这时, 陶氏忽然想起零四的长老每天诵经, 而且依稀记得, 金刚班若波罗蜜, 七个字, 于是猛力。 诵池念了数千声, 默然间, 地狱景象就隐漠不见。 了。 过了一会儿, 家人看到有五色光明从他口中吐。 初, 陶氏闭幕而逝。 这时空中有声音说, 陶氏免。 堕地狱, 已经往深山去了。 这件事很快地传扬开来, 大家争相走告, 金。 提七字, 的托尘轮。 十五诵经不可怠慢。 明朝家兴府, 王仔身居士幼年的时候, 曾经看, 道报中访有位姓范的仆人。 他肩膀担着菜走过市场, 每次口中都喃喃有词, 并看到他每天早上起来。 必定先在佛前焚香, 跪送金刚金树卷, 然后外出宫。 坐, 晚上必赴金明寺的佛殿, 礼佛回向。 范姓仆人的生活勤俭, 图中如果看到呆杀的鱼。 秦等动物, 他都出钱买去放生, 欲有行其或平病的。 人, 也都尽力地去帮助他们。 他的主人想出钱帮他取妻, 却为他所拒。 最后, 主人顺应他的要求, 让他替杜出家。 他在寺中心情 的工作, 凡是禅堂中的一切苦意, 他都尽力而为。 从来不说疲倦。 有一天, 他忽然感到身体不适, 告诉大众说, 我过去身中因为诵金刚经怠慢, 所以经是罚作奴。 礼, 现在期限已满, 要往善地受身了。 说完而是。 十六百额听经。 明朝万历初年, 是钟钟腹秀, 徐尊寿二人都住。 在金城罗家乡, 那边有别愿进士数间, 二人连坐池。 诵金刚经。 钟家饲养了两只白鹅, 每当弟们诵金念佛时。 白鹅都昂起了头, 好像在听经的样子, 行为举止都。 跟随着沐鱼身。 数年以后, 两只白鹅同时面对金案利化。 钟。 徐尔公将他们葬于静夜寺的后面, 称之为, 听经额。 种。 十七烦恼本无, 我相谁敛。 明朝万历年间, 王方鹿, 金坛人, 官智又都遇。 使。 病重弥留之际, 神情非常烦躁, 他的儿子肯堂。 健壮, 向他敬言道, 您平日存养的功夫, 此祭证。 可得力, 愿您成心听孩儿送念金刚经。 方鹿点头。 答应, 当肯堂送道,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身相。 无受者相, 时, 方鹿微笑地说, 烦恼本无, 我相。 谁敛。 遂合掌儿是。 古得有云, 智人念念定会, 临终安得而乱。 凡人念念而散乱, 临终安得而定。 方鹿先生, 修。 行多年, 存养有素, 病重弥留上不能免于烦恼, 然。 而一波变转, 其平日智力涵养由此可见。 修行之事。 既非一朝一夕可以有所成就, 所以必须及时努力。 我们应该切记, 莫道老来方学道, 孤焚多事少。 黏人。 肯堂于父亲弥留之计, 并未手忙脚乱, 从容不。 破得劝倾听经, 若无此甚缘, 岂不是, 因尽乎现前。 偏尔随他去, 了吗? 俗情在亲人弥留时, 往往嚎啕痛哭, 不但对比。 无意, 反而有损, 令人心叹。 此皆因未能生明佛法。 所致。 肯堂动明佛里, 时堪为人子者所效法。 又宋朝欧阳文中功临忠实, 赵朱弟子前来, 告。 借他们说, 我年少时已文章成名于世, 极力排斥。 佛教, 尽来研究佛法, 颇能深入唐傲, 正要请修言。 纠正法, 不料时不我语, 竟然一遇而眉, 抱憾终身。 你们要互相勉励, 且误导我覆彻, 后悔莫及。 随即叫弟子到附近佛四界华严经, 文中功轻送八卷。 安然做事。 十八鸭藏婆。 廖等官, 任职善化之县时, 县内有一位年老的。 妇人, 每天持诵金刚经, 白天在街上向人启食, 晚。 上住在山边。 有一次, 好几天都不见他外出行起, 有一大群。 鸭子滋滋扎扎地聚集在他住的地方, 人们急着前往。 观看, 原来这位妇人已经抱惊而化, 很多的鸭子咸。 土来覆盖他的身体。 大家称之为鸭藏婆, 这件事迹。 宰在湖广通至上。 十九端座签化。 浦光四七选法师, 自幼情修苦行, 经常讲诵经。 钢经。 龙朔二年冬, 他在寺内端座签化, 神色俨然。 不动。 这件事传闻于天子, 天子非常嘉许他的成就。 下诏表扬, 浦光四七选法师, 德行高洁, 道俗。 同亲, 经济作画, 移用三品官员之礼后葬, 并给鼓。 吹一步。 全臣善男性女都聚集来观看这次盛况。 二十家夫作画。 明朝崇祯年间, 谈公不争末的母亲严太夫人。 持家有法, 督策诸子, 明理尚义, 虽是富贵中人。 但人不依书时, 不崇尚奢靡华丽。 而且笃信佛法。 朝目里诵金刚经级妙法莲华经。 晚年时, 更是每天。 持华严一卷, 并未仔细讲解大义。 他生平很少患病, 有一天偶的危急, 自知实质。 这时正值人生熟悦, 他更衣沐浴, 礼拜诸佛病住。 导说, 我一身敬佛, 果有佛缘, 当另一体气息部。 会, 随着家夫端坐, 合掌而逝。 死后七天, 颜面上含笑如生, 停尸后没有一支。 非淫, 且有香气漂浮, 所有掉电的人, 莫不赞叹他。 的成就及佛法的灵意。 谭公布自己撰写了一篇传记, 用来纪念他的母亲。 天下最珍贵的奇珍异宝, 尚且有人视之为, 身。 外之物, 唯有这属尺色区, 任何人无不刻意的家。 以修饰, 尘系浊水焚香, 半鲜花, 带金饰, 穿景衣。 极尽所能来润饰这个色身, 从来不觉得浪费祸眼。 卷。 如果这个色区得以长留在世, 树鸡不复出心。 可是一旦无常到来, 请客兼则臭惠不堪, 岂不可悲。 可叹。 谭母林中时主妇的几句话, 才是真正爱生的吧。 样, 此不独规格女子应当奉行, 即使是须眉丈夫。 也依顶礼校法。 二十一线大人乡。 马七场, 自通白, 安徽人, 明初的文学大家。 平身著述很多。 起初仅研究儒学, 不知佛法。 进食。 于年来, 才知道佛法的今生博大, 以及佛法中许多。 不可思议的事迹, 因此开始归向佛法, 研习内典。 她每天持诵金刚经, 坚持佛号, 发愿往生西方。 她的第三女儿名叫君干, 仍很聪明, 通达文理。 颇有古诗才女的风范, 深得其父宠爱。 她意业于 上海物本女书, 对于提倡女学, 不遗余力, 曾受被 杨大成员工之聘, 在天津创社女子师范学校, 后来, 为了增广建文又游学日本, 为对佛法没有丝毫的性。 养。 其后, 她嫁给方石简, 产后不胜得病, 全身的。 痛处难以忍受, 通白看她痛苦的样子, 不经产生怜。 敏之心, 于是对她念诵金刚经, 她一听闻诵金的声。 因后, 身心立刻觉得安乐, 等到宋经的声音停止。 她又感到浑身痛苦, 通白于是为她彻夜念诵。 过了很久, 军干突然起身端坐, 并请父亲停止。 宋经, 看她的样子好像已经痊愈, 她说, 我对于 金刚经所说的道理, 已能完全领悟, 如今我要现大。 人乡, 广说无身法, 希望一切见闻的人都能同种善。 根, 她又说因为家中过于狭窄, 想要到医院静养。 当时, 通白与其女婿租屋居住在京师, 住得不够宽。 厂优雅, 通白岁误以为她真的只是想换个环境而已。 岁命女婿方石简送军干到德国医院, 替她找一间。 优雅宁静的病房。 抵达医院, 似一切安置妥当后, 军干便叫她夫。 旭以及医院的人离开病房, 然后她就和长作托了。 我们观看军干作托的方法, 对于生死之间, 是 何等的潇洒自如。 这与旁居室的女儿灵照, 已日食。 匡骗她的父亲离开, 然后她登上副座, 和长作画。 两者灵中的行仪又有什么区别呢? 通白有位门生, 名叫李穆公, 素不信佛, 听到。 通白说出此段姻缘之后, 全家归一三宝, 正如浦门。 品所云, 应以和声的度者, 即现和声而为说法。 我们仔细思维, 马军干何尝不是为我们献声说? 法。 二十二夫作儿是。 瑞雪衙, 明朝黄炎人, 又时受秋江战功替度。 在星辰山流庆苑修行, 持绿严谨。 她每天以持诵经。 刚经为常课, 并且善于瑜伽, 如玉道俗请她理颤法。 是, 她必定恭敬虔诚, 对于他人的供养从不计较后。 薄, 就算毫无公养, 也不在意, 下次来邀请她, 她。 仍然高兴地前去, 丝毫不会献出不悦的样子。 红五星亥五月, 正值夏天, 她偶的围急, 沐浴。 更衣后, 书记夫作儿是。 涂皮时火星中蹦发出围光。 毫无烟气火焰, 并获得很多设例子, 十年八十三。 第三篇的长寿。 一专持劝化的楚石和尚。 明朝正德年间, 南越有位高僧, 名叫楚石, 伯。 通三藏, 平日专持金刚经, 如果有人向他求法, 不。 论对方贤于贵贱, 他都大声地说, 努力授持金刚。 金吧。 楚石到了一百七十一岁使作画。 跟他同时的有白藤和尚, 无极和尚, 也是专门。 劝人持宋金刚经。 白藤活到一百三十岁, 无极活到一百二十四岁。 二竹光离第三尺。 陈国宝, 唐朝人, 他的夫人是瑞公宽的姐姐。 前奉佛法, 平日持诵金刚经。 有一次, 他正在诵金。 仅剩一两夜, 即将诵臂, 忽然觉得头痛起来, 无。 法继续念诵, 到了晚上痛得更厉害。 他唯恐因此死。 去而不能将金送完, 遂命婢女去拿烛火, 但是火种。 已灭, 婢女空手而回, 夫人见状, 叹息不已。 这时, 全家人忽然看到厨房中有烛光自动移动。 并没有人拿着烛光离第三尺渐渐穿过厅堂, 直。 入夫人卧室, 宛如白昼一般。 夫人十分惊喜, 赶快, 取经送弊。 一会儿, 家人取得火种, 烛光即灭, 夫人的病。 也痊愈了, 从此每天前送五卷。 瑞公临终时, 夫人前往省室, 瑞公说, 五姐。 以念经功德当的长寿, 并可受身善道。 后来夫人活到八十多岁, 无疾而终。 三鬼使献策。 唐朝陵德元年, 窦德元官拜宗正卿, 奉派魏阳。 周岸查使, 要坐船渡过淮河, 驶离岸边不久, 看到。 岸上还有一个人在等船。 当时已是日落时分, 岸边。 已没有渡船, 逗德元看那个人脸色憔悴, 心里很怜。 闽他, 于是命人将船驶回岸边搭载他。 行途中, 德元开始用饭, 也分给他一份。 抵达岸边后, 德元骑马, 那个人跟随载后, 走。 了几里路, 德元看那人似乎不肯离去, 就问他说。 你是谁? 为什么还不走? 那个人回答说, 我。 是鬼使, 奉命到扬州追斗德元。 德元一听大经, 立刻下马, 跪在地上, 像鬼使。 叩头, 说, 我正式斗德元, 求你只是方便, 务必。 替我想个求生的办法。 德元边说边哭, 再三的起。 求。 鬼使想了一会儿, 才说, 刚才沉蒙你怜悯搭。 宰过河, 又蒙刺给食物, 这份盛情使我感动, 所以。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倘若你念诵金刚经一千卷, 九。 可以免除此恶, 等你念满千卷后, 我再来通知你。 德元到了扬州, 面临生死关头, 不敢懈怠, 马。 上开始诵念金刚经, 日夜不停地持诵。 过了一个多月, 德元念完一千卷, 鬼使又来了。 告诉德元说, 你诵金已经满一千卷, 再也不必。 担忧,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明王。 德元跟随鬼使进入明府, 看到一位身穿紫衣的。 人, 走下台阶向他拱手座里说, 你诵金刚经一千卷, 有大功德, 现在还不是来的时候。 遂放德元。 返阳。 德元醒来之后, 才知道已经死了一天。 一会儿。 鬼使又来, 向德元祈求食物及纸钱, 德元马上命。 人拿饭菜请他, 并烧纸钱。 德元向鬼使询问一身的官路, 鬼使说, 你。 后将改任殿中间, 四任大司县, 四任太子端颖, 四。 任司缘太长, 四任左乡, 享受六十四岁。 后来果如其言, 德元并将此事奏文高宗, 高宗。 并下诏, 命令群臣诵金刚经。 此事系德元的曾孙。 在子周青自向梦献中述说的, 四一面侧影的严寿之法。 唐朝天宝年间, 有一位张姓玉使, 以意其名。 奉派出使淮南, 拟渡淮河, 船将要使离岸边时, 从。 后面奔来一位黄山人, 自称有吉士请求搭船, 船夫。 不肯, 并出手殴打。 张玉使剑撞马上制止, 向船夫说, 让一位老。 百姓顺便坐船渡河, 又有河防。 不仅让黄山人上。 船, 又亲自拿船上剩余的食物招待他, 黄山人面带。 溃色地向张玉使致谢。 渡过淮河, 抵达岸边后, 黄山人向张玉使辞别。 分路而行。 一会儿, 张玉使到达驿站, 看到黄山人已惊后。 在驿站门口, 未免有点憎恶, 心想, 我刚才已经 让你顺便搭船了, 你又来干什么。 黄山人向张玉使说, 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但不能让左右听到。 张玉使平退左右后, 黄山人才说, 我是鬼使。 奉明司之命前来抓你, 本来刚才渡河之时, 就应将传翻覆, 让你逆死于河中, 但蒙你后翼相待, 不。 忘恩, 所以不忍骤然下手, 但是, 最多也只能在。 让你多活一天而已。 张玉使一听, 惊骇不已, 立刻跪下向黄山人求。 就, 请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各办法解救。 黄山人说, 你如果能够在这一天的期限里, 转送续命经千卷, 就可以严寿。 说把岁离去。 走到门口, 黄山人又回头告诉玉使说, 你知, 到续命经吗? 就是人间的金刚经。 张玉使又问,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 我如何来得级念满千卷呢? 黄山人说, 只要有人转送的都可以, 张玉使, 便向黄山人再三地致谢。 送走了黄山人, 张玉使立刻召集所有的属下集。 附近百姓, 约有数十人, 大家聚集转送金刚经。 直到次日晚上, 终于念完一千卷, 送碧后, 黄山人也在这时来到驿站, 向张玉使说, 你已经可, 以免死, 但是要跟我到明府夜见明王。 众人看到, 张玉使跟随黄山人而去。 张玉使入见明王后, 禀告明王说, 我已送毒。 续命经千卷, 是否可以严授? 明王命典力勘验。 经查属实, 和掌赞叹说, 功德不可思议, 可以严。 授十年, 张玉使岁的返阳。 五雀鬼延年。 王陀, 唐朝人, 认阴阳福果义, 颇通佛法。 有。 一天他染患重病, 知道这是素是罪业, 碎断食昏肉。 发心持诵金刚经, 每天无便。 后来又染仗义, 轻见鬼使要来抓他, 王陀赶紧。 诵经, 鬼使听他诵经就退了回去, 不敢逼近。 他记, 续念诵, 鬼使远远地对他说, 明王命我来追你。 你且暂时停止念诵。 王陀刚一停止, 就昏迷过去, 胸闷欲绝。 这时, 又来了一位鬼使说, 他是念经人, 明王下令赞。 且放他六个月。 王陀苏醒以后, 被加精进, 不敢懈怠, 日夜不。 停的念诵。 经过六个月, 一直为见鬼使再来。 有一。 天晚上, 他听到空中有声音说, 王陀, 你已持经。 的功德, 可以享受九十。 王陀的哥哥因病去世, 几天后, 王陀看见哥哥。 告诉他说, 你要努力读诵金刚经, 救我地狱之苦。 话未说完, 看见一个人将他的哥哥推入地狱。 王陀恐怖万分, 急不走回家中, 有六只羊挡住去路。 不让王陀过去, 王陀立刻诵金刚经, 他看到羊之。 逐渐缩小, 诵金完毕, 所有的羊也就消失不见了。 返回家中后, 即为哥哥诵金五千遍, 就拔地狱。 知苦。 王陀又广劝大众持诵金刚经, 自己也持诵步。 错, 后来果然活到九十岁才去世。 六续命经。 明朝家境年间, 归安毛路门的拥仆, 名叫冯秦。 他曾经遇到一位相识, 断定他会早邀, 因而忧虑。 不已。 他向一位老和尚请教如何才能延年益寿。 老和尚说, 如果是悲下的人, 无利积德, 可 以十分自止, 并且念旭命经, 这样就可避免夭折。 冯秦问道, 何谓旭命经? 老和尚告诉他说, 旭命经就是金刚经。 冯秦文言大喜, 向老和尚拜谢, 立刻付诸实行。 他准备了竹夹子及竹笼, 打算沿街捡十字纸。 从此, 他白天走遍大街小巷, 将路上会饿的字。 纸, 捡取脂放鱼箱中, 洗涤干净后, 晒干焚烧, 烧。 存的纸灰, 包妥丢到清流水中。 他做得很仔细, 总然之字片指, 也不敢疏忽遗漏, 晚上则贵诵金刚经。 一卷, 并且回向。 冯秦天天如此, 习以为常, 后来他渐渐知书。 略通文艺, 路门对他也尊敬有礼。 冯秦的家道逐渐。 风玉, 玉有二子四孙, 享受九十五。 无疾而终。 七善神拥护。 魏循, 唐朝巨鹿人, 曾任薄州司马。 神龙年间。 家三品, 官拜右尖门大将军, 平日持送金刚经。 这时, 京城有位名叫蔡策的人, 报死几天后有。 苏醒过来, 他说, 我被冯官审讯时, 看到一位鬼。 使回禀明官说没有追到人, 明官要鞭打鬼使, 使者。 说, 将军为寻寿持金刚经, 有很多善神拥护, 围绕。 恕众, 追他不得, 并不是故意纵放。 明官又换了别, 得使者前去, 回来禀告的话人是一样, 追未寻之事。 遂告作罢, 明官与鬼使同声赞叹。 知道这事以后, 从此更加精进持送。 八阶下庭行。 唐朝时, 江陵开元四班若愿有位和尚, 法号是。 法阵, 每天持送金刚经二十一遍。 长庆初年, 他年已六旬, 有一天病死入民间。 明王问他, 师父身平做何功德? 法阵回答道, 经常受持金刚经。 明王一听肃然起劲, 向他拱手作礼, 请他再秀。 作念经七遍, 民间的侍卫们和掌静听, 阶下也停止。 行行, 明王特别走下台阶说, 上人遵守三十年。 希望你情愤不错, 命中必能出离生死。 明王派一位名利送他返阳, 他走了数十里, 看。 到前面有一大坑, 身不见底, 名利从他背后将他推。 入坑中, 于是就醒了过来, 已经死去七日, 唯有面。 不畏冷。 荆州的长青和尚, 亲眼看见他复活, 直到八十。 多岁仍然活着。 九亿分功德铸碧名思。 董靖朝, 唐朝人, 时常持诵金刚经, 并驻导说, 愿以亿分功德, 回向铸碧名思。 有一天晚上, 月色皎洁, 他站在城上, 看到四。 各身穿黄色衣服的人, 聚集在城下谈话, 他听到字。 己的名字, 好像是要被追捕的样子。 他们互相说。 董靖朝常持金刚经, 并以亿分功德, 驻碧名思。 这么久以来, 我们蒙受他的恩惠, 现在怎么忍得下? 心来杀他。 其中一人说, 他家对门有一位同姓。 童年的人, 寿命即将结束, 可以由他代替。 说吧。 一转眼四个人都不见了。 四日清早, 听到对门传来哭泣声, 靖朝询问其。 故, 死者父母说, 我的儿子昨夜暴死了, 靖朝。 听完不禁感动流泪, 并说出昨夜的经过。 除了协助, 将死者病葬外, 并供养死者的父母到老。 董靖朝后, 来出家, 法号魏惠通, 住在新元堂安寺。 十增是寿一辈。 至藏和尚, 梁武帝十吴俊仁, 驻中山开善寺。 有位相识对他说, 师父虽然聪明盖世, 可惜寿命。 不长, 只能活到三十一岁。 这时至藏和尚年念九岁, 于是不再讲经, 结成。 持诵金刚经, 礼佛忏悔, 昼夜不错。 到了萨一岁时, 有一天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 本来你的寿命已尽, 因般若的功德力, 得以增。 加一倍的试寿。 后来再度遇到这位相识, 相识惊奇的说, 显。 在妖兽之乡已经全部没有了。 并向智藏探寻原因。 智藏说出持宋般若的因缘, 两人齐声赞叹说。 经历不可思议。 智藏后来活到六十多岁才去世。 十一善神拥护, 抓他不得。 张摩氏, 唐朝人, 居于不正房。 天保十二年冬。 天, 他从远地回来, 已经半夜。 这时城门已闭, 指。 好敦福在桥下休息。 一会儿, 呼见数十人骑着马亭在桥边, 说要派。 一个人到不正房抓张无事的妻子及统领的富翁王某。 另外一人则到某处抓某些人, 张摩氏文之大惊。 而请监, 派出的人都回来了, 其中一人说。 要抓的人都已抓到, 唯有张无事的妻子, 正在诵读。 金刚经, 善神拥护在侧, 抓他不得。 接着, 他们将抓来的人一一唱名, 摩氏时的王。 某的声音, 也听到王某应诺。 张摩氏返回家中后, 看到妻子端坐诵经。 他看。 到丈夫回来, 就对他说, 我知道你一定会赶回来。 所以诵经等待你。 天亮后, 听到南陵传来哭声。 原来是父翁王某死了。 摩氏将桥下所听到的经过。 说出, 夫妇二人大魏惊恐, 遂发誓受持长斋, 日诵。 金刚经四十九遍。 张无事的妻子赞得免于一死, 夫。 夫两人都得长寿。 十二烈火成灰。 唐朝一周有位参军田某, 平时喜好打猎, 他死。 养一只凶猛无比的猎犬, 每次出去打猎都利用他追。 逐猎物。 天宝初年某日, 田某又带着猎犬外出, 偶然在。 田野间, 看到他咬着一本书, 田某取来一看, 原来。 是金刚经, 就携回家中。 从此每天都取出毒诵, 兽。 迟数年, 送了二千多遍, 然而人照常打猎。 有一天田某死后来到明府, 看到众多鸟兽围拢。 起来向他索命。 当时跟他同行的有十多人, 明王医。 异于已审问, 其中有一个人, 明立命他张嘴, 用医。 丸头进他口中, 马上化成烈火, 很快地将那人烧成。 灰镜, 一会儿又迅速恢复原状。 这样审问了六七个。 人, 到了田某, 投了三丸都没有化成烈火。 明王感到诧异, 问田某在世曾做什么福业。 田。 某说, 我起初喜好打猎, 后来偶的一卷金刚经。 已经读诵二千多遍。 明王和掌称赞说, 善哉。 诵金刚经可灭除无。 量罪也。 命令名利检查田某的福布, 果如他所说。 于是叫他当场念诵。 刚一开始, 殿中所有的鸟兽都消失无踪。 明王对他说, 般若功德不可思议。 你可以延寿十五年。 于是放他还阳。 十三我佛常身之法。 明朝正德年间, 川西赫明官有各道士, 明教成。 入宣, 向神祷求常身之法。 有一天, 他看到一位字。 称是金刚神的告诉他说, 你想求常身之法, 可以。 前往明山里拜智荣和尚, 他会传法给你的。 入宣依照金刚神的指示前往, 他向智荣和尚肯。 切得起求, 智荣告诉他说, 金刚经济云, 一切有。 卫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映坐如释观。 这, 是我佛常身之法。 入宣问, 既如幻梦, 何谓长身。 智荣大声地说, 诸相飞香, 三秒三菩提心部。 入断灭。 入宣言下大悟, 遂告别返回, 隐居瓦乌山之湖。 据言, 从此每日持诵, 始终不错。 他活到九十八岁, 一日, 即和所有道友说。 我少年实力至求仙家的常身, 今有幸得到佛家的常。 深之法, 但愿诸公也能得我所得。 说罢明目而是。 十四持经的长寿。 凉天间年间, 有位演法师, 十一岁即出家作杀。 迷, 住在长安昭提寺。 当时有一位金鱼看相的人, 可以从相貌及气色。 以断定吉凶, 曾经被他看过香的人, 认为他的断言。 往往有奇言。 有一次, 演法师请他看相, 相诗您。 神助世后, 对演法师说, 你的相貌, 非常聪明。 智慧不凡, 只可惜面带妖兽相, 恐难活过十八岁。 演师为此生感幽惧, 乃四处探寻, 请义, 究竟。 修和种功德可以严寿。 很多人都认为, 依佛法的道。 礼, 受持金刚经的功德最大, 如能依法受持, 必备。 长寿。 演师依照他们的指示, 并弃万元, 入山前新手。 持金刚经, 日夜不错。 某天深夜, 演师见到房中显出五色光明, 一味。 身高五尺的范森告诉他说, 本来你的事受仅有时。 八岁, 如今一心受持金刚经, 借此书胜功德, 可以。 长寿。 说完就消失不见, 演师更加精进的修持。 多年以后, 演师又去寻访先前的相师, 看看现。 在的相貌究竟变得如何? 相师仔细地端向, 非常精。 呀的说, 以前看你的相貌, 我曾经断言只能活到。 十八岁, 真想不到今天竟然还能跟你见面。 你究竟? 曾做什么应得, 何以妖兽之相全消, 现在则出现场。 兽之相呢? 演师说, 我只是专心持念金刚经而已, 并 将多年修持地经过详家叙述, 相师赞叹说, 我在 尘俗中赖看向谋生, 虽知积德可以严授, 不料佛法。 德功德, 竟是如此殊胜, 太不可思议了。 演师活到九十二岁才作画, 临终时, 一厢满事。 人人称奇。 十五持经的长寿。 随朝, 开善寺有位比丘尼, 大家都称他为藏师。 善于讲经说法, 远近之名。 当时, 有位相师名叫何应, 金鱼面相, 告诉他。 说, 您虽然是位法师, 只可惜不能想长寿。 藏师听后, 惶恐不已, 遂停止讲经说法, 发愿。 要持诵佛经。 他随手从经卷中取一卷, 抽得的是经。 钢经, 于是开始持诵, 足不出户, 不设旁骛。 三年以后, 他再去找何应看相, 何应惊奇地说。 不知道是弟子的相树不灵, 还是师父相貌已经改变, 您现在已经变成长寿香了。 藏师说, 你的相树高明, 只是佛法的灵验根。 是不可思议。 岁据说三年来的修持经过。 何应听完之后, 赞叹地说, 修行的确可以改。 变一个人的寿命哪。 后来果如何应所说, 藏师活。 到九十余高龄。 俗话说,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云云众生。 由于过去是所造的各种善恶业, 因此个人的相貌意。 迅然有意。 命相加根据相学上的相貌格局, 判断付。 贵贫贱, 受邀穷通, 均有脉络可循, 未必全是迷信。 然而命相学上最重要的原则还是, 相由心生。 这是说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行为的善恶而改变, 躺。 能心存善良, 广积应得, 纵然是坏相格也会转变成。 为好相格, 这很合乎, 因果报应, 法则的。 自古以来, 大多数的人都被弃数所居, 听天由。 命, 自己做不得主, 唯有大善人及大恶人不受限制。 缘了凡自欲云古禅师后, 终身受持功过格不渝。 促的转移气数, 改变命运。 由此可见, 命运可由自。 挤来创造, 应无庸置疑。 我们想知道自己的命运。 只需问自己的心地如何即可, 所谓, 且行好事, 莫。 问前程, 应是我们正确的处事之道。 第四篇的回声。 依持戒严寿, 破戒遭遣。 王立古, 明朝天台人, 自驳无, 领万利丙无相。 简。 有一天晚上, 他梦见王父王世姓告诉他说, 你在这十年之中, 将会遭遇到五次危险。 戒时果。 然依依应验, 他遂作了季孟师, 以至其灵异。 他曾在家和三宝之前, 发愿持长斋, 并受持。 杀, 盗, 盈, 忘, 四戒。 后来出任江西新干县令后, 所受的戒律变废而不迟了。 悟五年他入京静见, 临行前天晚上, 又梦见王。 父警戒丁宁, 再三则被他破戒之势, 醒来以后, 礼。 古的内心非常忧虑。 入京途中, 他的船航行到底港, 深夜而更, 礼。 古突然看到两位轻衣鬼吏, 手持令牌, 将他带到衣。 座宫殿。 这座宫殿雄伟壮观, 好像皇宫一样的庄严。 与他同时被捉得共有数千人。 他被带入宫殿后, 看见明王端坐在中央书岸上。 左右两位宰官分坐两旁, 附近的侍者, 您真可怕。 立谷害怕得不得了。 明王叫着他的名字, 很生气地责骂道, 你的。 阳寿本来在秉承年就应该结束, 因为你受持斋戒。 才言寿至今, 无奈你废而不持, 故将你居舍来此。 接着命令侍者将生死不交给立谷亲自观看, 立谷。 看到自己的名字底下, 都住有年月。 到了秉承八月, 以下, 则完全空白。 立谷使之他的寿命仅致秉承年。 八月, 因持戒的功德才得严寿至今, 他后悔不已。 于是跪下求饶说, 我是因为做官, 在秦世上不得。 以, 才会如此, 求您宽恕一次吧。 明王说, 你的话固然有道理, 但是你的受算。 已尽。 于是下令将立谷送往地狱寿行, 左右宁针。 的鬼族一听指示, 准备屈前将立谷带走。 这时, 左右的宰官起身说, 且慢, 先去哪里。 古破戒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看。 一会儿, 试着扛了两个巨大的竹笼, 里面装有。 许多卷宗, 凡是立谷平日所书写的一字一句, 乃至。 整篇文章, 或者举心动念, 都记载得很详细。 每份。 都有色气藤在上方, 有黑色的, 有青色的, 也有赤。 色及白色的。 冥王命令侍者, 将同色的剪聚在一起, 先剪黑。 色与青色的放在一起, 再将赤色及白色的放在一起。 一会儿, 青色的逐渐隐没, 黑色的也逐渐缩小成。 像筷子一般, 唯有赤色的非常显明夺目。 立谷在旁不敢正眼熟视, 只斜着眼睛偷偷地看。 他看到自己刻印的金刚精, 好生篇及社会卷都在。 里面, 而腾出鲜明赤色气的正是这些。 冥王看完后, 脸色才较为平和, 像左边那位仔。 官说, 他还能知道值得赔福, 暂且留他活命, 请。 损毁他的五官, 这样你看妥当吗? 那位仔官并无。 异议, 明王就命令明恶的鬼族, 将利谷的眼睛挖出, 置放在殿上。 利谷心想, 如果被挖去眼睛, 那里还能看到东。 西。 忽然间, 利谷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宫殿中的官。 利己鬼族什么都看不见, 只觉得有人拍着他的背部。 说, 快去! 快去! 一会儿, 一会儿, 利谷觉得跌了一跤。 旧苏醒过来。 这时正是鸡鸣天亮, 他听到家人围在身旁, 宣。 华吵闹闹, 家人告诉他说, 你从二更之后, 就一直。 瘦眼不醒, 至今手足冰冷, 口齿兼合, 大夫诊断是, 中寒觉, 已经灌过七次药了。 利谷想睁开眼睛看。 只觉得灯火非常刺目, 无法睁开。 到了次日, 大夫又用明目要给他服用, 但是无。 笑, 这天晚上, 利谷梦见有人将钉钉在他的眼睛上。 他觉得比昨日还痛, 利谷知道这是夜暴, 并非一。 要所能奏效, 婴儿慈观返礼。 从此以后, 利谷每日持诵金刚经及法华经, 起。 家晴修静夜。 更生年间, 有一个晚上, 利谷梦见观世音菩萨。 以手上的阳之甘露, 洒在他的眼睛上, 当他次日。 醒来要理颤时, 竟获然见雾而重见光明。 古后来游历云七博山之门, 在生之后的二十年, 大家都称他未必如大师。 茂宗启平说, 此事可作为应见的有三点, 第。 一是破戒的人必遭谴责, 第二是直善的人可以续命。 第三是居观的人, 知字片语及所有言行皆未名利。 所录, 清黑赤白之气, 不可不时时惦念。 二素氏血经, 经世赖已在身。 文博人, 明朝苏州人, 浩武丰, 擅长吟诗作画。 他是文真明的侄子。 有一次, 他为了控诉逃仆, 到了县城, 借住在明家。 那天夜里, 他梦见两位轻衣人来捉他, 他以为, 是县衙的不义, 就跟随他们而去。 他们一行, 到了。 一座雄伟的宫殿, 看起来好像不是人间, 这时博人, 的内心才开始害怕。 进入了殿中, 阎网喝则他说, 来此控告你的。 很多, 你要怎么说? 博人回答道, 我只不过是一个读书人, 怎么? 会有罪。 阎网面带微笑地说, 哦。 对了, 你早已经忘。 了前世。 说罢命令判官用一块青色的铜镜摩擦薄。 人的头顶, 博人觉得一股寒气浸入心肺, 忽然一起。 前世, 原来是正统年间的管长灵患, 有一年冬天。 开凿鱼池时, 他杀死者伏在地下的蛇, 共有一百多。 条, 请客间, 就有很多蛇聚集来咬他。 阎网又对另外一位判官说, 他仅一命, 哪能 偿还这么多的命债? 仔细查查看, 他多生以来, 起 无疑闪。 判官找了很多的书册, 非常仔细地翻阅, 过了。 很久才说, 有的, 他在永乐年间, 曾在鸡鸣山的。 臂狼, 画了两尊罗汉, 又曾书写一卷金刚经。 听。 到这里, 阎网就说, 够了, 足够了, 嘱咐伯仁。 说, 你的寿算未尽, 赶快回去写金刚经赎罪, 赌。 托他们吧。 伯仁遂又活了过来, 他本来并不信佛, 自此已。 后, 皈依佛门, 发愿写金念佛, 借此功德度托过去。 杀害的众生, 且至成的忏悔素是业障, 不论寒冬言。 下, 从未懈怠。 故人念评说, 五封写金刚经, 仅有一卷, 而, 且还在数世之前。 数世之后尚且赖已在身, 是故经。 说果报不可思议, 真是不虚。 三慕容文策游地狱。 慕容文策, 随朝太洲上归人。 大业七年十, 年。 井十七, 就持斋念诵金刚经。 那年四月十五日, 文。 策忽然报死, 被明使引入明府, 进城后, 看到一座 威鹅的宫殿, 很多人站在殿中, 有男女老幼及森尼。 道士, 多得不可胜数。 殿中的鬼立一名册一一唱名, 生前机有福叶的。 站在西边, 没有福叶堪宴的则在东边。 文策最后才被传唤到殿上, 明王问他, 你依。 生曾做什么福叶? 文策回答道, 我持诵金刚经。 吉法华经, 昼夜转读, 又持斋戒, 一日不缺。 明王和掌恭敬, 赞叹说, 功德甚深甚深。 岁交代主司检查文部, 典礼查币, 回复说, 文策。 所说属实, 明王盼文策可以返扬, 命他先在西边。 等候。 这时, 有一位大约十五六岁的沙迷, 手里拿着火把, 从文策面前走过, 后面跟随着一位沙迷, 黏。 寄箱仿佛, 手里也拿着火把, 朝着文策走过来。 文策一见两位出家沙迷, 心中惊喜万分, 急忙。 拉着他们家沙, 向他们求救, 希望师父解救弟子。 我被明使物追来此, 蒙明王恩则, 放我返扬, 但。 不知回去的路, 求师父慈悲救护, 只是方便。 其中一位沙迷说, 师主不必害怕, 你持诵经。 钢经, 并持斋戒, 我们是专程前来救你的。 另一位说, 我拿着火把走在前面, 你紧跟在。 我的身后, 就可以了。 两位沙迷手持火把, 一前一后, 文策则走在中。 间, 他们一行人走出城门, 一位沙迷问文策说, 你可知地狱在什么地方吗? 文策答称不知。 另一位沙迷手指着城的西北方, 向文策说, 离此四里路, 那里有一座大城, 就是地狱, 我们带。 你去观看。 到了那座大城, 看到城墙高峻, 城门垂下铁网。 有四位面貌凶恶的罗沙, 手握铁叉, 守在城门两旁。 沙迷告诉文策说, 这是地狱之门, 一切罪人。 从此门进入地狱。 两位沙迷带着文策进入城门, 走了两百多步。 文策看到一条灰色的大河, 所有兽形人全身静在河。 中, 仅看到千千万万的人头出没在河面上, 赤然猛。 烈的火焰, 不停地朝他们燃烧, 这些罪人痛苦哀嚎。 七切悲惨的嚎叫声, 闻之心酸。 四边上有铁床, 箭树。 等等, 有四位狱卒。 手持锐利的铁叉, 不停地往来巡视, 那种惨状, 令。 人触目惊心。 两位沙迷说, 十八地狱, 都在此沉。 文策惊恐万分, 不停地念佛。 他不忍再看, 七。 望早点离开, 两位沙迷见状, 马上带他出城, 回到。 原来的路上, 又走了十多里, 看到前面已经没有路。 有一座大门。 沙迷用手中的西藏将门打开, 告诉。 文策说, 你从此门出去, 就可回到家中。 希望你。 继续广修功德, 秦池金刚经, 必得长寿。 文策向。 他们拜别后进入门中, 随即醒了过来。 四任一方化地狱之徒。 唐朝阔周次使任一方, 乐安人。 武德年间, 有。 一天报死, 由于胸部人温暖, 家人就严请僧众为他。 诵经刚经。 经过数日, 他又苏醒过来, 说出入明的。 经过。 任一方被鬼力引见明王, 明王命人带他参观的。 欲, 所见与佛经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 得府不论白。 天晚上都是昏暗不明, 好像是在雾中一般。 任一方在地府中, 隐隐听到诵经的声音, 明王。 检查他的暗部, 向鬼力说, 他的受算未尽, 何以。 错追来此。 立命送他返阳。 明力告诉一方说, 你跟着今生走, 即可回家。 既得回身, 一方就将地狱所见向人描述, 并画。 了一幅地狱图以奉劝世人。 他的大部分奉路均施舍。 初来塑造佛像, 并延伸写金刚经千余布施送他人。 五报必赴还阳。 王从贵, 唐朝真元年间, 公安禅邻村人, 他的。 妹妹平日持送金刚经, 有一天染病报死。 埋葬三日后, 他的家人又到坟墓去, 听到墓中。 传出声音声, 赶忙将棺木打开, 发现他上有气息。 于是将他送还家中, 他醒后告诉家人说, 明王阴。 为我有持经的功德, 才放我还阳。 六赖写经书而门言。 唐朝元和五年, 饶州司马里元一, 有个女儿住。 再别远。 有一天报死, 颜色不变, 顾未入恋。 他的丈夫颜乐从陕西前往仓湖, 恍惚看到妻子。 行于水上, 来到他的面前, 颜乐惊讶地问他何故。 妻子哭泣着说, 我已经死了, 颜乐心中非常害。 怕。 他又说, 离此不远的剑朴村, 有一位颜夫子。 他身怀意数, 你去向他恳请哀求, 或许可以是我。 附身。 颜乐找到剑朴村, 果然有一位颜夫子, 起初步。 肯答应, 静不住颜乐的苦苦哀求, 颜夫子说, 嗨。 死你妻子的人, 就是王将军, 他葬在祠堂内西北方。 的柱子下面, 你可以写金刚经, 请僧众在他的祠堂。 内读诵, 他必定会送还你的妻子。 颜乐向颜夫子。 再三拜谢, 然后赶快到饶周夜见岳父, 并说出经过。 李源一清书金刚经一卷, 叫颜乐拿到王将军的词。 唐, 读宋妻卷。 宋碧, 他的妻子眼睛就能睁开, 过了很久才能。 开口说话, 他说, 祠堂的柱下, 有王将军的枯骨。 身旁有一把短剑, 王将军请你为他改葬, 短剑则。 奉送给你, 答谢你诵经的功德。 觉得之后, 果然发现枯骨极短剑, 颜乐将短剑。 刘存, 又将望将军的遗骸令行则的安葬, 李源一后。 来又写金刚经数百卷广为师诵。 七最圣第一功德经。 李秋一堂朝人, 平日喜欢打猎。 万岁通天园。 年, 任扬州高游城。 有一天报死, 被鬼使引入民府。 冥王愤怒地责备他说, 你专门打猎杀生, 借以。 取乐, 一点都不知惭愧。 须于, 看到很多禽兽用人语, 禀告冥王说, 杀。 害我们的冤家, 现在既然追来, 请快点处分他。 拘捕秋一的鬼力名叫交策, 屈前禀告冥王说, 李秋一尚未该死, 只因被他杀害的冤魂急欲脱身。 所以追来对阵。 冥王问秋一说, 你生平有没有做过什么善业。 秋一一起生前不做功德, 只知带着猎狗去打猎。 他苦苦思索, 忽然想起生前曾经写过一卷金刚经。 因此巨石回禀。 冥王闻言, 面色稍渐缓和, 然后起立合掌, 称。 探说, 明府称金刚经位最圣第一功德经, 你能输。 写, 功德不可思议。 冥王命交策领着秋一道存放, 经藏之处去查证。 交策带着秋一来到听策的一座宫殿, 那里的佛。 金都以七宝装饰, 非常庄严。 交策叫秋一自行抽出。 秋一取出一看, 果然是他所写的金刚经。 交策领他回到殿上, 禀告冥王堪宴属时。 冥王。 叫这些禽兽向秋一致谢, 秋一说, 我愿再写金刚。 金百卷回向给你们。 这些禽兽文言, 欢喜散去。 冥王命交策送秋一还阳, 走出城门后, 交策向。 秋一说, 我为你如此尽力, 你何以回报? 秋一说, 给你三百贯钱如何? 我的能力止尽。 于此, 交策说, 纵然你给我万贯, 也是无意, 我指。 想恳求你为我写金刚经二十步。 我们身为名利, 即。 其辛苦, 若无福相助, 难以脱身, 故请您为我写金。 秋一满口答应。 他们续向前行, 看到前面有一座深坑, 十分忧。 按, 身不见底, 交策将秋一推落 过坑中, 秋已经醒过。 来, 已经身在关内, 听到外面传来滴滴的哭泣声。 秋一大叫, 不要哭, 我复活了。 坟旁的家人起初不幸, 当他们七手八脚把坟墓, 挖开, 发现他确实已经复活了。 秋一句说入名的经。 过, 家人惊叹之余, 立刻变卖衣物, 严请森中写金。 钢筋, 将一百卷回向给秋一杀害的众生, 二十卷给。 交策。 经过不久, 有一天晚上, 交策又来转告说, 蒙宁为我写经, 已经要脱身善处, 特来向您致谢。 说罢告别而去。 扬州常立学怀远文之里, 秋一死而复活, 特别照。 换他去询问民府之事, 据陆详情奏文皇上。 后来里, 秋一蒙甚次进观五品, 并派任加州招讨使, 他赴任。 途中经过紫州时, 曾在窑带的亭中乘凉, 亲自向窑。 呆树说此事。 发明称法师的卢氏。 唐朝开元年间, 有位卢某寄住于华州。 某日, 他被两位黄衣人追入民府, 鬼力带卢某去见民王。 经过了一座院落, 卢某问鬼力这是什么地方。 鬼力。 说, 这是御史大夫院。 卢某随口又问大夫的姓名, 鬼力答称李某, 卢。 某一听, 非常惊喜, 告诉鬼力说, 这位大夫就是。 我的表兄, 烦请你通告一声, 好不好。 鬼力入内禀告, 御史大夫随即出来, 两人相见。 之后, 十分欣喜, 随即言请卢某入院相续, 略述身。 平。 大夫家许卢某说, 表弟持送金刚经的功德。 圣身广大, 因为金刚经是如来一代圣教之骨髓, 有。 圣身不可思议之功德。 起初, 卢某经过院子时, 看到数十人都穿戴衣。 观, 这些人的后面还有些人则被绑在网中, 有的没。 穿衣服, 有的则紧露出个头来。 卢某询问表兄说, 他们是什么人? 大夫告诉他说, 如果是善人, 大都穿戴衣冠。 网中则是罪业深重的人。 你如果能为他们说法, 他们就全都可以升天了。 大夫命人设置高座, 请表弟登座, 卢某开始送。 念金刚经, 当他刚一开始念经名, 金刚般若波罗蜜。 金, 十, 网中已经有人走了出来, 送到一半时, 都 站在地上, 有的身穿锦衣, 或是乘车玉云, 等到送。 必, 全部的人都往生天界了。 大夫见状大喜, 称叹说, 般若功德甚深, 表。 弟的功德不可思议。 两人崇幼欢絮一番。 后来, 大夫带他去见明王, 明王尊称鲁某位法。 师, 对他甚未礼敬。 明王说, 你的功德不可思议。 受算也还未尽。 再三称叹他念诵金刚经的功德。 并派一位鬼力送他还阳。 离家后, 鬼力将卢某一。 推, 他就苏醒过来。 九增寿十年。 唐朝真元年间, 荆州天崇寺有位和尚名叫智登。 持诵金刚经。 有一天病死, 弟子摸他的手油温。 遂未入炼。 七天以后, 智登又活过来, 告诉弟子入明的经。 过。 起初智登进入明府后, 明王将接和掌迎接, 并。 赞叹说, 上人持诵金刚经, 功德不可思议。 释寿。 上有十年, 若能经禽寿持, 必能了脱身死。 明王又说, 人间僧众过五有吃亿以人及药食。 的, 都不合戒律。 智登回答说, 登报云, 戒律中有允许禁止的。 法条。 明王说, 这是后人所加, 不是佛的意思。 因此, 现在, 荆州僧众过五都没有吃药食的。 十干荷叶三十。 唐朝朝宗年间, 有一位和尚, 法号宁师。 有一。 天, 忽然报死, 三天以后苏醒过来说, 我入明府。 判官告诉我受命未尽, 但没有福禄, 只有干荷叶。 三十。 他劝我回阳后, 以多诵金刚经, 这不经在明。 兼就渡超见, 功德无量无边。 明师回阳后每天都只喝荷叶汤。 十一丈经历回阳。 唐朝太和七年冬天, 给世忠、 官民、 礼公十倍。 派任太原行军司马时, 孔木、 官民、 高涉叶间遇到。 一个人推他, 引他入明府。 他被带到一个地方, 看到有数百人与朱阳杂处。 而座, 名利带他走到其中一人的面前, 原来是他的。 媚婿杜泽, 杜泽说,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曾经叫我, 去买羊膜。 我现在为此辈尝辛苦。 高涉说, 当时我只叫你到市场去买肉, 并没, 有叫你买羊呢。 杜泽虽无话可说。 这时, 出现羊。 只用牙齿咬杜泽, 杜泽面带京剧的被鬼力带走了。 一会儿, 高涉又来到一处, 看到梁上钉有大铁。 环, 旁有数百人后行, 狱卒将罪人的头用绳子绑在。 铁环中, 在持刀枯踢。 他看得黄耸颤抖, 急忙离开。 高涉十分害怕, 一直念诵金刚经。 他曾遇到九。 十段仪仙, 彼此是一兄弟。 段仪仙告诉他说, 你, 念诵金刚经, 不要废望。 你刚才所见, 并不是最苦。 知处, 以后务必广积善业, 你现在能返回阳间, 是。 持送金刚经的功德力所致。 段仪先护送高涉回家, 高涉苏醒后, 原来已经, 死了一整天。 上次被推的部位, 依然轻肿, 几天已。 后才消失。 十二缅堕犬身。 张玉, 山西人, 他的女儿名叫佛儿, 平日喜欢。 持送经典。 有一天报死, 过了半天又苏醒过来, 说。 出死后的经过。 他被两个鬼族抓着, 到了插铃, 看见鬼醋用黑。 被子包住两个人送到陈家。 另外用花被子包住他。 向他说, 你欠他一千五百钱, 现在要去害他。 这时, 忽然来了一位绿衣鬼族说, 这个人念。 金刚精, 姑且饶过他。 他失足堕得, 碎醒了过来。 他的父亲前往插岭。 访问, 果然有一位姓陈的人家生了三只小狗, 两只。 黑的, 一只花的堕得就死了。 十三层纹金刚精, 怎可入牛胎。 周月, 明朝昆山人, 不识字, 但为人老实忠厚。 他经营小本生意, 好行方便, 凡事遇到残疾饥饿。 的人, 他都诗钱诗饭, 乐意相助, 毫不吝啬。 有一天, 他在途中遇到一位出外化缘的游森。 沿路送着金刚精, 周月停下担子, 仔细聆听, 将精。 中的, 无我乡, 无人乡, 无众生相, 无受者乡, 四。 据, 牢记在心, 一池不忘。 后来周月偶然患病, 言请僧众诵金刚精, 他的。 包帝周枕, 聪明隐明且颇有文明, 但肃行放屁刻薄。 不信鬼神。 这一天, 他带兄弟颤, 很勉强地跪着。 听经, 当他听闻诵经到第十五分时, 内心忽有所悟。 和掌赞叹说, 此经不可思议, 这是我们儒家所。 没有的。 从此以后, 周枕对佛法见身信心, 也信奉三宝。 万历十一年十月初时, 周枕染患十亿, 昏迷布。 沈仁氏, 唯独胸前未冷。 过了十多天, 他忽然从床上豁然而起, 告诉家。 人说, 我阳寿已尽, 明王命我投牛胎十三年, 刚。 被压到窗门外, 到李作坊家喂牛, 全身尽是白色。 我听到金刚神说, 周枕的闻最上惩罚, 且大有幸。 心, 怎可如此处胎。 金刚神用手上宝处敲牛头。 我觉得顶上被撞击一下, 就醒了过来, 现在顶门还。 很疼痛。 周枕与兄周月一同前往昌门外的李家去访问。 果如周枕所说, 刚死了一只白色的小牛。 周枕一听心经肉跳, 若不是当日贵听金刚经。 恐怕已成牛身, 要终身脱离负重了。 从此, 对佛法, 身性不疑, 与包凶周月持斋诵经。 过了十三年, 周枕无疾而终。 又历经七年, 有。 一天, 周月告诉家人说, 明天中午圣人就要来迎。 我往生西方了。 四日中午, 全家人闻到一箱满事, 周月沐浴更。 一, 端坐儿式。 十四光绕树尺。 于万银, 唐朝经中人, 性情粗猛。 缘合七年。 有一天, 家中出现一条大毒蛇, 全家人非常害怕。 万银大怒, 手持巨棍将毒蛇击杀, 并且烹割主食。 自从杀蛇主食之后, 万银马上罹患重病, 没有。 多久, 全身疼痛而死, 不过心胸为暖, 过了七天却, 又苏醒过来。 万银说, 起初被冥使所追, 在黑暗中走了十多。 李璐, 看到一个人独行, 身上有圆光围绕, 光芒照。 有四尺之宽, 那人一边走口中还喃喃诵经, 他叫万。 银走进他的光圈中, 告诉万银说, 我姓赵, 经常。 念诵金刚经, 你不离开我的身边, 鬼使就不敢接近。 你了。 一会儿鬼使就不见了。 他们走了很久才回到家中, 万银向他拜谢说, 若不是遇到您, 一定不能返回, 那人当场叫万。 银念诵金刚经, 等到万银念熟, 他才离去。 万银在身后, 请得一卷金刚经重念, 罹患的病, 也豁然而愈。 从此断食酒肉, 不再杀身, 每天念诵。 金刚经五十遍, 十五信逢正果之森。 唐朝武德年间, 长安有个富豪, 名叫苏文忠。 为父不仁, 平日逝世欺人, 杀身无数, 毫无行善知。 心, 晚年时, 掉入厕所而死。 他的儿子仁清, 和他父亲的行径完全一样, 自。 亦宰杀朱阳, 被他杀害的悟命向樱符控诉, 樱符乃。 将他的魂魄细于地狱, 使他重病缠身, 整卧床席。 今年不育, 年纪还不到三十岁, 就轻见众生向他索, 命而死。 死后到了明府, 明王则骂他说, 你是钱。 是修善基辅, 所以今生才能富饶多才, 你竟然不知。 习福, 为了贪图一时口腹之欲, 任意杀身, 害死物。 命无数, 被你杀害的众生都来控诉, 因此将你减受。 绝路, 居舍来此, 现在就让你上刀山剑术, 偿还你。 自己所造的恶报吧。 人轻一听, 心惊胆战, 跪下哀告祈求说, 我。 生前虽然没有行善基德, 记得有一次曾施前请得医。 卷金钢筋, 送给安国寺的神镜和尚, 他已经圆寂。 是不是可以剪罪? 请客间, 殿上忽然一箱扑鼻, 一位和尚双手捆。 这一本书, 走到街下, 和尚向明王说, 平森正事。 神镜, 这本金钢筋却是人亲所送, 我应持送此经的。 以正果, 特地来此为人亲作证, 请再次慈悲, 放他。 返阳, 以便改过千善。 明王和掌称赞说, 善哉。 善哉。 班若功德不。 可思议。 不仅可以消除罪业, 并且加受五十年。 人清碎的还阳。 人亲死而复活的事, 传遍乡里, 远近见闻的人。 无不惊叹不已。 至于人亲杀生害命, 才遭到重病禅。 生, 使大家心生警惕, 立世界杀放生, 行善积德。 一卷金钢筋不仅消除罪业, 且的严寿, 更令大家赞。 叹不已, 职称不可思议。 因此而发心受持金钢筋的。 人很多。 人清账般若之力在得众生, 从此真诚地悔过相。 善, 更发广大的心愿, 印施金钢筋千卷及法华金百。 卷, 斋森百位, 并设水路大斋等, 修诸功德。 有一天晚上, 人清梦见王父告诉他说, 我身。 前造诸恶业, 死堕地狱, 受苦无量, 成你所做的功。 得, 我和你祖上七代王魂, 都超身天界, 你若能在。 将百母的田地舍入佛寺, 供佛斋森, 得则更能备及。 子孙, 这是为父的一点心愿。 人清依照王父的祖父, 圆满心愿, 从此乐善好。 诗, 广基福德。 十六秀经之愿。 唐诗, 明朝湖州人。 她的侄女嫁给海宁的洋云。 后, 不久守寡。 天启家子年, 她宜居凤阳, 有余层。 金绣过花鸟, 虽常摘发愿要刺绣金刚金, 但因故味。 能履行。 一年真月, 她得病报死, 只觉的变身流血, 将。 卧地上, 忽然听到一声巨响, 举目一看, 有一位手。 持西藏的金甲大神站在面前, 问她说, 你记不记? 的曾经利愿刺绣金刚金魔。 她回答说, 还记得。 金甲神震动手中的西藏说, 你还要不要秀? 她说, 我要秀, 于是醒了过来。 经过这次变故后, 她不敢再因寻带舵, 立刻开。 十次秀的工作, 昼夜不停, 她的身体本来就很累弱。 虽然日夜心情的忙碌着, 却摆病不清。 崇祯人生年, 终于圆满地达成绣金的心愿。 她, 的手艺非常精巧细致, 绣好的金卷就像是用笔写在。 临上一般, 乍看之下, 很难看除是刺绣的。 十七, 卫明享受九十岁。 卫明, 唐朝岁州人。 贞观元年时, 她得病身亡。 过了数天之后, 又再苏醒过来, 告诉家人入名的。 经过, 她死后, 被明使带往明府, 同时被拘得共有时。 多人, 其中有一位和尚, 到了僧罗殿上, 阎望首先, 询问那位和尚说, 你一生曾修什么功德。 和尚回答道, 我平身为有持诵金刚经。 阎望文言和长, 很恭敬地赞叹说, 善哉。 善。 哉。 法师受持读诵金刚经, 当得升天的果报, 为何? 来此。 话还未说完, 诸天华香就来迎接法师升天。 去了。 轮到卫明时, 阎望所取生死不检查, 发现有误。 就责骂鬼使, 何以错诸卫明? 并将鬼使吃账五十。 下。 阎望询问卫明说, 你平身曾修什么功德。 卫明回答说, 身贫向不读诵经典, 唯读语性。 文章记录。 阎望说, 你认识语性吗? 他是个大罪人。 卫明说, 我虽然读他的文章, 但不认识语性。 本人, 阎望就派鬼力领着卫明到语性受报的地方, 指, 看到一只大乌龟, 一身树头, 鬼力告诉卫明说, 这就是语性。 他们又走了十多步, 看见一个人自称是语性。 他说, 我深凭喜欢引经据典作文章, 毁谤佛法。 因为这个罪报, 在地狱中受尽各种刑罚, 苦不堪言。 刚才你所看到的乌龟就是我深。 鬼使把卫明带回殿上, 卫明向阎望禀告说, 我已见过语性了。 阎望说, 语性生前, 毁谤佛法, 受尽各种刑。 罚, 现在又受归身之苦, 这些你都亲眼看到了。 险。 再放你还阳, 切莫毁谤大臣经典, 务必请修福慧。 才得善报。 阎望派鬼力送卫明还阳。 卫明苏醒之后, 一起阎望主父的话, 又清剑河。 上读诵经刚经的升天的果报, 于是到各地寺庙去寻。 找, 后来找到某处, 有一位和尚说, 我有这不大。 陈经典。 为明文言, 欣喜不已, 立刻恭敬地跪下来向河。 上鼎里, 恳求着说, 我愿意不惜生命, 盼望能获。 的这部经典。 和尚明念他的至臣, 就送他一卷经。 钢经。 魏明是同志宝, 回去以后, 日夜不停地念诵。 将全经被的滚瓜烂熟, 他经情诵池, 不敢懈怠。 魏明并将曾入明府, 亲见和尚因诵经刚经而生。 天, 以及与性毁谤佛法, 遭受地狱罪报之事, 告诉岁州人。 岁州向来是蛮荒落后之地, 杀身捕猎造罪的人。 很多, 魏明说出这段因缘后, 大家都发菩提心, 不。 赶在杀身捕猎, 并受持读诵金刚经, 精情不错。 到了4月15日, 忽有一人, 骑着白马而来。 到了魏明面前来说, 当日捉你时, 你仅有两年的。 受命, 放你返阳后, 你受持金刚经一万遍, 而且劝。 化他人除恶向善, 广直功德, 平日又读诵般若不错。 以此无量功德, 得以延年九十, 寿终必生净土。 学佛可以使人了生死, 出六道轮回, 此事最大。 利益之事, 而一般人上有不愿学佛者, 其故安在。 世间很多道德高尚, 学问造一圣身之人, 就是不肯。 学佛。 这种人固执己见, 自以为见解高明, 对佛所。 说之法, 认为尚有批评检讨之处, 此之为事智便聪。 为人身疤难之一, 实为最可怜悯者。 古时, 尚未发明印刷术, 要想获得一本佛经。 的确不易, 而今日印刷不仅发达, 各种经书又都印。 得精美完善, 易于阅读。 我等如在悠悠呼呼, 懈怠。 放逸, 不仅辜负己灵, 只恐怕一席不来, 变成格式。 王志一居是诗云, 莫恋他乡望故乡, 快些惊觉。 被资粮, 若呆阎网传书信, 再想修行以不惶。 愿。 以此诗与大众共勉。 十八地狱停行。 灵幽法师, 唐朝人, 在经中大兴四出家。 长庆二年, 灵幽法师忽然报亡, 由于身体上有 一些温暖, 所以未曾并练, 过了七天, 又苏醒过来。 他说出死后的经过。 起初他跟随两位名利到了名城, 他被引荐阎网。 阎网问道, 你在世袭何行业? 灵幽法师答道, 平森一身长持金刚经。 阎网一听, 面露悦色, 很恭敬的和掌赞叹, 并。 且次座, 请灵幽法师朗诵金刚经一遍。 灵幽法师就开始诵金, 顿时, 各地狱受行煎熬。 的哭楚, 一时停息。 宋碧, 阎网赞叹说, 师父功德无量, 您本来。 授算已尽, 因为秦颂金刚经, 特别严授十年, 返回。 阳世之后, 宇多劝人授持此经。 当时在旁的人听他叙说入名的经过, 也都合掌。 称赞金刚经的书圣, 难怪连阎网也如此苦口婆心的。 劝人授持读诵。 十九消罪业, 并且严寿。 唐朝灵德年间, 宋义伦任职国王府点签。 有一, 天他报病而亡, 过了三天, 忽悠苏醒过来, 将入名。 的经过告诉家人。 一轮被冥使追入冥府, 冥王对一轮说, 你曾 金屠杀狗, 兔, 鸽等处类, 算起来受算该净, 然而, 你的师父为你作证, 说你持诵金刚经, 这不仅可以。 消除罪业, 更可言受, 我现在放你回去, 你能够不。 吃酒肉, 并且继续持诵金刚经吗? 一轮向冥王拜谢说, 能够做到。 接着, 一轮看到有一位身着袈裟的和尚, 年约。 五、六十岁, 端坐在殿内的床上, 一轮屈前向他跪。 拜鼎里, 和尚说, 我是你的师父, 特地来搭救你。 你务须照着冥王的话去做。 一轮很恭敬地说, 我一定会照做的。 冥王派鬼历领着一轮去游地狱, 他们先去货汤。 地狱, 看到一排大铁货, 下面燃烧着猛烈的火焰。 兽行人在铁货中烹煮, 惨叫的声音, 令人站立不已。 再往前走, 看到兽行人躺在宽阔的铁床上, 拳。 身各处都被烧得焦黑, 也在惨叫哀嚎。 这时, 一轮向西一看, 有三个面貌枯黑的人住。 立在旁, 像是妇人, 他们向一轮叩头说, 我们已。 经数百年没有吃东西了。 一轮说, 我也没有食。 磨东西可以给你们啊。 内心虽然想帮他们, 但亦 爱莫能住。 又继续来到一处地狱, 但亦沦为恐自己的尸体。 被家人入恋, 遂向使者辞别, 向西南方走了数十步。 听到使者在后面呼叫说, 你没带文书, 恐怕门, 私不肯放你出去。 于是写了三行字给他带着, 但, 一轮看不懂上门的字, 来到门斯那儿, 果然要查验, 才肯放行。 一轮走出不久, 就醒过来了。 二十严寿二十年。 孙明, 唐朝镇州养五人, 家境贫穷, 曾为卢氏。 庄可, 他善持金刚金, 每天送二十遍, 他自从持金。 以后, 就开始如素, 不再吃荤星。 经过了二十年, 有一天, 他正在念诵时, 忽然, 看到两位官吏来找他, 孙明以为是献力, 便随同他, 门而去。 走了五六里路, 进入一座官府, 据官吏说正直, 明王外出, 孙明才知道自己已死, 现在正在明府后。 审, 官吏将他关在一间空房子内, 房内非常幽暗。 等了七天, 明王才回府, 官吏引孙明入见明王。 孙明向明王说, 我持送金刚金已经有二十年。 每天送二十遍, 从未见断。 明王文言大喜, 再三。 的家许他, 你的功德不可思议, 本来你的阳寿矣。 静, 现特别延寿二十年。 明王碎命官吏送还, 这时孙明的尸体已经出病。 神灵虽已附体, 而家中的人却不知道, 适逢打猎。 的人经过坟墓, 听到坟中的棺木传来一样的声音。 赶紧通知孙明的家人, 他的家人赶到坟墓, 挖开棺。 幕后, 发现孙明已经活过来, 全家人转忧未喜, 赶。 快将他接回家中。 神灵附体, 而家人不知, 适逢打猎的人, 这全。 是护法显灵, 暗中出力救助。 持送金刚经的人, 深。 边长有百万天龙善神拥护, 只是自己不知而已。 二十一锦文经题, 免惰处类。 明朝大司寇将公宝, 是丹阳县人。 有一天他坐。 在书房中, 忽然被鬼使居入明府。 公宝到了明府, 看到守卫森严, 明王问他生前。 所作, 公宝没有回答, 旁边走出一位鬼使说, 此。 人恶多善少, 应当堕入处类。 鬼利遂拿出牛皮披到公宝的身上, 一连披了三。 四, 始终不能附着, 明王觉得很奇怪, 鬼利回答说。 此人只听闻过金刚经题, 其余没有任何善业。 公宝见状, 就向明王哀肯请求, 如果能够返回。 杨氏, 一定终身持诵金刚经, 明王敏念他诚心悔悟。 遂放他回阳。 将功保障金刚般若的功德力, 幼得众生, 从此。 归依佛门, 持摘如素, 一心诵经, 而且经常向人讲。 解经义, 广劝他人受持读诵, 从不懈怠。 有一天, 公宝告诉亲友说, 我明天中午就要 走了。 届时, 果然闻到天乐一乡, 公宝和掌儿是。 仅听过金题, 就可免多处累, 若是日夜持诵。 为人解说, 功德岂不是更不可限量。 金刚经云,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读诵, 则未如来以佛智慧惜之世人。 西见世人, 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幼云, 是。 今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无边功德, 如来未发大臣。 者说, 未发罪上臣者说, 此经已离乡无助未本, 未解脱生死, 宿及成佛。 知药门, 至于免多处累及种种灵验事迹, 乃其于事。 普愿法界大众, 以此无相菩提位标及而求得之。 二十二蒙须菩提尊者搭救。 张震, 唐朝穷州人, 他忽然报王。 起初他看到, 四个鬼使来捉他, 他们一行走了半天, 看到前面有, 一条大江, 江面甚未宽阔, 大约有三尺身, 仔细观。 看尽是浓血, 不禁暗暗心惊, 于是小声地念诵金刚。 经, 鬼使听到他的诵金声, 脸色大变。 进入明晨后, 张震看到一个胡森, 身材大约有八尺高, 朝着鬼使则骂说, 你们为何不按照谍令, 而善捉好人。 鬼使闻言心惊, 立刻跪拜在地上。 后来鬼使领着胡森及张震入见阎王, 胡森语言。 王对座。 胡森开口询问阎王说, 张震是我本宗的弟子。 为何被捉来此? 阎王迟疑了一下, 答说, 待我略为审问一下。 胡森听了很不高兴, 阎王一见胡森不高兴的样。 死, 不敢再迟疑, 就说, 是, 是, 我立刻判他反。 阳就是了。 此时张震在旁, 看到四位鬼使井上椅。 套着刑具, 胡森领着张震出城, 但却不见来时所见的大疆。 胡森说, 我就是你所重奉的和尚, 你认识我吗? 我就是须菩提。 张震这时才知道, 原来这是平日持诵金刚经之。 故, 才蒙圣僧须菩提尊者搭救, 内心非常感激, 鬼。 在地上, 在三的叩头顶里, 向圣僧答谢。 圣僧说, 张震, 你合眼即可。 张震闭上眼睛, 圣僧用手。 上的西藏倾及他的头顶, 他不觉失身, 碎活了过来。 据佳人说, 他已死了三天, 但是心头还有一股暖。 气。 二十三金刚神世井。 苏朗, 唐朝人, 开元年间任金赵五功臣。 他和 妻子崔氏平日持诵金刚经, 他全家五十多人, 也都 殊食如素。 崔氏有一次生病, 表兄看他吃得少, 唯恐营养。 不足, 劝他暂时开婚。 崔氏到市场买了羊肉, 煮好。 以后, 取了一块刚刚入口, 没想到忽然变做骨头。 哽在喉咙里, 吞也吞不下, 吐又吐不出, 黄昏时分。 旧气绝而死, 因为身体还有维温, 家人不敢将他 入恋。 六天以后, 他悠悠苏醒过来, 向家人叙述入名 的经过。 他到了明府, 明王向他说, 你的丈夫是 大菩萨, 你因为要吃肉, 金刚善神特意将肉便做骨。 头, 以此来警惕你, 既然如素, 岂可再吃肉呢? 你 本来可以活到七十岁, 因为你持诵金刚经, 特地增。 为九十岁, 崔氏从此悔悟, 不敢再犯。 这件事传遍京城, 圣上也知道 金刚经的功德书。 圣, 特别欲诸经文, 留步天下。 二十四诵棍诵经, 严望其力。 莫秦宏, 明朝嘉兴人。 有一次秦宏在路上, 遇。 到一个人, 口中喃喃地送着金刚经。 因其面貌很渴。 怕, 秦宏觉得好奇, 就问他说, 你为何要在路上? 诵经呢? 那人自称是静灵人, 善于刀笔诉讼, 一直替别。 人书写诉讼状。 有一天病死, 到了明府后, 严望追。 揪他生前的罪恶, 他仗势变财, 不肯承认, 严望命。 令鬼族带所有被他害死的人, 来到殿上对质。 严望说, 这些人都是被你的诵词牵连致死。 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眼看无法抵赖, 遂高声念诵金刚经, 严望见。 他诵经, 赶紧恭敬其力。 他见严望的态度转变得如。 此恭敬, 更加不停地念诵, 严望准备暂时放他还阳。 可是这群仇家, 却哀哭地说, 我们被他陷害。 受冤数年, 无法报复, 现在既已居来, 实在放他。 不得。 这些人一再要求严望做主, 严望却面有难色的。 说, 他的阳寿未尽, 因为造恶才居设来此, 现在。 他高声送罪上惩罚, 民府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姑且。 放他还阳。 他是凶恶之人, 待他恶贯满盈之时, 在。 捉他来偿命也尚未未晚。 静灵人因为这段姻缘, 从此不敢继续造恶, 改。 行谦善, 又害怕命中之后惨受恶暴, 所以每天请送。 金刚经, 回向超度他们, 这事发生在万利根子年秋。 天九月的事。 莫秦宏笔记曾评论说, 宋玉的祸害实在不小。 巧比尖刻的恶业最大。 世间常有因为细故, 或是。 知字片语的违逆, 彼此负气不平, 如果遇到好人。 从中规劝和解, 可使怨愤消除, 化力气为和平。 万。 一遇到宋棍, 被他们的阴谋诡计及花言巧语所骗。 那理会故得到倾家荡产, 甚至宋终申宋, 连年千禅。 旧事卖七玉子也不能了结, 甚至断送性命, 毁之。 莫及。 可见宋施造或知惨毒, 人间极民府的法律。 是不会轻与饶恕宽戴的。 净灵的宋棍, 因宋经得已。 侥幸在身, 若不是真诚回心向善, 金刚经能常作户。 身符吗? 二十五蒙圣僧搭酒。 唐朝甘元初年, 刘洪健是玉使大夫刘斩的儿子。 因为安史之乱, 市局动荡, 遂举家迁徙南方, 有。 为和尚教他念诵金刚经, 从此以后, 洪健就每天持。 送。 上元年间, 洪健到寿春做客。 有一天出门, 碰。 到两位鬼力对他说, 奉太尉的蝶令来追你, 洪。 剑说, 我并不认识太尉, 为何要从命? 洪健打算抗拒, 两位鬼足碎走到他前面, 将他 摔倒在地, 拿了一件衣服叫他穿上, 然后拖着走。 不久, 他们过了淮河, 到达一座村庄, 鬼力又拿出。 大麻山腰带, 命令洪健穿上。 他们一行继续向北走, 只见前面道路越来越狭。 窄, 最后到了一座大城, 他们进入城中, 有座巍蛾。 雄伟的宫殿及防舍呈现在眼前。 这时, 洪健忽然看到以前劝他念诵金刚经的河。 上, 从殿中走出, 后面跟着一位童子, 童子驱前向。 洪健招呼说, 十六郎, 你何以来到此的, 洪健。 据实已答。 童子回头向和尚禀告说, 洪健刚才为鬼利索。 追, 他既有诵经的功德, 我们难道不救他吗? 洪健走到和尚面前, 恭敬地跪下顶里, 并向和。 上求酒。 和尚安慰他说, 你这趟路走得很辛苦吗? 一会儿, 鬼利领着洪健进入殿中, 洪健举头衣。 看, 大厅内正中央的书案后, 有座五色浮屠, 打约。 有三四尺高, 不停地自动旋转。 此时, 尚未审问洪健, 和尚已走进大厅中, 选。 转的浮屠忽然变成一位俊美丈夫, 年约三十岁左右。 自称是忠臣, 忠臣将下台阶迎接和尚说, 和尚。 您为何又来此的? 和尚说, 刘洪健是我的弟子, 持诵金刚经的。 功德很大, 况且他的寿数未尽, 你应该释放他才是。 忠臣说, 他既会持诵金刚经, 我愿意听他诵。 金, 遂命洪健跪下诵金。 洪健凭记忆送了两行, 以下忽然一望, 抬头一。 看, 大厅的西盘有人手持金勾龙头翻, 翻上书有壁。 字的金刚经文, 寥寥分明, 他照着经文直送下去。 送壁, 洪健在看四周, 所有的人都消失不见, 宽阔的厅堂一片寂静, 洪健走向厅外。 出了大厅, 看到先前追他的鬼力。 这时突然有, 各东西朝他打来, 洪健金黄地逃走, 一会儿看到路。 旁水沟内有水, 洪健停下来想喝水, 鬼力说, 这, 是人肉的浓液, 因为沉浸很久, 底下都是残余腐烂。 的皮肉, 你如果喝下去, 就不能回扬了。 洪健一直向前走, 不久回到家中, 看到自己的。 行还躺在床上, 洪健内心中感到无比惆怅, 鬼力从。 后面将洪健一推, 洪朝觉得震动一下, 就苏醒过来。 二十六同名一行, 或伏力判。 张颖年方若冠, 如素不识婚心, 经常念诵经。 钢经, 与他住在桶里的有位屠户, 也叫张颖, 因为宰杀珠羊 很多, 故这些冤魂向明府诉冤, 阎望变派。 遣鬼使来追, 却勿设持经的张颖。 张颖到了明府以后, 阎望则骂他说, 你为何? 要以杀身为也。 张颖回答说, 我平日以看精卫。 悟, 从未宰杀身灵。 阎望不信, 岁命左右取夜镜照看, 果然种友善。 根, 就问鬼力, 张颖应得寿命多少? 鬼力岳步, 回答说, 他可得寿九十岁, 岩。 王对张颖说, 你既不曾宰杀, 并有持经的功德。 现在放你还阳。 张颖死后, 正直言下, 返阳时已经过了二十一。 天, 尸体早已腐坏, 不能再负, 岁又到明府向阎望。 禀报上情。 阎望说, 你的尸体既不能再负, 那我, 就在派使者急追图护张颖, 来此受报, 你既跟图护。 同名同姓, 那就依附他的身体吧。 持经张颖返阳后, 图护家人看到图护死了三天。 又复活过来, 全家不胜欣喜, 但张颖却静自走向。 自己的家中, 向妻儿说, 我在得众生。 张颖被图家人作夫, 持经之家人作父, 两家位。 此争论不已, 谁也无法见别, 于是报请官府裁决。 后来由明怀次使判决说, 身魂两身, 姓名部。 书, 身本各知, 死回同气, 身属图家, 其情性声音。 却是持经之人, 时难分辨, 有两家轮流各奉养一个。 月, 拉使并将此事, 表奏朝廷, 文者皆称罕见。 图儿子孙, 从此也改恶向善。 佛言, 念念仁慈修善者, 造仁天福德身, 念。 念杀身食肉者, 造地狱处身身。 两人所为不同。 或福利盼, 果报分明, 能不三思。 二十七步造恶业, 不怕明殿对质。 唐朝大庙署臣李思一, 于贞观二十年正月八日。 罹患重病, 十三日黄昏去世。 思义死后来到明府, 明官问他, 你在十九岁。 十, 有没有屠杀朱阳? 思义仔细地回忆, 自存病。 无杀身, 遂回复明官说, 没有。 明王命令指控思义的朱阳, 到殿上与思义对质。 问道杀害分时的时间完全不符, 遂交付主司再详。 家查妇, 发现朱阳被杀害的那一天, 思义正在黄州。 听会, 王家明, 法师讲涅槃经, 然而会, 王家明, 法师。 以经元祭, 往生于荆宿世界, 已在三界之外, 所以, 无法追正对质, 遂放思义反扬。 过了几天, 思义来到清静寺, 在玄通法师座下, 忏悔受戒。 回家后, 思义普劝亲友送念金刚经, 并, 发愿要为遭受冤枉去世, 以及不得转经的人, 为他们。 读诵金刚经五千卷, 借以超拔忌度。 思义刚说完这, 些话, 因为明府又要传唤对质, 便去世了。 到了明府, 思义告诉明官说, 我现在发心授持金刚经。 明官一听大喜, 称赞他说, 你发心授持金刚。 经, 功德不可思议。 虚余之间, 看到一人授持金卷, 告诉思义说, 这本就是金刚经, 思义请他打开金卷, 阅读经。 提, 与金石金刚经没有什么差异, 遂闭起眼睛, 发。 心要深入了解精益, 以求红法力深。 这时, 忽然听到有人向思义说, 你现在发着。 各广大心愿, 功德无量。 这时朱阳前来与你对质。 思义睁开眼睛, 看到一群朱阳出现在, 在殿上。 这群朱阳用人语说, 我们实在是自身命境。 并非思义杀害, 只因没有功德, 要再恶到受身, 恐。 怕无法获得饶恕, 所以望引善人来此, 希望拖延些。 十日而已, 思义是冤枉的。 会, 王家明, 法师从金素世界派来的两位和尚, 也。 在此时来到明府, 思义看到两位和尚, 赶紧趋前顶。 礼, 和尚向明将说, 思义送持金刚经, 一心不乱。 这些朱阳也证实他并未杀身。 会, 王家明, 法师在京。 宿世界, 特地派遣我们两人前来搭酒。 明王遂让。 思义反扬。 两位和尚送思义回家后, 就腾空飞去。 思义苏。 醒过来, 望空顶里膜拜, 感谢会, 王家明, 法师及两位。 和尚的搭酒。 其后思义亲自到寺庙, 恭请僧众转读金刚经五。 千变, 已了却夙愿。 自己也昼夜不停地送池, 后来。 病得长寿。 众生所以轮回受苦, 由于起或造业。 行善或福。 作恶的或, 自作自受, 丝毫不差。 人死后, 依其。 生前所造善恶等业, 在六道中轮回不已。 倘若造作。 恶业, 则必流转于畜生, 恶鬼, 地狱三恶道中, 为。 有了其, 躺能依照佛的正法修行, 必出三界, 忠臣。 圣果。 我被凡夫, 无始来备, 我执, 困腹, 造下无。 量无边罪业, 献祭归一三宝, 应发大惭愧心, 大惨。 毁心, 常在诸佛菩萨前发露诸罪, 痛念, 我习所造。 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甜吃, 从生与一之所生, 一切。 我今皆忏悔, 并离一切乡,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或修净土, 账佛慈力, 同生极乐。 二十八不可食肉。 赵文若, 随朝雍州长安县人, 大业年间得病身。 亡。 他死后过了七天, 家人正要大恋, 即将入关之。 十, 发现文若的一只脚, 缩了一下, 于是暂停入恋。 过了一会儿, 文若就苏醒过来, 遂将入冥的经过。 告诉家人。 文若被鬼使追入冥城, 阎王问他, 你身前有。 何功德? 文若说, 平日持诵金刚经。 阎王一听大喜, 称赞他说, 善哉。 善哉。 这, 是最大第一功德, 你的寿命已尽, 但可借此福夜言。 尝你的寿算。 又说, 是人罪业以杀身为罪重。 你平日以诸阳位时, 杀身无数, 人要受报。 阎王。 旧派使者领着文若前往观看众生受报的各种地狱。 他们向北走了二、 三里, 有一座高墙挡在前面。 墙脚下有一井一人容身的洞穴, 他们穿过洞穴后, 看到墙外是座大地狱, 恰如, 地藏经, 所说, 有。 或汤地狱, 炉炭地狱, 刀山地狱, 剑树地狱, 同住。 地狱。 等等, 兽行人不可胜数, 烟火连天, 黑。 气异的, 哀嚎惨叫的声音此起彼落。 文若不经悚然。 心惊, 赶紧眼住耳朵, 闭起了眼睛不忍观看。 这时有鸡鸭猪羊等畜生, 用人语向文若说。 还我的命来。 文若说, 我不欠你们的命。 这群畜类说, 你在某年某月某日和某人切割。 我们的头角, 各个分时。 文若回忆往日杀石的, 地方, 使之所言不虚, 深。 敢忏悔, 不敢多说, 一心急切地念佛, 愿将福夜回。 向这群畜生, 度他们脱离苦去。 施者领着文若返回殿上, 阎王说, 你喜吃肉。 时, 杀身无数, 姑念你持诵, 金刚筋, 紧欲爆发。 以示尘解。 阎王拿一碗铁钉, 命令文若吃下, 有。 用长钉五枚钉, 在文若头顶手足等处, 然后放他反阳。 文若醒后, 觉得头顶手足等处, 非常疼痛, 腹部。 也隐隐作痛, 就专心一意诵持, 金刚筋, 不敢虚。 直光阴, 经过不久, 身上的疼痛碎不药而愈。 经过此事的教训, 文若深知此经功德浩大, 美。 欲僧俗, 不论清书, 都诚恳地劝他们受持读诵, 金。 钢筋。 后来, 有次文若出差, 在驿站休息, 梦见一位。 轻衣妇女, 神情紧张地向文若请求救命, 文若惊醒。 后, 立刻换来异常, 问他说, 你是不是准备药味? 我杀身。 异常回答说, 是的, 我正要杀一只羊来请您。 文若又问, 是什么颜色? 异常说, 是青色的慈阳。 文若一听大经, 就用等值的钱向异常赎羊, 告。 素异常说, 请你赶快放了它。 万万不可宰杀。 读过, 地藏菩萨本愿经, 的人, 都知道地狱的。 种种苦报, 非常痛苦悲惨, 在不同的地狱里, 有百。 千种叶报, 这乃是众生所造的罪业恶行所感召的果。 报。 归结起来, 都是身, 口, 意所造的杀, 道, 银。 妄等恶业, 才会堕落在三恶道里, 驴胎马腹, 猪。 鸭鱼羊, 历经各种地狱, 受苦无量。 我们修菩萨行。 应利益一切众生, 就一切众生苦, 岂可杀生食肉。 而违背慈悲呢? 经云, 一切众生, 皆是过去腹。 母, 谓来诸佛。 幼云, 以仁食羊, 羊死为仁。 仁死为羊。 如是乃至食生之类, 死死生生, 互来乡。 但, 由是可知, 戒杀如素, 至味重要。 二十九英味食肉, 两次摄入明府。 唐朝天宝年间, 有位参军名叫费子玉, 平日迟。 宋金刚经, 可是位断杀叶, 仍然食肉杀身。 有一天晚上, 他正在睡觉, 突然有两位官吏来。 到他的床前, 大声叫着说, 赵建费将军, 子玉。 惊起, 连忙问说, 是谁要召见我, 官吏说, 是阎王要召见你。 子玉闻言大为恐惧, 呼叫左右。 准备马匹, 竟没有人答话, 遂仓族跟随鬼使而去。 他们来到了一座大城, 子玉看到城门外各有数。 千人, 不经心经, 这时诵经一家急切, 便想, 若。 能遇到菩萨, 一定要向菩萨诉说委屈。 一层儿, 阎王吩咐引他上殿, 子玉入殿拜见言。 王, 这时, 忽然看见一位和尚 从云端飘然而下, 言。 王立刻起立拱手作一, 子玉也向和尚行礼致敬, 并。 说, 我想见的藏菩萨, 阎王在旁开口道, 子。 玉, 这位就是你想见的的藏菩萨。 子玉一听, 非常欢喜, 就屈前跪下向的藏菩萨。 定理。 的藏菩萨向阎王说, 此人一身持诵金刚经。 功德无量, 受算未尽, 移放他回去。 阎王势力。 在一旁, 听完菩萨的话后, 就向子玉说, 你生前。 食肉杀身, 本来受算已尽, 因持诵金刚经, 现在的。 藏菩萨又为你做大正名功德主。 所以暂时放你回去。 子玉向阎王拜谢, 然后辞出。 的藏菩萨告诉子玉说, 你返回阳世后, 不可。 再食肉, 则可长寿。 又引自欲礼拜佛像, 子玉跟, 着地藏菩萨跪下拜佛。 他们走出后, 子玉向菩萨问说, 门外为何有, 这么多的人, 的藏菩萨说, 他们生前广造恶业, 堕入鬼去已经数百年, 无法转身。 子玉听了, 叹息不已。 然后向的藏菩萨辞别, 又复活过来。 三年以后, 子玉因为食肉又被摄入名府, 再被, 引荐的藏菩萨, 菩萨看到他之后, 生气的责骂说, 当初不是叫你不可食肉吗? 为何要故意违反? 子玉对地藏菩萨的责备, 深感惭愧, 发誓从此以后, 不再吃荤腥鱼肉, 一定持斋如素, 经情诵经。 子玉忠于幼蒙的藏菩萨再次说情, 阎望又放他。 反扬 子玉在得众生, 不敢违背誓言, 就终身持斋。 如素, 精情持诵金刚经。 子玉因为素根深厚, 两次蒙的藏菩萨说情, 的。 以反扬, 这是地藏菩萨的大悲心 及大愿力所致。 的。 藏菩萨为了救拔众生一切痛苦, 发, 地狱不空, 是。 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的广大愿力, 九远。 劫来, 于十方世界, 现大不可思议微神慈悲之力, 来救护一切最苦之事。 我们今生的闻佛法, 更应善家珍惜, 不可违反。 戒律, 杀身食肉, 否则累积的业障深重, 遮蔽了心。 原, 旧式的藏菩萨也要为之叹息的。 普愿法界大众, 持斋如素, 勤诵大臣佛经, 并。 发愿往生西方净土, 才不辜负的藏菩萨的因因其望。 三十锅由化彩云飞去。 吴亦德, 明朝社石桥人。 万利甲生年二月, 他, 借住在灵堂寺读书, 他在寺中, 向浦门大师请教佛。 法, 遂持斋如素, 并发愿清书金刚经三十卷传诗。 那一年的五月, 他才书写了三卷, 有一天道情。 西游泳, 返家后就暴毙, 由于心胸之处一片温暖。 家人不敢盖棺, 守候在棺木旁送金刚经。 过了八天, 义德忽然复活, 捧着腰部, 嘴里连。 连说跌得好痛。 片刻后, 义德才缓缓地说出 这几天 的经过。 那天, 他到西中游泳, 忽然出现两位清衣人将 他押走, 渐渐地走向幽暗之处, 与他同行的人, 都 被清衣人用铁盆抽打背部, 清衣人告诉义德说, 我们是民俗, 你因生前送金刚经, 所以不必抽打。 不久, 他们走到海边, 海面上一片昏黑, 有许。 多奇形怪状的动物, 又像人, 又像畜生, 在海中投。 出头眉, 树也数不完, 景象忧森恐怖。 他们一行继续前行, 进入一座城中, 城内两旁。 有很多栅栏, 犯人都被关在栅栏内, 伸出头向外看。 义德看到死去的弟妹也在栏中, 弟弟向他讨钱。 并祈求一卷金刚经, 弟妹说, 家中已经为哥哥送。 荆棘送迎来了。 一会儿, 果然送到, 义德岁分成两份, 送给弟。 妹, 两位轻一名簇在旁催促赶快走。 他们又进入一座小城, 看到兽形的景象特别漆。 惨, 行刑用的刀具世上从未见过, 举目所见, 近视。 淋漓的血肉, 血流闷的, 真是惨不忍睹。 凄惨哀嚎。 的叫声, 令人闻之鼻酸, 义德看得心惊胆战, 碎感。 快急不通过。 最后, 他们又来到一座小城, 城上属而为, 森。 罗殿, 左为四身丝, 右为四死丝, 进入殿中, 以。 得看到有一百八十多人向他锁命, 他搞不清楚是怎。 摩一回事, 阎网碎命令左右带他去清水潭, 用潭水。 来洗胸部, 义德不仅看到体内的脏腑, 也一起了钱。 是。 原来, 这些向他锁命的, 都是他前侍卫将尸锁。 误杀的人。 回到殿中, 义德向阎网抗辩说, 两军交战。 阵前误杀, 岂能一一偿还。 阎网闻言, 非常震怒, 就呼叫左右, 要用急刑。 来处罚义德。 这时, 地面突然分裂, 跃出一位火眼。 毕生的鬼族, 手里捧着一座大锅货, 里面呈有废滚。 得呦。 正准备将义德投入时, 呼从殿外转来读诵金刚。 金的声音, 一道金光照到僧罗殿上, 所有的鬼族脸。 色大便, 跪着禀告阎网说, 西方的圣人来道。 阎网立刻起身迎接。 义德看到两位巨人走入殿中, 举起手中的金刚。 储朝着铁货一纸, 忽然间, 所有废滚的油都化作彩。 云腾空飞去, 义德此时已惊吓得魂飞魂散, 便发愿。 说, 如果能够再生, 除了将以前发愿书写的金刚。 经一一完成, 并要读诵三十卷, 然后再书写一百八。 十卷, 以资度脱这些素式的仇家。 此时, 阎网叫两位青衣鬼力宋义德返阳, 所走。 德路与去时不同, 渐渐地可以看到一丝光明。 他们, 走到一座郡岭, 黄衣鬼力将义德推落崖下, 醒来之, 后才知道腰部跌伤。 从此以后, 全家人都疏食如素, 戒除婚心, 以德并书写金刚经师宋, 平日自己更是宋持不错。 三十一不可毁谤三宝。 宋朝时, 宋周有位将学生, 二十三岁的那一年。 忽然抱病而亡, 被两位鬼使追入明城。 他被引荐。 研磨天子, 天子则骂他说, 你因前世修复陪德。 注定享受八十二岁, 丁丑年妇是可以终举, 观至宫。 亲, 但你不该杀牛石肉, 有为天律, 当削除你受算。 福禄。 你既是读书人, 难道没有听说海周下了七天? 七夜的雷雨, 由天降下一个石碑吗? 碑上写着, 万法为心造, 为牛最苦心, 君看恨死者, 竟是石牛。 人。 从前有一位竟是名叫羽姓, 杀牛石肉, 杖士。 文章聪明, 毁谤三宝, 死了以后, 历经各种地狱之。 苦, 现在便为乌龟, 人在受罪。 天子命令鬼力将乌龟牵来, 命将学生观看, 那, 知乌龟有九个头, 头眼都在流血, 看起来似乎极为, 痛苦的样子。 天子说, 羽姓生前造了许多的业, 虽然受尽。 地狱种种刑罚, 现在仍然变作乌龟, 受苦无量。 将学生听了天子所说, 不由地悚然心惊, 害怕。 自己也会被判入地狱受苦。 这时, 站在将学生身旁, 的鬼力, 告诉将学生说, 你赶快禀告天子, 从今。 以后要改恶修善, 请求还魂, 否则若被判入地狱。 恐怕无有出奇。 将学生问说, 依你之见, 我该如何做才是。 鬼力告诉他说, 阴符对于书写极受持妙法莲。 华经与金刚经的人, 最为敬重, 你如果发心, 就可。 以或是, 将学生听到鬼力的指点, 再仔细深思天子刚才。 所说, 对于生前的所作所为, 生自懊悔, 即盼获得。 改过自善的机会, 遂禀告天子说, 我年幼无知。 不知罪福, 所以犯此重罪, 刚才听您所说, 我非常。 懊悔, 我生前虽然读过语性的文章, 但从来没有悔。 棒过佛法森, 希望能有悔过向上的机会, 请天子敏。 念, 学生家中的双亲已经垂老, 又无兄弟是养, 记。 然我的阳寿未尽, 请您放我返阳, 以后我定当效养。 父母, 护持佛法, 并发愿书写妙法连华经及金刚经。 终身如素, 精勤受持。 天子敏连他的一片沉心, 岁盼还阳, 并再三告。 借说, 你回到阳间以后, 务必效养父母, 恭敬三。 宝, 送持经典, 借杀如素, 广修善业。 如果敢再犯。 即使千佛出世, 恐怕也无法忏悔你的罪业了。 将学生记得还阳, 亲朋好友及邻里街坊都来探。 望, 将学生叙说一切经过, 所有听到的人, 也都深。 感惭愧, 唯恐造罪, 将来难免要受到苦报, 于是都。 改过自新, 广修善也。 冷言经佛言, 凡杀生者, 多为人时, 人若不。 时, 亦无杀事, 事故食肉, 与杀同罪。 所遭恶报。 当义相等。 故佛又云, 念念杀生食肉者, 造地。 欲处生生, 甚可谓也。 三十二天火焚烧最部。 唐朝开元十五年, 勒令将天下所有的村房佛堂。 小的拆除, 功德移入临近佛寺, 大的则一律封闭。 很多不信佛的人, 都沉积拆毁佛寺, 许多大佛堂。 极大佛像, 被他们残酷的破坏殆尽。 新习宪令理须, 平日是酒, 脾气倔强, 行事乖。 力返常。 这一天, 理须喝得醉熏熏, 欲舟的行文纲。 好来到, 县令三天之内拆毁城堡。 理须悦闻大怒。 下令县内禁止拆毁, 为者处死, 县内的佛堂岁得以。 保全。 理须平日好杀, 刚愎自用, 当时并非爱护霍连。 习这些佛堂, 只因一时的愤恨, 才予以维护。 他作。 了此事, 一直不以为意。 一年以后, 李须染患重病, 终于不治而死, 失。 体格了十多天才入恋, 四日准备出病, 他的母亲。 妻子及儿女围绕在棺木旁不停地哭泣。 到了夜深时, 忽然听到棺木内只找清极木板的声音。 起初大家, 还以为是老鼠咬雾, 后来声音越来越大, 理须的妻。 子下得赶紧逃走, 唯有她的母亲不肯离去, 叫人舍。 法开关。 他们说, 现在是夏天, 尸体恐怕早已浮。 坏了。 她的母亲不顾一切, 催促他们立即开关。 棺木起开之后, 发现李须已经复活, 全身上下。 有多处溃烂, 李须马上淋浴敷药, 休养了一个多月。 才痊愈。 李须死而复活, 将入名的经过告诉家人。 起初, 他被两位鬼族居至严府, 尚未见到严王。 只见到街前的典历。 这位典历生前员是新习县的。 一名职员, 死去一年多。 典历一见到李须便说, 长官为何来到此的? 李须说, 我刚才被拘录来。 此。 典历说, 长官平身是号杀戮, 不知最浮现。 再应当受报, 怎么变。 李须听完非常优惧, 就像。 典历求助。 典历说, 去年, 勒令拆毁天下佛堂, 为赌偿。 官所辖的范围内, 得以保全, 功德很大。 等于下延。 王审问时, 不必多说, 只要将此功德回报即可。 李须一一牢记在心。 片刻之后, 阎王升堂, 命令左右将李须带来。 并查看他的善恶部。 有位名利拿着一本书册, 在堂。 上市立着, 阎王身后上有两位亲衣童子随事在册。 阎王命令名利翻开书册, 唱读李须的罪业。 明。 利说, 李须平时喜欢宰割羊角, 一律应当仗打一。 百, 并割身上之肉一百斤, 以偿罪报。 阎王说, 就割他身上的肉, 以示惩罚。 李须赶快回禀说, 去年, 上极勒令拆毁佛堂。 佛像, 唯独我管辖的范围内得以保全, 可否仗此? 功德免除罪报。 阎王文言大经, 赶紧问左右说, 果真有此事? 名利说, 没有。 新习的典力立即屈前禀告说, 有的, 此事记。 在于天堂的福布上, 可以查得到。 阎王说, 赶。 快前去查看回报。 殿前南岸的低墙有楼格树间, 名利登楼查看。 一时之间, 尚未找到。 这时, 有两位和尚来到殿前, 阎王问说, 呃, 未曾做什么功德? 一位回答说, 平日常诵金刚。 金, 一位说, 平日常读金刚经。 阎王文言, 马上起立合掌, 很恭敬地说, 请。 两位法师登阶。 王座之后有两个高座, 右边是金座, 左边是银。 座, 阎王请诵经的座金座, 读经的座银座。 两位和尚坐好之后, 打开金刚经, 开始诵经。 阎王仍然站立着, 双手合掌, 态度恭敬聆听。 诵读江壁时, 忽然有五色彩云飘到银座前, 两位和尚藤空飞去, 顷客间消失了踪影。 阎王告诉阶下的, 人说, 两位和尚都以升天而去。 这时, 名利检查完毕, 回到殿上, 禀告阎王说, 李虚的腹部上仅记载一条, 去年勒令拆毁佛堂。 心习献毒德周全, 借此功德可以消除一身所造之。 罪业, 并延寿三十年, 人身善道。 名利说完之后, 最部轴中自动出火, 焚烧成灰。 井。 阎王说, 放李虚返回阳间, 人派两立护送。 他出城。 他们走出南门不久, 看到前面有座高楼滑屋。 里面的男女杂坐在一起, 乐影声歌。 李虚一向爱好。 唱歌, 碎柴柱族观赏, 两位鬼力敦促说, 赶快通过。 死的, 不要观看, 否则对你不利。 李虚不信, 人。 停在门口助力观看。 店里的人向李虚打招呼, 进来坐哪。 两位鬼力说, 死的非善处, 你如果不相信, 那就进去吧。 李虚那里肯信。 他大步静自走入店中, 里面的。 人都站起来欢迎, 李虚很高兴地与他们一起作乐。 他们争酒来敬李虚, 李虚端起酒杯一喝, 发现原来, 事份之, 臭惠难闻, 准备撇下不喝, 这时从床下钻。 出牛头醋, 举起刀叉顶住李虚的胸部, 不让他离去。 逼着他连喝树杯, 才让他离开。 李虚走了出来。 与两位鬼族会合, 两位鬼力领着李虚, 走到一条荒。 田小镜中, 看到远处有一盏灯, 非常明亮, 灯旁有。 各大坑, 身不见底, 两力将李虚推入坑中, 李虚于。 世苏醒过来。 李虚肃性明完, 不知醉服, 因为喝酒为令, 无。 义中保全了佛堂, 虽非他的本义, 尚且获得天火焚。 烧罪不, 得以消除一身的罪业, 免堕三恶道之苦。 倘若出自至成之心, 护持佛法, 其功德岂不是更不? 可思义。 佛, 佛, 森三宝的威德庄严及光明, 具有无量。 功德, 是众生无上福田。 不失功养, 赞叹瞻理, 乃。 智功敬和掌, 均可或福无量。 得藏经中, 佛说, 未来世中, 若善男子善女。 人, 于佛法中, 种少善根, 毛法沙尘等许, 所受福。 力, 不可谓欲。 得藏菩萨也说, 我闻言福众生。 但能于诸佛教中, 乃至善事, 一毛一体, 一杀一。 成, 如是利益, 西皆自得。 护持佛法的功德, 得。 藏经效量不失功德原品中载之圣祥, 为了使众生见。 佛文法独僧, 归依三宝, 或无量法义, 我们应以大。 无畏的精神, 护持佛法, 昌龙圣教, 彼使佛法久住。 世间, 不断地流传下去, 使得流转于生死苦海中的。 众生, 受到佛法的教化, 发菩提心, 迈向解脱大道。 三十三不可有极度之心。 卢变, 他的伯父任职湖陈县令。 有一次, 卢变, 从东都来探望伯父, 耶稣官邸中, 梦见两位皇衣使, 力领他到明臣, 使力引他入见判官, 判官又派使力。 带着卢变去参观地狱。 他们来到移动石灶的房子, 并无梁柱, 防中置。 放大石墨十多步, 磨旁有数百位妇女排列着石墨。 不断地自动旋转, 每步石墨皆有牛头狱族看守, 欲。 促将妇女一个一个的直径石墨孔, 随着磨的旋转。 妇人的身体被磨得血肉模糊, 甚为凄惨, 哀嚎惨叫。 的声音, 令人不忍促闻。 卢变看到他的伯母也在行列之中等待受刑, 卢。 便问他说, 你造了什么罪业? 何以受此罪报? 他的伯母说, 我因为生前嫉妒, 死后才遭受此罪。 报, 接着向卢变恳求说, 我知道你一向持诵经。 钢经, 请你赶快为我诵经, 或许可以减罪。 卢变开始诵经钢经, 这时, 十多步的石墨一文。 诵经声, 突然停止不转, 受行人碎的稍或休息。 守候在一旁的狱族见状, 屈前直问卢变, 你, 是何人? 为何来词诵经, 大转法轮, 杜托他们的苦? 难。 卢变回答, 我看到我的伯母在行列中, 我狠。 想救他。 牛头促说, 先让我去禀告判官, 判官听完。 狱族所说, 就派黄衣使力护送卢变和他的伯母反扬。 当初与卢变同行的, 仅有小奴役人, 看到卢变。 死去已经半天, 感到惊慌失措, 卢变正好醒了过来。 卢变到了湖城, 看到伯父正在礼颤, 伯母迎面而来,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神情。 激动地说, 今日要是没有遇见你的话, 恐怕我这。 血肉之躯已被磨成肉迷, 能够得到众生, 都是佛力。 护佑, 你的功劳最大。 遂再三地向他致血。 卢变的伯母蒙他诵经搭救, 逃过了一场大劫难。 不仅痛改前非, 更因深感经历不可思议, 全家从。 此前奉佛法, 持诵经刚经不错。 先辈有云, 见人有得意识, 便当身心喜心。 见人有失意识, 更当身怜悯心。 若有一念极度, 则见人有得, 如己有失, 见人有失, 如己有得。 即。 度知心宛如一把利刃, 譬如见到别人有什么胜过字。 即的, 例如钱财多, 地位高, 或名誉, 学问。 等等, 内心便自然而然地生起了极度, 且如刀割字。 己的身体般的难受, 极度心之可怕, 由此可知。 三十四戒经读诵, 罪业可免。 陈昭, 唐朝汉周孔木, 官明。 有一天梦见一。 个人到他的床前说, 赵判官叫你去, 陈昭就跟。 这他进入明府。 到了明府, 赵判官说, 你知道过错吗? 豆悬。 他杀牛, 你拿了一个牛头, 依攻过表格来看, 此事。 印记过一百, 而你占五十。 赵判官又问他说, 你有什么功德? 陈昭回答说, 曾经向表兄借金刚金持送。 赵判官命他和长齐请, 看到一本用黄色布金包。 柱的金, 从天空下降, 落在陈昭的面前, 他捡起来。 一看, 果然是像表兄借的那本金刚金。 赵判官说, 这样可疑免了, 于是就放他还。 杨。 三十五功德最为第一。 赵文昌, 随朝开皇十一年, 出任太府四臣。 有。 一天报死, 经过三天又苏醒过来, 说出入明的经过。 他到了明府, 明王问他, 你一生曾经做过时? 摩福也。 文昌回答说, 我英家平, 没有做什么功德。 只是专心持送金刚金而已。 明王文言和长, 非常恭敬地说, 善哉。 善哉。 受持金刚金的功德盛大, 不可思议。 明王回顾明利, 说, 你仔细地查一查, 怎么? 可以错捉好人。 明利查阅了文部, 回禀明王说, 确实是捉错了, 文昌还有二十余年的寿命。 明王复查暑时后, 告诉文昌说, 你随着明利, 去取一本金刚经来。 文昌跟随明利往西南方大约走了五六里, 来到明府存放经典的地方, 数十间房屋都非常宏伟华丽。 陈列着各种佛经, 庄严万分。 文昌闭幕和长, 兴。 手抽出一卷佛经, 大小恰如以前读的一般, 封套上。 写有, 功德最为第一, 打开一看, 原来就是金刚。 金。 文昌回到殿上, 明王命令属下拿着钢材鞋回的。 金刚经, 由一人在西盘盆经, 又派人被妥妻宝铺设。 的床席, 叫文昌坐在上南诵经, 一字不疑, 才另放。 还。 明王派属下带着文昌从南门出去, 看到周五帝。 被关在门旁的房子里, 井上带着三众浅锁, 他对文。 昌说, 我毁灭佛法的罪业极为深重, 请你转告随。 皇帝, 请他为我做些功德, 才能抄离地狱。 出了南门, 看到一个大的粪坑, 坑中有一个人。 伸出头来, 文昌询问他是谁。 原来是秦江白起。 白起乃秦国大将, 破赵石, 坑埋没了赵国的将冰寺。 十万, 造下无边沙叶, 碎堕奋尿地狱。 文昌还阳后, 入奏随地, 随地乃下令替周五帝。 转读金刚经, 设大功三天, 并将此事录入随时。 三十六蛇兽离根位受伤。 高指, 唐朝人, 是随朝仆社, 官名, 高颖的孙。 子, 龙朔二年时, 有一天, 高指骑着马出长安顺义。 门, 忽然遇到两个骑马的人向他说, 王在叫你。 高指不肯去, 但不知道他们是鬼使, 于是鞭打马。 皮, 要想逃走, 却被那两个人拦住不放。 高指有个哥哥在画渡寺出家卫森, 高指想进入。 寺内, 鬼使挡住寺门不肯让他进去, 高指举手殴打。 鬼使一拳, 鬼使大怒, 将他脱落马下, 他便昏绝部。 省人事。 四僧发现, 将他抬入寺内, 到了次日早上, 他, 才苏醒过来, 说出入明的经过。 起初跟着两位鬼使去见冥王, 冥王说, 你的。 时候还未到, 只因曾经毁谤佛法, 故将你居舍来此。 让你活受其罪。 明王命令左右拔高指的舌头。 用离去根, 但是屡次都未受伤。 明王询问明利, 高。 指究竟曾修什么福德? 明利回答道, 他曾经念诵金刚经, 明王称。 善, 遂令放孩。 高指从此一心持诵金刚经, 终身部。 错。 三十七三卷经敌不过一篇奏书。 宋朝时, 有一位逢茶院, 每天持诵金刚经三卷。 二十八岁的那一年, 曾经为国事地上一篇奏书。 当天夜里四更, 他被鬼力追入明府, 研磨天子身则。 他说, 你速来持诵金刚经, 本可活至七十九岁。 官智书府, 只因此篇奏书, 有损于黎明百姓, 一律。 应当削除你的福禄, 除去你的受算。 逢某大位惊恐, 后悔自己的作为, 马上俯伏饼。 告说, 我的阳寿既然未尽, 其次在身, 适当终身。 持经, 例行英智。 天子借欲他说, 念你诚心悔过, 姑且放你反。 阳, 你要记住, 凡是握有权柄的人, 可以用一本记。 事不, 把日间所作所为, 依依于已记载。 倘若有损。 于明, 必不敢书写, 也因而不敢去做, 这是最好的。 延年之术。 才具一善念, 会明序物, 则应得与日具。 增, 必增禄寿, 并应及子孙。 倘若稍存刻薄剥削之。 心, 则应得咒损, 马上就会受到眼浅。 因果报应。 昭然不爽。 冯某记得返扬, 从此戒胜恐惧, 例行方便, 例。 国会名, 广基英德, 后来果然败相。 他活到98岁, 有一天生病卧床, 他的第九。 子, 年仅十一岁, 在前厅看到无数牛头马面, 大卫。 惊骇, 就问他们何处而来。 鬼力说, 我们特来赢。 接研磨天子。 儿子将所见禀告父亲, 冯某笑着说, 身为上。 祝国, 死作炎魔王, 这是我应得的去处。 冯公身为宰相, 死作炎魔王, 故事震报, 然意。 非上果。 冯柴愿每天持送三卷金刚经, 尚且敌不过。 他有损于名的一篇奏书, 因果珍事可畏。 38名福建文。 姚呆, 唐朝子周七县人, 时常持送金刚经。 长。 安四年, 他的母亲去世, 岁发愿为王母书写四部佛。 经, 法华即为摩各一部, 要施经十部, 金刚经百卷。 写完诸经, 又写十四卷般若经。 有一天五十左右, 突然有一只鹿走进姚家的大。 门, 在摆放金卷的书案前, 伸出舌头是书案, 事后。 扶在桌下。 姚家四养有五六只狗并没有废叫, 姚呆。 蹲下去将鹿抱起来, 鹿一点儿也不害怕。 姚呆喂他。 念了三归一以后, 鹿忽然跪下, 久久不肯离去。 到了先天年间, 诸经写壁, 刊定完妥即将放入。 惊寒。 这时, 有位徒儿名叫李回奴, 不知何故, 突。 然来到姚家, 站在书案前, 微笑地指着佛经, 合掌。 儿力, 似乎是要请经的样子。 李回奴的面貌凶恶, 平日丹氏饮酒, 两眼红翅。 双耳聚聋。 姚呆见状, 知道此人与班若有缘, 随。 取了一卷金刚金师送给他, 李回奴接获金卷之后, 含笑而去。 从此, 姚呆再也没见到他。 开元四年, 玄宗官有位道士名叫朱法印, 研习。 老庄之学极有心得, 前往梅州奖学, 经过数年史孩。 姚呆与乡中学揪二十多人前去问候, 一位王姓官。 原命人沙阳主熟来招待大家, 姚呆忍不住嘴馋, 随。 口吃了四五块。 姚呆返家后的第二天, 忽然觉得头痛, 全身的。 关节仿佛刀割一般, 痛苦万分。 到了黄昏, 病情转。 据。 突然门外面传来呼叫他的声音, 不知不觉地走。 了出去, 原来是一位黄衣人, 黄衣人告诉姚呆说。 明王叫你前去, 姚呆虽不愿意, 但也只好跟随。 黄衣人而去。 黄衣使者引他入见明王, 明王问他, 你生前。 曾做什么善业? 姚呆回答说, 持诵金刚经。 明王闻言面带微笑地说, 善哉, 这时, 斩。 立在旁的鬼力说, 你为何在猪道士的房间吃肉? 姚呆不敢隐瞒, 巨石回答说, 吃了四五块。 明王回顾鬼力, 鬼力高声说, 他吃了四两八。 猪。 姚呆听到鬼力向明王轻声说, 姚呆吃肉不是。 他的本意, 可以放他回去, 宰阳之事, 似王某追来。 之后再行结案。 这时, 姚呆看到身后有狱卒压着一个人, 井上。 架着枷锁, 加了四道钉叶, 回头仔细一看, 原来是。 徒儿李回奴。 明王问姚呆说, 此人读诵金刚经, 是否属实? 姚呆说, 是的, 李回奴向我请了一卷金刚经。 等姚呆再回头要看李回奴时, 只见地上有一副。 枷锁, 徒儿已经不见了。 明王说, 李回奴已经往身扇道, 你也可以返。 回阳间了。 姚呆走出大厅, 看到厅门两边有数千人, 有的。 身上带枷锁, 也有被绳子将手返绑的。 姚呆看到清。 家翁张凯义在其中, 虽然, 人带着小枷锁, 但为家丁业。 张凯向姚呆叩头求救道, 请你转告我的家中。 叫他们为我写经, 修诸功德。 张凯似乎想再说下。 去, 但被在旁的使力制止。 姚呆续向前行, 看到一位村人, 名叫张贤, 张。 贤告诉他说, 赶快走。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姚呆知道此人抱病连年, 水浆不能入口, 原来是魂。 破细于冥思, 才会得此重病, 久治不遇。 姚呆走没多远, 遇到鬼力送他返羊。 姚呆醒后, 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一天。 他到亲家张凯的家中, 得知张凯已经去世, 遂说出明府所见, 并将张凯交代的话转达。 他又来到张贤的家中, 看到张贤仍然卧病在床。 姚呆又将明府所见告诉张贤的儿子, 他们立刻写。 经,不到五天, 张贤的病就痊愈了。 第五篇《愈疾病》 一是雌清之墓, 芒谷复明。 唐朝武德年间, 将领有个人名叫陈昭, 前陈凤。 佛,持齋如素, 并持诵金刚经。 一日, 有一条大蟒蛇到 他的座旁听他诵金, 诵。 必击退, 天天如此, 陈昭见状也不以为意。 经过了。 数日, 他有位邻居名叫雕昌, 勇猛凶悍, 不信佛法。 认为大蟒蛇是怪物, 有一天四机将他杀死。 过了几天, 雕昌就去世了。 去世不久, 他的妻。 子梦见他托梦说, 我生前杀死一条大蟒蛇, 他本。 来要听金刚经一百卷, 便可以飞腾, 只差七卷, 背。 我妄杀, 如今苦不堪言, 向明思控诉, 明思碎派鬼。 使将我抓去, 命蛇将我缠身涅势, 我现在痛苦难忍。 你赶快请和尚写金刚经七卷, 替我在佛前忏悔赎。 嘴。 雕昌的妻子醒来后, 想要写金为王夫忏悔, 但 世家境贫困, 平日三餐不济, 那有余力延伸血经。 因此伤心痛哭。 他有个儿子, 名叫森户, 年方五岁, 问母亲为, 何如此伤心。 他说出事情的经过, 森户禀告母亲说, 为什么不将孩儿卖掉, 来为父亲血经抄见呢? 森户如此幼小, 极有这份孝心, 实在难得。 他搂着爱子佐斯又想, 除了卖儿意图之外, 时, 再找不出第二条路, 可以解决目前的困境。 最后碗。 不得已, 只好含着泪水将孩儿抱到市场, 卖给一位。 四川的客商, 换得两罐钱。 他既遭丧夫之痛, 如今仅存的命根子, 又将离。 他而去, 他面临生离死别, 内心的痛苦时如刀割衣。 般, 但又不得不伤心地与爱子告别。 送走了孩子, 他将获得的两罐钱, 严请森中血。 金刚金七卷, 他跪在三宝面前, 至心虔诚地助导。 发下了两个心愿, 第一, 希望王夫依仗血经的功德。 化解仇冤, 及早解脱痛苦。 第二, 但愿今生之中。 母子有在聚的一天。 他日夜惦念着爱子, 有时伤心引气, 有时嚎啕。 大哭。 由于伤心过度, 竟然把眼睛哭瞎了。 但他人。 然每天持诵金刚经, 孤苦伶仃的盲腹 唯有靠行其度。 日, 禁欲实在悲惨。 他的儿子森户跟随着客商到了四川, 一晃已逝。 三十年, 客商夫妇一乡继去世。 森户非常怀念亲生。 的母亲, 心里惦念着, 母亲卖我血经, 已超见王。 父, 如今不知是否还健在。 私亲之念涌上心头。 他把养父母遗留下的财产变卖, 回到了江陵。 他在江陵找寻了很久, 始终找不到失散的母亲。 于是购屋定居下来。 当年年底, 他准备碎蜡祭祖, 于是找来几个行。 其的老妇人, 请他们来家中送念金刚经, 送壁后。 森户回向祝导说, 我幼年丧父, 母亲卖我血经。 已超见王父, 今天幸而能够重返故里, 却找不到失。 散三十年的母亲, 但愿借此诵经的功德, 让我的父, 母都能超生。 森户的话刚说完, 其中一位老妇人叫着说, 孩儿呀, 我就是你的母亲,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那, 年你刚刚五岁, 卖你血经, 已超见你的王父, 你的 卖生气还保存着呢? 森户跟随他来到他的住处, 老妇人将卖生气取。 初, 森户被喜交集, 忍不住泪水夺矿而出。 他双手, 发抖, 看到母亲的眼睛已瞎, 碎桂拜坟相助导说。 弟子拜告三宝吉来往的大地神旨, 家母双目失明。 祈求上苍鸣念弟子一片余界, 让家母的眼睛能够 重见光明。 他助导完毕, 取水授口, 用舌头是他的母亲的。 眼睛, 所谓, 新陈泽灵, 他的母亲失明多年的眼。 金, 竟能重见天日。 失散了三十年之久, 母子重负团圆, 以芒的霜。 木又能重见光明。 当他看到这个失散多年的儿子, 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不经喜极而泣。 母子两人欣喜。 万分的叩拜苍天, 当年的心愿, 终于如愿以偿。 僧护的母亲岁将三十年前的往事和盘托出, 乃。 是由于丈夫望杀蟒蛇, 置身系地狱, 而且弄得家破。 人亡。 如今藏蒙经历救护, 终于能够母子团圆。 在。 旁的人对他们一家人的遭遇, 莫不易居同情之类。 同时对于诵经功德的不可思议, 赞叹不已。 二消鬼胎。 唐朝灵州人受献魏陈慧, 他的妻子王氏袁世金。 赵人。 魏出嫁前, 表兄主敬对他献殷勤, 并且向他求婚, 王氏的父母不肯答应。 主敬愤恨地说, 如。 果不嫁给我, 我做鬼也会来找你的。 后来王氏嫁给陈慧未妻, 主敬终于怀恨而死。 王氏随夫住在仁寿县, 有一天他梦见主敬前来, 于。 氏就怀了孕。 经过了十七个月, 始终莫能将孩子生下来, 王。 氏担心是鬼胎, 幽据万分。 他平日就常拜佛, 岁入。 佛堂取出金刚经, 发心独诵, 他在扶菩萨前助导。 若是正常怀孕, 但愿及早平安分娩, 若是鬼胎, 则早消化。 由于金晴之故, 身体渐渐觉得轻松。 不久鬼胎就消失了。 经此真宴, 王氏更加金晴念诵, 受持不错。 三会金尔雅的沟龙义。 沟龙义, 唐朝廊周七线人, 已粗活谋生。 长庆年间, 有一天他的朋友生病, 龙翼前往探。 望, 看到书写的金刚经置于桌上, 他无故将金卷毁。 坏丢弃。 返回家后, 马上阴雅不能言语, 屡经医治。 仍然无效, 他愚昧无知, 竟不知忏悔。 过了五六年, 龙翼偶然听到邻居持诵金刚经。 这时他才醒悟, 心中惊涕自责, 从前毁谤此经。 以至应雅。 假如现在忏悔, 并且终身敬奉, 不知道, 能不能再说话。 此后, 每当隔壁传来诵金声, 龙翼就贴靠在墙。 闭上仔细静听, 并且默默地忏悔, 洗涤以前所造的 罪业。 过了一个多月, 龙翼偶尔进入寺中, 看到一位 和尚, 龙翼向他鼎力, 和尚问他有何事。 龙翼指着, 自己的嘴巴, 和尚拿了一把刀在他的舌下割了一刀。 龙翼立刻就能说话。 和尚念金刚经给他听, 声音。 和邻居的诵金声完全一样, 龙翼向和尚再三地致谢。 后来龙翼再访该寺, 却不见那位和尚, 他看到。 闭上须菩提尊者的圣像, 正与那位和尚的面貌相仿。 福, 这才知道先前所见的和尚, 正是须菩提圣僧所。 世线, 于是严请化工会至圣像一幅, 请回家中礼拜。 供养, 自己也写金持送。 四十犬而忙。 王称, 唐朝靖州人, 身性晚彼。 圆和四年时, 当地发生一击, 家人死亡殆尽, 唯独王称姓免。 他, 在病中好食狗肉, 眼睛碎虾, 不用医药治疗, 为相。 鬼神祈祷, 数年都没有感应。 有一天, 一位义僧到他家画园, 他取出饭菜工。 养, 义僧告诉他说, 佛法中有一卷金刚经, 能解。 除众生的疾苦, 报应非常神速, 居士你能受持吗? 王称回答说, 我很愚昧鲁顿, 眼睛又已失明。 恐怕无法记忆。 义僧告诉他, 血金供养也是功德无量。 王称依照义僧的指示, 严请僧众书写金刚经。 在将写好的七卷送到佛寺, 请僧众诵念。 过了数天, 他梦见先前那位义僧, 手持利刃挖。 他的眼睛, 惊醒之后, 觉得眼睛似乎略可见物, 而 且越来越清晰, 数月后已完好如初, 王称从此持经。 不错。 五马南带步, 为赖树叶之经。 疯子, 唐朝风周人, 永泰初年时, 束手边疆。 有一天晚上出去, 被党向绑到西藩养马, 藩将交给。 他数百匹马, 并用匹锁贯穿他的肩骨, 以防他脱逃。 他饲养了半年, 马匹增加了一倍, 得到帆王赞。 朴子的赏识, 不仅赏他数百张阳格, 并命他担任职。 其的植物, 服侍于左右, 经常赏赐一些剩余的烙肉。 等悟, 对他被加爱护。 又经半年, 有一次赞朴子又赏给他许多烙肉。 疯子看着烙肉悲气垂泪, 不肯取食, 赞朴子觉得奇。 怪儿追问其故。 疯子说, 您赐给我如此美味的食物, 当然硬。 该高兴, 但是一想到家中还有年老的母亲, 乏人凤。 养, 因此忧虑不已。 我最近又经常梦见他老人家。 孤苦无依, 所以内心深感不安, 那理会吃得下呢? 赞朴子的心地甚为仁慈, 闻之怅然。 当天晚上, 赞朴子召见疯子, 向他说, 你的。 孝心很让人感动, 可是藩法森严, 从无放孩的例子。 我给你两匹精壮的马, 你赶快骑着他远走吧。 疯子闻言, 感动得俯身下跪向藩王败谢。 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疯子踏上了龟城。 踏驰。 乘在浩瀚无涯的沙漠中, 两匹马因体力不知相继死。 于途中, 他只好小树叶行, 走了数日, 他的脚步步。 性被荆棘刺伤, 躺在沙堆上, 无法继续行走。 震荡焦急彷徨之际, 忽然一阵怪风吹来一见东。 吸, 落到他的面前, 他随手捡来包住受伤的部位。 居然感觉到不痛了, 便尝试着举步, 发现已能行走。 如初, 又经过了一夜, 才到达丰州地界。 当他到达家中, 他的老母悲喜难易, 颤抖着说, 自从你失踪以后, 我就一心念诵金刚经。 有一, 四请出金卷阵在礼拜时, 金卷的奉献断裂, 不知何。 故, 竟散失了树叶。 疯子也将脚步受伤的事情禀。 告, 他把脚步的伤处解开给母亲看, 原来果伤的东。 西, 竟然是那散失的金卷, 真是不可思议。 六四聚迹于风赖。 强伯达, 唐朝房周人。 他若灌时便已染患风赖。 这是他家世代遗传的恶极。 原和九年, 伯达禀告父兄说, 我知道这种病。 是治不好的, 既然难以活命, 又唯恐一换鱼后, 不。 如把我送到山岩下去。 父兄们虽然鱼心不忍, 考。 律再三, 最后不得已, 也只有照着他的话去做。 鱼。 是准备好粮食, 护送他到山岩下, 然后依依不舍的。 含泪道别。 伯达独居于岩下, 绝食数日, 忽然有一位和尚。 经过, 看见他那痛苦的神情, 悲悯之心油然而生。 告诉伯达说, 你可以念金刚经中的一句四句计。 或许可以解除一些痛苦。 和尚当场传授给他, 伯达学会后, 就不停地念诵。 经过了数日, 伯达看到一只老虎走了过来, 他, 非常恐惧, 就闭目虔诚地念诵四句计。 老虎走到他, 的面前, 用舌头试遍他身上的窗口。 他感到一阵轻。 凉, 仿佛敷上了凉药, 不再觉得痛苦。 过了很久。 老虎离去之后, 伯达发现窗口竟已前河。 次日, 那位和尚又来探望他, 伯达续说昨日老。 虎前来试窗地经过, 和尚又到山边拔了一把青草。 交给伯达说, 你将这把草带回家去监狱, 就可以。 痊愈了。 伯达跪拜在地感动的热泪银筐, 再三地向和尚。 致谢他的救命之恩, 和尚抚摸着他的背部, 安慰一。 翻后, 就离去了。 伯达回到家中, 据说事情的本末, 他的父母及。 所有青族对于伯达的奇遇, 都感到惊异万分, 一再。 的赞叹经历的不可思议。 伯达间洗沐浴后, 身上的窗疤, 从此也没有再复发, 于是终身念祭, 从不屑。 呆。 七亿分功德, 重如山丘。 宋朝有位县位, 名叫王迪宫, 平日喜好打猎。 及杀身以取乐。 他的妻子则致心向善, 前奉佛法。 每日持诵金刚经。 有一天, 他的妻子正在念经, 敌弓打猎完毕。 返回家中, 妻子劝他一同念诵, 敌弓不肯, 但进步。 助妻子苦苦相劝, 只好勉强陪他一同念诵金刚经。 从, 持经功德分, 第十五开始, 念完这一分, 敌弓。 就不肯再念, 静置厨房, 将带回来的猎物切割烹煮。 伴酒作乐。 五年后, 敌弓染患中风, 虽经多方治疗史中部。 见弓校, 今年卧床不起, 不久终于病死。 敌弓被射入明后, 明王怒则他说, 你既然受。 有绝路, 应该继续修服行善, 但你却爱好杀生害命。 现在要捡你的寿命, 绝你的福禄, 并将你判入祸。 汤地狱。 鬼力查阅善恶部后, 屈前禀告说, 此人杀业。 虽重, 但生前曾与他的妻子同念金刚经一分, 虽指, 骗指的功德, 但是重如山丘, 可以将功抵罪, 放孩。 阳间, 明王怒气烧解, 告诉狄公说, 你的杀业这么大, 若不略施薄尘, 如何知道警惕。 就命令明粗, 取货汤一勺浇在他的背部, 然后放他还阳。 他苏醒过来, 发现被上常居, 流浓溃烂, 痛彻。 心碎, 虽经百药治疗, 却丝毫没有奏效。 他知道这, 是明府的霍汤交灵所致, 不是人间医药所能医治。 唯有仗持佛法, 才能解脱痛苦。 狄公叫他的妻子在佛前, 待他发怨忏悔, 经。 后永远不再杀身, 且怨书写金刚经, 终身持斋受持。 当天夜晚, 他梦见一个和尚磨他的背部, 紧紧。 磨了三渣, 天明醒来后, 被居以自行脱落而痊愈。 八中古痊愈。 慧宗和尚, 唐朝荆州公安人, 俗家姓采。 长庆。 初年时, 中古将死, 古兽如柴, 遂发愿念诵金刚经。 当他念满五十遍, 梦见有人叫他开口, 从他喉。 终取出头发十多根, 又梦见吐出一只比手臂还长的。 大蚯蚓。 从此病体就痊愈了。 九诗经千卷获神丸。 宋陈信, 宋朝秀周华亭县人。 绍兴二年, 他离。 患藩胃的疾病, 虽服要多年, 人不见效。 有一天夜里, 陈信梦见一位范森告诉他说。 你所患的疾病, 乃是素食业障, 已至今生受苦。 是。 尖的男女, 染患风瘫劳薄, 盲龙英雅, 种种恶极禅。 生, 经年累月整卧床席, 世上的医药是无法治愈的。 这种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的痛苦, 乃是魂魄被赦。 鱼因私受到拷打, 须知因果报应是无差的。 我和你。 有溯源, 特来向你报知, 你要是能够持送金刚经货。 书写奉诗, 劝人持念, 只要刚一举心动念, 即可赶。 动明观, 考核你的善功。 等到放回你的魂魄, 然后, 再欲良一, 你的病就可痊愈了。 陈性醒来以后, 就在佛像前焚香注导, 忏悔往。 喜所造的罪业, 愿奉施金刚经千卷, 并且终身持送。 不久, 陈性梦见金刚神赐他一粒玩耀, 服下后。 次日醒来力见好转。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静养, 身。 体恢复如初, 精神比往昔更好。 凡是知道这件事的。 人, 都和掌称探此经有其死回生之功。 十位哥哥诵经治病的吴思玄。 吴思玄, 在唐朝武后时, 任国子建大学博士。 前信佛法, 起初每天持送金刚经二卷, 五六年后。 每天则持送一卷。 他的哥哥斯温, 长安二年, 出任汉州眠竹县令。 因病入京医治, 记住在殿中省上药居凤玉, 明教。 张庆的家中, 用针灸治疗。 张庆一向与巫师有来往, 有一天, 斯温忽然病。 发, 非常危急, 虽用针药仍然无效。 这时正好有医。 魏污州的巫师, 明教主细儿, 来到张庆的家中。 据, 说主细儿可以见到鬼神, 于是在亭中为斯温祈祷至。 病。 这时亭中上有数位官吏, 而斯玄的住处, 黎章。 家不远, 张庆派人去通知斯玄。 斯玄很快地赶到张家, 也在亭中为哥哥祈祷。 主细儿与斯玄素不相识, 惊奇地问说, 这位官吏。 是什么人? 何以鬼神看到他来, 都吓得赶紧逃走了。 斯玄听了, 遂领悟道, 原来我平日持诵金刚经, 有护法善神保佑, 所以鬼神一见到我, 便吓跑了。 因此更加精情念诵祈祷。 他迟送了一两天, 斯温的病就痊愈了。 有一天, 斯玄在魏桥地方, 看到一位大约八十。 多岁的老人, 身上还穿着校服, 斯玄觉得奇怪, 九。 屈前询问, 那老人说, 我是为我生母带孝, 我的。 母亲在四十三岁时, 有为一僧教他持诵金刚经, 能。 的长寿, 于是我的母亲每天念两遍, 享受一百零七。 岁。 我的姨母及邻居们送念, 也都超过百岁。 我是。 遵照母亲的主妇, 每天持诵金刚经, 现在已经九十。 岁了。 十一裸, 病, 丙加力, 全域。 王昌岩, 唐朝经兆万年献人。 九世元年时, 他, 在表兄杨西岩的崇仁房当铺中管理账务, 因离患裸。 病, 丙加力, 病严及胸前, 疼痛不已, 于是发心读诵金。 钢经, 从此经情不错, 然而身上的, 病, 丙加楼, 窗雀。 使他痛得说不出话来。 有天晚上梦见一位和尚手持膝杖, 按住他身上的伤口, 对他说, 因为你持经的功德, 所以特地, 来替你治疗。 昌岩惊醒起床, 不觉大声叫唤。 家人听到他呼。 叫的声音, 赶紧过来探望, 看到他的窗口流出浓汁。 大约有一身左右, 他所患的裸, 病, 丙加利, 竟因此, 痊愈了。 昌岩从此专心受持金刚经, 长颂不错, 活到了。 六十九岁, 在长安元年时受终。 十二返, 穆家仲, 赴阵。 周少月, 慧之臣, 明朝昆山人。 五十岁时, 呼。 然失明, 眼睛的瞳孔变成碧绿色, 纵然是大白天。 仍然感到一片黑暗。 他自以为残废, 因此一心归一。 佛门, 已消除宿式的罪业。 他每天清晨诵金刚经三。 卷, 诵金时一心不乱, 高深读诵, 如果有客人来访。 也不停下来接待客人。 如此专心情送了十五年, 有一天, 忽然发现眼。 前似乎有一片亮光, 但是一会儿又消失了, 他惊疑。 万分地叫家人来看, 家人看到他左眼的眸子已能转。 懂。 又过了两个月, 两眼就完全恢复正常, 重见光。 明, 甚至比年少时的眼力还好。 扫月有感于金刚经的功德, 更加虔诚读诵, 后, 来活到八十岁, 无疾而终。 人们往往由于, 英寻, 二字而蹉跎一生, 扫月。 因业障线前, 两眼失明。 要是没有这段姻缘, 恐怕。 还不知悔悟, 到老蹉跎, 义无所成, 随着业力流转。 于生死苦海。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因祸得福, 你。 增上缘, 增上缘, 十三两眼赋明。 明朝常州有位女妮, 明叫慧珍。 她是宦官之后, 自幼举止有节, 长大后想要出家, 得到父母的云。 许, 并送她到人家眼。 她出家后, 朝夕持送金刚精。 同眼中, 有位女妮因会事败露, 波及慧珍。 慧。 珍此时正患眼疾, 深感愤恨不平, 婴儿两眼俱芒。 这样过了三年, 慧珍仍然朝夕持送金刚精不错。 有。 一天梦见金刚神告诉她说, 你的行为并没有瑕疵。 应当让你重见光明, 隔天清晨, 她睁开双眼。 果然重见光明。 后来活到九十岁, 无极作画。 十四哥谷疗轻。 周德文, 自军生, 清朝无限人。 她天性至孝。 五十多岁时, 由哥谷治疗母亲的疾病。 母亲去世时。 她悲痛于肠, 遂发怨肠斋, 并持送金刚经, 预定。 三年之内念满若肝变, 理颤回向王母。 她日夜不停。 地情诵, 致使眼睛深意, 看不见任何东西。 虽然双眼失明, 她仍不停地诵经, 从不停坐。 当她快念完时, 双眼竟然复明。 知道的人都认为这, 是她的孝心所感动, 也是金刚经的功德力所致。 有一天, 她手里的念珠在路上掉落树立, 直到, 返家想起时, 静在家中的地上剪的, 确实是原来的。 念珠, 因此撰写了一篇, 还诸记, 记载这段义事。 她屡次有锐印, 感到神力加倍, 因此更加勤颂步。 错。 十五奉公爱明的蔡怀庭。 蔡怀庭, 明朝楚郡人, 任嘉心太守, 解己爱明。 常摘奉佛, 公于之辖则持诵金刚经。 怀庭的身体向来雷若, 常说少年为诸生时, 曾 惊染患重病, 因为嘉平无法买药医治, 几乎冰临死。 王边缘, 从此发愿进行受诵持金刚经, 疾病碎步药。 而语, 后来参加科举, 考中后出任官职, 赴任时随身。 携带此经。 他在任内能够不畏权势, 爱明如子, 自。 凤圣俭, 平日所食, 锦青菜豆腐, 从不吃肉, 穿着。 亦不求华丽, 只穿廉价的布袍, 从不穿昂贵的丝卷。 绸短。 怀庭虽然贵位太守, 但生活仍然倾苦, 并且识。 常用心凤刻印金刚经及戒沙文, 广行劝化, 官署内。 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一般读书人当他窗下苦读时, 亦有励志要解极。 爱明, 但是一朝出事, 多半忙于应酬, 接受贿赂。 上级有所需所, 则向下属巧取豪夺, 仗势权势, 七。 压百姓, 有时候尚不能得到上级的好脸色, 真是可 悲可叹。 蔡公怀庭, 没有仇作逢迎, 故能爱明如子, 不。 为强权, 这种连振爱明的好榜样, 足以为后代福官。 这所效法。 十六佛法悲数数向命所能知。 是德尊, 唐朝一阳县人, 住在深州大云寺。 五。 十岁的那年, 染患重病, 全身乏力, 病逝为毒。 这时, 有位张照藏, 经于阴阳推命之学。 又有。 一位张集, 精通其黄医术。 张照藏替德尊推算八字。 说他此时适逢厄运, 张集为他诊断脉相, 也说此。 并非真酒和药物所能救治。 既然如此, 德尊心相, 与其等死, 不如像佛。 法中祈求, 或许尚有希望, 也说不定。 于是发心。 开始读诵金刚经, 他的身体虽然雷弱, 且身染重病。 但每天仍然念诵数十遍。 他端坐在蒲团上, 不论白天和夜晚, 都很精进。 德尺诵, 由于他虔诚恳切, 所谓星辰则灵, 夜障逐。 见消除, 不到十天, 未经服药, 并况近日渐转好。 没多久就完全康复。 德尊从此已持诵金刚经为常客。 这时梦宪中任申周私户, 德尊和尚已七十多岁了。 由此可知, 大乘佛法的功德力, 岂是数数, 推。 命所能得知的。 若非素根深厚, 深信佛法之人, 有。 岂肯笃性实行呢? 十七医药只能医并不能医命。 杜思纳, 唐朝经召成男人, 任官禄周同地献献。 未, 考闷之后, 已经七十岁了。 由于年老气衰, 染。 上重病, 身体日渐虚弱, 当时明医都说难治, 虽药。 物治疗多时, 未见起色。 这时, 他的好友权冠被派任为汉州司公, 前来。 向他道别, 思纳神色黯然, 语气凄凉地告诉权冠说。 我身患重病, 此次分离, 很有可能成为永别。 佛法中有不经钢经, 可以消除多生的业障, 我想发。 愿读诵, 如果能够痊愈的话, 你我就还能再见面。 思纳从此发心念诵金刚经, 没过多久, 并旷见。 见好转, 更加诚恳涕力, 每当他持诵之时, 都可看。 到佛像放出光明, 增加他无比的信心。 后来全冠返回经师, 思纳已经痊愈, 彼此都赞。 碳金刚经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 医药只能治并不能医命, 躺能发至成功敬之心。 受持读诵金刚经, 现世终灭无量罪行, 消除多生。 得业障, 增长无上福慧, 获罪圣福田, 若能更加念。 佛回向, 决定往生西方, 未来避震菩提。 十八文经病遇, 游寻真, 唐朝广平人。 九世年间, 仁贵俯护曹。 参军。 其女患病多年, 身体日渐消瘦, 这时寻真正。 好靠满返回红州, 其女病矿一家省重, 虽经服要多。 十, 人未见起色, 就对她说, 女儿记得某年曾经。 读金刚经, 如精灵死之前, 很想在佛堂再读一遍。 若能如此, 则死而无憾。 寻真夫妇听完此话, 内心非常哀伤, 不禁痛哭。 流泪, 在佛堂里找出金刚经, 然因其女身体虚弱。 眼睛无法睁开, 口也不能读诵, 寻真夫妇于是一起。 为她读了数遍, 一会儿, 她的眼睛逐渐睁开, 手指着金卷, 好。 像是所取阅读的样子, 寻真夫妇见状, 就将金卷放, 在她手上。 这时候, 她仍然读不出声, 只是眼睛看。 这金卷, 似乎是在默念。 不久, 佛堂中忽然放出光明, 金卷也放射光芒。 所有在佛堂里的人, 见到这种锐香, 无不其身赞。 叹, 大家也同时看到她的脸上冒汗, 一会儿便汗流。 加倍, 想要睡觉。 经过一夜的休息, 醒来后告诉家。 人说, 我全身的痛苦, 已经完全消失了, 不到。 十天, 身体完全复原。 从此以后, 他们全家都情宋。 金刚经, 世界上有很多疾病, 医药是无能为力的, 这都, 是多生以来杀生食肉之罪业所感。 以佛法来说, 凡。 是遇到疾病, 除了严请医生治疗之外, 更应广行善。 是, 戒杀, 放生, 诵经, 理颤, 才能消除业障, 如。 果病情严重, 无法治愈, 更应专心念佛, 求愿往生。 切勿杀生败神, 徒增业障。 第六篇旧杀戮 一金刚和尚 唐朝时, 秦宗权新兵作乱, 蔡周有个人前奉佛。 法, 平日持诵金刚经, 深受人们尊重, 他被秦宗权。 胁迫派做奸细, 令他到黄州前伏探视。 他到达黄州不到十天, 就被人密告查获, 当时, 宋问任黄州刺史, 文西大怒, 下令将他斩首。 当他被赴宋往刑场, 行刑前, 宋问接到属下报。 告, 家官的特使即将来到, 手下禀告说, 家官是, 值得庆贺的喜事, 不宜施行杀戮。 宋问觉得很有道理, 就下令暂停行刑。 过了一个月, 史诚还没有到, 于是再度下令刑。 行, 当他被提出时, 又传来家官时已经入境的消息。 只好再度停行, 赞与禁锢。 宋问送走家官特使后, 又将他提出, 准备行刑。 刚好一位将领进入衙门, 看到宋问要斩绝奸细。 遂向宋问敬言道, 黄州这地方, 兵强马壮, 城堡。 坚固, 那怕奸细潜伏。 我仔细观看这位奸细的相貌。 颇为慈祥, 不可能是乱党, 似乎是被叛军胁破儿。 不得不屈从, 不如饶他一命, 也可以显出您的宽大。 宋问想了一想就点头答应, 命人剃掉他的头发。 并且在头上加了一副钱具, 叫他出去化园, 以便。 建造开园寺。 他头上带着钱具, 到市集人多的地方去化园。 经过很长的时间, 才将建四所需的款项募足。 当开园寺即将完成时, 宋问梦见八大金刚向他, 说, 父钱的和尚如此苦行, 以将建四的款项愁足。 而开园寺也即将落成, 你何不除去他头上的钱具, 以表扬他的善行呢? 得此一梦, 在家以前三次临行之前, 每次都在。 最后一刻, 因故逃过一死。 宋问认为这绝不是巧合。 分明是金刚护法案中救护所致, 对于佛法的灵奇。 深感不可思议, 内心极为叹服, 立刻命令不属将。 他头上的钱具卸除, 并以梳理招待他。 从此黄州的, 人都尊称他为金刚和尚。 二口生莲花。 宋朝纯熙元年, 扬州府辰局周星, 自幼美日持。 宋金刚经一卷, 不论公司如何繁忙, 必定抽空持宋。 有一次, 他奉太守莫豪之命, 携带钱币, 私料。 城乡及寿主等县礼, 大约价值一千多冠, 要网朝。 宋向显贵助寿。 到了瓜州度, 周星投诉在玉三所开的客店中。 玉三夫妇看到周星的行李沉重, 碎起了贪念, 与哥。 哥玉二计谋, 在三更十分, 入房将周星打死, 抬到。 离殿约有五里的地方, 将尸体埋在路旁, 并将周星所带的行李及财务进行劫走。 周星因为超过回报的限期, 仍未返回扬州府向。 太守负命, 被误卫写款潜逃, 他的妻子因此被官府。 监禁于狱中。 太守多次派人前去找寻, 始终找不到周星及他。 所携带的财务。 后来, 太守奉照前往朝中, 带着左。 又是从启程, 到了梨瓜州渡上有五里的地方, 忽然。 看到一朵莲花拦阻于路上。 太守令侍从将莲花折断。 手下虽然用利刃劈砍, 仍然砍不断, 太守觉得狠。 奇怪, 碎命人就地挖掘看看, 挖到约四五尺身时。 突然看到一具尸体, 原来莲花是从死者的口中藏出。 众人将死者抬出, 仔细端看, 死者的眼睛轻轻, 得眨了一下, 在详家熟视, 竟是去年失踪的周辰局。 于是太守命人将他搀扶到附近的人家, 用周汤慢。 慢条理。 到了次日, 周星才能开口说话, 他说, 我待。 这祝寿的献礼, 投诉于客店中, 遭遇二级遇三谋财。 害命, 我被他们打死掩埋, 至今已有十八个月了。 太守一听大惊, 赶忙问说, 你为何能够不死? 又不觉得饥饿呢? 周星回答道, 这都是我以前持诵金刚经的功。 得力所致, 我被埋于地下, 宛如在梦中, 看到一位金刚神, 将一朵莲花插在我的口中, 所以至今仍然。 不觉得饥渴。 听完周星所说, 太守不经肃然起敬, 合掌再三。 赞叹说, 我曾听闻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一。 只未能深信, 经你这么一说, 才知金刚经有如此神。 利, 真是佛法无边。 我深感惭愧, 已将你的妻子监。 静年余,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想平日所审理的。 案件中, 必定有不少是冤枉的。 太守立刻行文扬州府官, 将周星的妻子紧诉是。 放, 并且差人将遇二及遇三夫妇逮捕。 他们知道无。 法隐瞒, 只得招认出确实在三根十分, 打死周星, 再劫走他所有的财物。 真相既得大白, 太守岁将全案的经过句文奏成。 皇上, 皇上下了一道圣旨, 周星成佛法不可思议。 得功得力, 所以神天守护, 岁得死而复活。 善行书。 堪家许。 遇二及遇三谋财害命, 罪孽深重, 如果语。 以宽怠, 唯恐以后再因谋害人, 应移并于以重账处。 死, 遇三的妻子己账二时, 冲军海外, 永不放海。 观看此事, 周星生死埋于地中, 口内上生莲花。 则智星持诵经卷者, 一心不乱, 其身坐莲花台。 又有何疑。 在从这篇故事看来, 周星所受的冤屈, 得以真。 香大白, 皆是佛菩萨暗中护佑, 才得免于死亡吉基。 可, 何以周星掩埋于地下链鱼, 却未被来往的行人。 发现, 一直要到太守附近的途中, 才从地面出现莲。 花, 中的洗血沉寂年鱼的冤屈, 其中原因何在? 我总认为佛菩萨为了开示教化, 起人尽兴之心。 令太守轻见其事, 故冥冥中如此安排。 要不然。 若经由路人发现相救, 再由周星念报太守, 所谓。 眼见未凭, 太守未能轻见, 自然不会如此深信。 当然, 最后也不会答于圣听, 使灵迹彰显于世。 故。 五等今日能有此圣缘听闻佛法, 如果不能闻而起信。 进而努力修行, 岂不辜负佛菩萨的尊教会。 三金刚神护臣。 宁免, 唐朝云中人, 前奉佛法, 常识金刚经。 他年少勇武, 善于骑射, 天生神力, 不用兵器。 旧能力革猛兽。 北斗首加许他的神勇, 命他属李牙。 将, 率领四千士族, 驻守飞狐尘。 这时, 继门元帅交汉拔护, 拥兵造反, 下战书。 到京城。 唐文宗大怒, 立刻召令北斗首予以讨伐。 京城的诏书尚未到达, 而继门大军已经出发。 趁着夜晚攻打飞狐尘。 继门的大军来势汹汹, 争骨惊天阵的飞狐尘。 内, 人心惶惶。 城中推派父老来向宁免禁言道。 继门大军来势凶猛, 不可力敌, 现在已经濒临城下。 秦氏圣位为极, 我们希望赶紧弃城逃亡, 要不然。 被他攻陷, 就后悔不及了。 纵然天子英明神武, 也。 不能为我们血冤啊。 宁免自存, 手下的兵力固然抵抗不住来袭的贼。 兵, 若是听从城中父老的建议, 为奉赵书, 怎可善。 离职守。 如果兼必固守, 一旦被攻陷, 又担心全城。 人会悉遭屠杀。 正当宁免犹豫不决, 忽然接到手下禀告说, 贼兵已经溃败, 有的放弃武器, 现在都在城下。 宁免不敢相信, 立刻登上城墙查看, 这十月色。 绞节, 他看到贼兵奔驰逃顿, 跌倒失足的不可胜数。 好像有大军在后面追赶似的。 宁免大喜, 命令守。 下打开城门, 驱逐贼兵, 并掳获很多兵器盔甲。 宁免亲自于以审讯, 那些俘虏说, 我们看到。 城上有四位二丈长的巨人, 威武严俊, 张木怒事。 非常可怕, 巨人坦胸漏臂, 手中拿着利剑, 我们看。 到之后, 都惊慌失色, 赶紧逃走, 那里还有斗志呢? 此时, 宁免才知道, 这是金刚神显灵相助, 才。 救了全臣, 宁免后来曾任御史忠臣, 又任清塞副史。 四眼周将军, 唐朝甘孚年间, 眼周节度史崔尚书, 执法非常严峻, 有一个军将, 召集时不到, 崔某大怒, 于是, 下令在衙门就地问斩。 该军将被斩后, 身体的颜色, 丝毫没有改变, 大众颇觉惊异。 当天晚上三更十分, 那位军将见到自己躺卧鱼。 街上, 就走回家中, 妻儿一见到他, 非常惊骇, 以为他是鬼魂, 军将告诉妻儿说, 我刚被斩绝时, 如醉如睡, 也不知身在何处, 没有任何痛苦, 到了。 半夜, 感觉身在街道中, 于是返回家中。 全家人, 惊喜万分。 隔天早上, 军将进入衙门谢罪, 崔尚书经骇末。 明的问道, 你究竟会什么幻术? 否则怎能不死呢? 军将回答道, 我不会什么幻术, 只是从小池。 诵经刚经, 每天念三遍, 昨日因为诵经延迟, 才过。 其报道, 这时, 崔尚书心中的疑问 才稍微消除, 继续问。 道, 还记得斩绝石的情形吗? 军将说, 我被押出衙门后, 感觉身在最梦之中, 一切都不负记忆。 崔尚书又问道, 你平日持诵的金刚经, 现在, 何处? 军将答说在家中的佛除金函之内。 崔尚书, 命他立刻回去取金。 军将取回之后, 打开金函一看, 见到五色豪光。 从金中射出, 金卷已经分成两段。 崔尚书金亿万分。 身自悔过, 不停地安慰君将, 称赞他诵经的功德。 崔尚书说, 我给你一笔钱, 写金刚经百卷。 请严寿四的森众诵念, 也可忏悔我的罪业。 诵壁。 仅留存石卷于严寿四公养, 其余的则施诵寿池。 现在眼周延寿四门外, 就是军将被斩绝的地方, 斩。 断的金卷仍旧保存着, 五圣海底的富商。 唐朝有各富商, 送念金刚经, 持之以恒, 每次, 都将金卷随身携带。 有一次到外国去经商, 晚上住。 在一个海岛上, 同行的商人寄予他的财富而把他杀。 死, 装在一个笼子里, 同时赋以巨石, 连同金卷一。 同审入海底。 黎明后, 那依火商人驾船离开海岛。 那座海岛。 上有一僧院, 僧众们到了晚上, 都听到海底传来念。 送金刚经的声音, 觉得非常奇怪, 派了一个扇鱼游。 勇的人潜入海底, 捞起了一个大龙。 这位富商爬出龙外, 告诉他们说, 我被同行。 得商人谋杀, 沈入海底, 我不知道是在笼子里, 指。 感觉好像深处宫殿中, 时常有人送饮食来, 非常安。 乐自在。 岛上的僧众听了之后, 赞叹不已, 知道这是经。 钢经的灵验, 商人就在该僧院薛法出家。 六湖僧师药。 唐朝大历初年, 崔宁镇首西蜀时, 有个英勇的。 部下, 名叫张国英, 时常持诵金钢经。 这时, 杨林造反。 有一天两军交战, 国英被剑。 射中腹部, 剑族身入肉中不能拔出, 医生认为一定 会死。 当天晚上, 国英梦见一位胡森, 拿了一个药。 碗给他吞服。 四日早上, 剑族竟然自行滑出窗口。 也很快就愈合了。 七三刀法师。 三刀法师, 唐朝庐陆林人, 俗家姓曹, 原名薄莲。 相貌丑陋, 但心地善良。 他自幼奉佛如素, 平日。 持诵金钢经, 随时将经放在竹筒内佩戴身上。 安史之乱后, 拉史刘宁针兵胜卫紧急, 曹某辈。 派位军中小将, 不幸战败亡命而被捕, 判处死刑。 斩首十亿连用了三把刀都先后折断, 脖子却丝毫无。 损。 刘拉史感到非常奇怪, 问他有何法术。 曹说, 我志在出家, 平日送念金钢经。 四使问他金钢经在何处。 他说, 被捕时不慎。 遗失。 四使派人寻找, 果然在数百步外找到了一。 蜘蛛筒, 上娘赫然发现三条刀痕。 刘宁赞叹不已, 便赦免了他, 并将此事奏文皇。 上皇上四号, 三刀法师, 赤柱本郡龙泉寺。 八乱箭百发, 安然无恙。 唐朝时, 这西府有个官吏明教徐, 王家己, 杭州。 人, 家中非常富有。 他每天五根就起来持送金钢经。 直到三卷送臂, 才去衙门, 从不停坐。 有一天, 一百多个盗贼到他家抢劫, 将徐, 王家, 己, 捆绑起来, 准备将他乱箭射死, 徐, 王家己, 说, 我是金钢不坏身, 看你们能对我怎么样, 过了。 一会儿, 大家都看到佛陀出现在虚空中, 盗贼门舍。 向徐, 王家己, 身上的剑, 百无一中, 徐, 王家己, 则安。 然无恙。 盗贼经亿万分, 遂问徐, 王家己, 说, 你究竟会。 什么法术? 要不然我们射出的剑, 怎么射不忠你? 徐, 王家己, 说, 我那理会什么法术, 只不过是。 每天持送金钢经, 有三保护法案中保佑, 你们岂能伤害到我? 徐, 王家己, 劝他们不可继续为非作歹。 早日改过向善, 以免遭到恶报。 这群盗贼亲见佛法, 得不可思议, 又受到徐, 王家己的感化。 从此弃邪归。 正, 不敢作恶了。 九托家后, 井上放光芒。 唐朝, 长安县有个死囚, 在狱中四十多天, 不。 停得持送金钢经。 行行那天, 刚把井上的枷锁取下。 井不禁放射出长树石杖的光芒, 照耀了整个长安。 陷。 陷令岁将上情奏报玄宗, 玄宗下诏赦免了他的。 罪。 十剑出五色圆光。 陈哲, 唐朝灵安人, 家住在渔航, 平日持诵经。 钢经。 广得初年, 草贼诸坛率众入清灵安, 陈哲携带。 细软, 正准备逃往他处, 不幸刚好碰到他们, 草贼。 真香拿剑刺他, 每次砍下, 都看到方圆五六尺的义。 光, 保护着陈哲, 因此屡拉不忠。 草贼惊叹地说, 你真是个圣人, 于是相律。 离去。 十一册内无名。 随朝人寿年间, 渡知量任汉王量府的参军。 量。 在并州举兵造反失败, 知量及所有的辽蜀都被关入。 狱中, 知量恐惧万分, 日夜惕气。 有一天, 知量梦见一个和尚告诉他说, 你指, 要持诵金刚经, 就可以免除此恶。 天量后, 知量恳求玉族请得此经, 利用请食之。 鱼, 不停地持诵, 从未懈怠。 不久, 传来即将行刑的消息, 当时所有被捕的。 官吏, 知道随时就有杀身之祸, 各个惊慌失措, 垂。 泪悲气, 但知量毫无恐惧, 仍一心持送。 行刑时, 被喊到名字的都被抓出砍头。 但市民, 册内没有知量的名字, 因而幸免一死, 过了不久。 度知量就被释放。 唐朝显庆年间, 知量处于黄州拉。 时任内, 十二殿前或有, 肖宇, 是梁武帝的玄孙, 随朝时, 任官至中书。 令, 封诵国公, 他的女儿为阳帝皇后。 肖宇笃信佛。 法, 长持金刚经。 肖宇因为提议讨伐高丽, 不合胜意, 他和赫若。 毕极高颖都被监禁候审。 肖宇在禁锁八天, 念金刚。 经七百遍, 隔天身上的枷锁突然自动脱落, 看守的。 人大惊失色, 赶快又把枷锁套上。 到了殿上, 只有。 肖宇一人获得赦免, 其余二人受到重罚。 他获释回来后, 撰写班若经灵验十八条, 又雕。 客坛香宝塔, 用来铸存经典, 塔高三尺。 有一天。 忽然在庭院看到一尊, 经家于, 十的佛像, 降之供奉塔。 终, 获得设立百科。 贞观十一年, 曾见普贤菩萨染。 染向西而去。 十三神人填目。 唐朝永泰初年, 朔方节度使张祺秋, 前信佛法。 他每天清晨起来, 必定在佛前念金刚经十五卷。 数十年来从不懈怠。 有一天, 他牙内的小将犯了错, 唯恐是击败露。 索性煽动数百人谋判。 这天, 祺秋退牙, 正在听。 前散步, 忽然看到数十人携带冰刃冲了进来。 这时, 祺秋身旁仅有庸仆, 并无户将随事在侧。 他赶快奔。 向宅门, 穿过小厅, 刚走了树步, 回顾后面却没有。 叛贼追来, 心中不禁其疑。 祺秋到了宅门口, 听到家中的妻女及雍仆门经。 教道, 有两个甲氏在厅屋上。 此时, 衙门中的将校听说有人叛变, 率领大批。 兵士赶来前厅, 看到十多个人都直立不动, 垂手张。 口, 手中的兵器都已掉落地上, 遂将他们一一情赋。 其中有五六个叛徒, 由于惊吓过度, 根本说不。 出话来, 其余的人都说, 我们看到两个身长树杖。 的假设, 像我们大声呵斥, 凶猛愤怒的样子, 非常。 可怕, 大家就像中邪般的呆住了, 祺秋知道。 这是他平日持诵金刚经的感应, 因为有佛力护佑, 才能保住全家人的生命, 从此断食酒肉, 持经终身。 十四引现金刚二字。 既众伟, 明朝无限至德乡人, 又时至去超然托。 俗。 十二岁时, 他的父亲要替他订婚, 因他极力晚。 据, 岁告作罢。 到了十七岁, 他的双亲一心一意, 希望他能赶。 快成家立业, 择日就要让他完婚, 他坚决不肯, 逃。 入山中前辛苦修, 一心持诵金刚经。 双亲最后不得。 以, 才辞退婚事, 众伟奉了双亲之命, 又返回家中。 他建造一间进士供佛, 每天礼拜供养, 钱送大。 成佛经三十多年, 身受乡礼父老亲敬。 清朝顺治仁臣年间, 乡礼中有个恶霸, 名叫礼。 与吾, 诬告众伟涉及某件命案, 受审时, 众伟一句。 话也不说, 被宪官判以绞刑。 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 冤枉的, 为他抱不平。 次日, 亲友们进间探望, 问他为何在大堂上。 不语答辩。 众伟说, 当时我昏迷不审人士, 根本不知道。 是在大堂上受审。 大家深觉奇怪, 又问他被打的。 痛不痛。 他说一点都不痛, 大家格外惊奇, 不肯治。 性。 他们省看众伟的臂部和腿部, 竟然毫无杖打的。 伤痕, 隐隐约约有, 金刚, 二字在上面, 一起塌平。 日常持金刚经, 才知这是持经的功德力所致, 大众。 赞叹不已。 过了一会儿, 众伟又昏了过去, 他在昏迷中说, 出凶手是李森仙, 旁人用力拍他, 才又苏醒过来。 众伟的母亲据此相现观成情, 经过再审才真相。 大白, 李宇无因为诬告被定罪, 后来病死在狱中。 既众伟曾者, 金刚经解, 一书。 十五神户宋经人。 柴柱, 宋朝清州人, 任官受春郡司礼, 曾经审, 李义宗谋财害命的案子。 那个犯人公称, 居住在黎城大约有三十里之处。 平日已接待客旅卫生, 如果遇到单身旅客, 携带。 的行礼很重, 他就利用夜间将客人杀死, 前后已经。 作案多次。 有一天, 来了一位老妇人, 他准备夜深时下手。 但是房门打不开, 于是在墙壁上挖个洞窥室, 看。 到一片红光中有一个高大的人, 身高几乎合房子一。 样, 背向着门站着。 他非常害怕, 不经经叫出声, 差一点就跌倒在。 第四日清晨, 老妇人的房门打开, 他看到老妇人。 用手梳理头发, 且不停地在诵经。 问他是什么经? 老妇人说是诵金刚经。 他才知道夜里出现的原来是 金刚神。 十六三刀师。 张伯英, 唐朝人, 甘元年间, 未受周壮士, 申。 性致孝。 由于他的父亲住在尹州, 遂窃取官马前往。 探审。 不幸到达淮英时就被查获。 受周次使催昭下令将他腰斩, 行刑时, 刽子手。 用力砍去, 却伤不了张伯英, 又换另外一把利刃。 仍然无法伤他, 再换一把, 也是如此。 刽子手惊叫着说, 我用尽所有的力气, 每当。 刀刃快要砍到他的身上时, 突然觉得软弱无力。 崔昭听了贵子手所说, 深感惊异, 不知其故。 就询问张伯英, 伯英说, 我从十五岁开始, 就短。 十婚星, 持送金刚金至今已有十多年了。 自从胡人。 作乱, 我身在军旅, 不曾念诵。 昨天被捕, 自念碧。 死, 就放下万元, 一心诵经, 刚才问斩的时候, 我。 也只是诵经刚金而已。 崔昭心想, 世间果真会有如此灵异之事吗? 还。 是不大相信, 就命人去取他所送的金刚金。 打开金函一看, 金卷已成三段, 痕迹分明。 崔昭不禁和掌赞叹说, 我曾听闻此金有不可。 思义功德, 灵验异常, 一直无缘目睹其事, 不料金。 日静能清见, 佛法无边, 实在不是虚言。 遂赦免。 勒伯英。 张伯英从此削法出家, 别人都称他为三刀师。 十七不作御史的陆康成。 唐朝建中三年, 陆康成任经赵府法曹苑, 公正。 联名, 不畏强权。 有一天他公辖时, 突然见到一位死去多年的故。 利, 手中抱着一堆文卷, 来到他的面前。 康成当场。 伦柱, 继而询问道, 你已去世多年, 何以能够来? 道次的。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文卷? 顾力说, 这是明府的文部。 康成仔细地翻阅, 上面只写人名, 其他什么也。 没有。 顾力说, 这是来年在战乱中死亡者名册。 莫非我也在其中, 康成问。 是的, 顾力答道。 康成一听, 大魏惊骇, 就祈求说, 你我既是。 就教, 能不能只是我一条自救之路。 顾力说, 我就是专程为此而来的, 你为有持。 诵经刚经, 才可以免除此恶。 说罢就消失不见。 康成素根深后, 深信不疑, 从此每天持诵金刚。 金术十遍。 到了次年, 朱子造反, 要派陆康成出任御史。 为康成所拒, 并且斥骂朱子说, 你这乱臣贼子。 竟敢冒犯国事。 朱子闻言大怒, 命令数百位骑士用剑射他, 这。 使康成一心默念金刚经, 所有射来的剑都不能伤害。 到他, 朱子大魏惊义, 询问康成究竟会什么法术。 康成说, 我只是持诵金刚经而已。 朱子对于佛法的威灵声未探服, 于是设放陆康。 成。 康成后来隐居于中南山, 不复出世。 十八被翻狗解救的王英。 唐朝四川有个小兵, 名叫王英, 平日持斋念诵。 金刚经。 到了太和四年, 郭昭镇守四川, 郭某身性严苦。 造极, 属下倘若稍有不合他意者, 王王力被处死。 有一天, 王英用紧仇之成一件细致的朱衣, 成。 献给郭昭, 郭昭看了看, 嫌他不好, 就命王英坦背。 要用棍杖将他活活打死。 郭昭仰有一条藩狗, 平日极为宠爱, 出入兜根。 随着。 这条狗非常凶猛, 如果不是郭宅的人, 都会被他试咬。 这时, 翻狗狂叫了树身, 抱住王英的背。 不, 怎么赶他都不走。 郭昭健壮, 觉得非常惊奇, 朝着望英看了看。 心中的愤怒不经消除, 就设放了王英。 十九化解夙愿。 沈二宫, 宋朝湖周安吉仙人, 持宋金刚经已有。 二十年。 在金兵尚未来的时候, 梦见一位和尚告诉。 梦见一位和尚指宇宇宙。 他说, 你前世杀身的罪业, 就快要报应了, 几天。 后, 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持刀破门而入, 你就问他。 是不是燕山府的李立? 然后引井呆杀, 如果他不杀。 你, 那么这个夙愿就能化解了。 隔了数天金兵果然来了, 正如梦中那位和尚所。 说, 那个人问他, 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及居住的。 地方。 沈就将梦中的事说出。 李立听了, 惊叹万分, 他看到桌上有金刚经。 或计沈已持送二十年之久了。 李立也解一取出一个。 竹筒, 里面有细字书写的金刚经, 李立说, 我送。 金刚经也有五年了。 于是二人结拜为兄弟, 李立并取出资粮金博给。 他, 然后就告别而去。 二十免受一刀之苦。 宋朝得又禀子年, 重振华家山有个人名叫华友。 受持金刚经多年, 常有瑞印。 这时, 元朝的军队 即将来到华家山, 华友为了避难, 便虔诚地向佛仆。 撒祈祷。 那天晚上, 金刚神向他赐梦说, 你前身。 曾经杀人, 至今尚未偿命, 现世这个人转身在何州? 丽阳, 名叫王二, 在军中服役, 你必须偿还塑叶。 注定死在他手上, 因果循环, 定业难逃, 你是无法 逃避的。 四日醒来, 华友心想, 既是定业难逃, 逃也是。 没有用, 于是决定不逃, 端坐在堂中, 不停地诵经。 中午时分, 有两个军人进入华友的家中, 江华。 有副榜起来, 华友大声地呼叫说, 王二相公, 我, 注定死在你的手上, 我不会逃走的, 请你让我送完。 这卷经, 好不好。 其中一位军人诧异地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姓。 明。 华友遂将金刚神赐梦的话告诉他, 王二说, 冤冤相报, 何时得了? 既然是金刚神托梦, 那么我, 们就解除夙冤吧。 王二留下衣服送给华友, 然后, 离去。 他们走后, 华友又送金树卷, 然后无极作画。 爱。 大树已定, 虽然宿冤已经兵士消除, 但华。 有人然难逃一死, 不过能够免受杀戮之苦, 安然做。 是, 岂非金刚神救护之功吗? 二十一非渡大河。 唐朝元河三年, 刘又统帅其德军, 讨伐李同杰。 将叛军为在德州城。 刘又手下有位勇将, 名叫王。 中干, 博野人, 每天持送金刚经有二十多年之久。 当其德军攻城时, 中干爬上飞梯, 一级一级的, 往上爬, 将要到达城上短墙之际, 身上已被很多敌。 军的建设中, 不幸又被雷幕击落城下, 兵族们将它, 拖出, 放在护城河旁的岸边。 这时天色已黑, 刘又下令退兵, 沉下渐落如雨。 在匆忙之间, 未将中干护送回营。 中干即死, 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梦中, 走在荒郊。 野地, 要渡大河, 但是没有船。 他仰天大哭, 忽然。 看到一位身高一丈多的巨人, 以为是神人, 中干像。 他跪拜, 请求指引。 那个人说, 你不必害怕, 我来帮助你渡河。 抓起中干的腰, 直向空中, 过了很久才着地。 中干惊醒后, 听到贼城上打起三根的声音, 他 举手抹面, 发现眉睫沾闷了血迹, 才知道自己受了重伤。 中干拖着疲惫的身子, 勉强走了一百多步, 又跌倒在地, 看到刚才那个人持刀向他喝叫, 起来。 起来。 他又勉强走了一里路, 坐下来休息, 听。 听。 本军喝叫的声音, 遂安返本营。 二十二行路诵经。 宋徽宗年间, 方辣占据前堂的时候, 时常滥捕。 五姑。 当时有一个在兜睡院做事的人, 家住在祥福。 四的北方, 距离府城有十里路, 每天清晨赴衙门的。 途中, 都默念金刚经无变。 二十年如一日, 有一天, 他被贼挡方辣的侄子方七佛抓住, 方。 七佛命众贼用剑射他, 他不停地念诵金刚经, 众贼。 发出的数百支箭, 竟没有一支射中他, 遂放他离去。 二十三救命的控诉。 王崇宜唐朝人, 曾任加州平枪的宪令。 平日, 时常诵读金刚经。 永昌年间, 因为被亲戚迁累, 遭大理寺宣判死。 行, 监禁在经理, 重移在狱中仍然不停地诵金。 这, 时, 他的婢女真如相都下控告他, 欲使郑思其变清。 网经中, 向大理寺提押重移域将重移送往都下审。 问, 当他们一行到达陕州东方十多里的地方, 忽然, 遇到一位和尚阻拦在路中, 向重移说, 请赞且下。 马礼拜四方。 但是, 御史不允许。 和尚就问御史说, 为何不让他下马礼拜。 御史无言以对, 只好允许重移下马礼拜。 礼拜了四方之后, 一眨眼, 和尚竟然消失不见。 御史心里非常害怕, 但又觉得很讶异。 他们一行又继续赶路, 到了洛州地界, 夜宿洛。 周一站的厅上, 忽然听到有人向王崇义说, 你的。 婢女控告你, 实在是要帮助你, 为的是是你延续声。 命, 御史也听到这句话, 还以为遇到妖怪。 到了洛州, 御史岁将此事奏文黄土, 皇上传唤。 王崇义亲自审问, 问他说, 你在途中, 为何会遇? 到这些妖怪。 崇义回答说, 为臣实在不知, 怎么会发生这。 见识。 皇上遂将此案交由有关官员, 在宇系审, 不到。 十天, 崇义就被大赦, 免除死刑。 在平枪宪令任上。 寿终正寝, 想到八十七岁高龄。 二十四指剑灵, 莲花不见头。 李神之, 自寿博, 明朝家定人, 是李玉海的功。 子。 他平日持斋如素, 前信佛法, 每日持诵金刚经。 准提咒, 从未懈怠。 崇祯新卫年九月二十二日, 他携同朋友汪仲起。 游臣, 走过一条弯曲的小径, 突然从路旁钻出一个。 人来, 手持巨斧, 抓住寿博的颈部, 连砍了十几下。 就抽腿而逃。 重器赶紧扶起寿博, 竟发现他安然无恙, 只是左手臂留有两道浅横而已。 这是小路来往的行人。 看到这种情形都非常惊讶。 一会儿, 受博的家丁集合起来, 将那个持斧头。 砍杀受博的人追捕回来。 原来是庄里的仆人甘宠。 因为欠了租税, 自存不能归还, 而起了谋害之心。 甘宠接受官员审问时, 官员问他为何不直接批。 砍受博的头。 甘宠说, 我当时只看到莲花树朵。 看不到受博的头, 连砍几次砍不着莲花, 只得砍根。 金, 那支镜紧伤了他的左臂。 二十五金带护兄。 张守成, 明朝行成人, 自不易。 他前成奉佛。 日夜持诵金刚经, 外出时都用口袋住放金卷, 玄佩。 在胸前。 崇祯仁五年间, 他随朋友北上经商, 途中遇到。 想马, 强盗, 土匪, 北方人称想马, 抢劫, 他的棚。 有受伤, 守成也被想马一箭射中胸前, 应有金代宝。 护, 才没有穿透心胸, 得以保全性命。 这件事是黄欣福参军亲口告诉舍福安慧与和尚的。 欣福的外豪教定通禅老, 年少时便参如, 是。 到三教, 晚年专修禅行, 平身持诵金刚经, 屡次遭。 遇大难, 或是深染为阵都得解脱。 第七篇托形系枷锁。 一被俘获托。 唐朝, 南康王为高镇守四川时, 麾下有个小兵。 名叫武伯。 他在西山行营与营中兵士学念金刚经。 由于天性鲁顿, 学了一天才只学得金题。 当天晚上, 他到城堡外捡食柴星, 不幸被翻骑。 捆绑而去, 走了百余里路。 这时天色昏暗, 翻骑江。 他推倒在地, 把他的顶法绑在庄木上, 用骆驼的皮。 覆盖着他, 然后睡在一旁鱼以监视。 武伯心想, 这次被翻骑抓去, 恐怕一辈子也回。 不来了, 唯有祈求佛菩萨的庇佑, 才有脱险的可能。 他回忆起白天学的的金题, 就一心不停地念诵。 一会儿, 他偶然抬头, 看到前面有一把金挺放出光。 芒, 落在他的面前。 他试着移动手脚, 发现身上锁。 细绑的东西都已掉落, 番骑则熟睡在旁, 他赶紧爬。 起来。 五伯随着金挺的光芒, 走了大约十多里路。 这, 十天色为名, 他一看, 竟然已经到了他家的附近。 而金挺也在此时消失不见, 这是他所想不到的, 左, 四又想, 不得其解。 他家住在浮东的市场边, 当他到达家门口, 七。 而看到他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 起初还以为是鬼魂。 直到听他叙说事情的本末后, 全家人被喜交集。 庆幸他能安然逃回, 都感激佛丽慈悲护佑。 五六天之后, 他向行营报道, 行营正要申报他。 逃亡, 他将被捉得经过说出, 起初为高也不相信。 立刻派人调查他离去的日期及返家的日期, 正与所。 树相扶, 于是就赦免了他。 二金刚护辈。 唐德宗时, 刘亦准镇守在河南开封, 手下有两。 魏于后, 右相于后韩红是他的外申, 左相于后则位。 王某。 韩红与王某私交甚度, 有人因而向刘亦准镜。 谗言, 只称两人将不利于他。 刘亦准闻言大怒, 马上将他们二人召来讯问。 韩红叩头解释, 刘亦准心中的怒气稍稍消除。 但是, 王某年纪已大, 吓得说不出话来替自己变白。 刘亦准镜以为王某有所图谋, 慎怒之下, 就令人将望某。 杖打三十。 心智的红色棍棒, 直径有几寸, 再以七好的金。 竹捆腹, 非常牢固, 放在地上也不会倾倒。 王某被杖打之后, 刘亦准派人将他送回家中。 韩红心想, 这么粗的棍棒, 只要五六下就可以将人打死, 何况, 王某年老气衰, 挨了三十下必死无疑, 乃在深夜之。 寄来到王家造访。 韩红走到王家附近, 发现没有任何动静, 颇感。 奇怪, 仔细一听, 里面又没有哭泣的声音。 心想。 莫非王家是怕被刘亦准之道, 才不敢哭泣, 他立刻 叩门并询问看门的奴仆。 奴仆道, 我家大人一直安然无恙。 韩红一听, 更觉惊奇。 他素与王家很熟, 便静。 入王某的卧房探视, 看到王某安然如初, 就追问其。 古。 王某告诉韩红说, 我读金刚经已有四十年之。 九, 直到今天才见到受用之处, 回想被杖打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有一只像本机那么巨大的手, 遮盖着。 我的背部, 因此才丝毫没有受伤。 王某唯恐韩红不信, 特地将背部袒露出来, 韩。 红仔细端视, 发现背部果然没有伤痕。 韩红素来并不信佛, 自从目睹王某被拒棒杖打。 竟然丝毫没有受伤, 才对佛法产生尽兴之心, 经常。 道佛寺参拜, 李静有加, 而且每天利用宫鱼之辖书。 写金刚经, 直到他显贵之时, 已经写有数百卷之多。 韩红后来出任中书令。 有一年正值言下, 一位。 见观音视夜间, 看到韩红遍体流汗, 手中还不停的。 书写, 颇感诧异, 就开口询问道, 如此酷热的言。 下, 您为何不休息, 反而在此不停的书写些什么? 韩红乃将书写的因缘详详细细地告诉他, 因为。 当年在河南开封亲眼目睹王某获救的事迹, 古述时, 年来都利用宫侠书写金刚经。 至此, 这件灵异的事迹终于传扬开来, 闻者对。 于佛法的灵印以及金刚经的书圣, 莫不生感叹福。 三倍现预设的柳简。 随朝大业十年, 柳简任其阳宫间, 被人屋告献。 嗨, 关在大理寺。 柳简在狱中, 一心前诵金刚经, 只剩四叶上尉。 诵完, 不知不觉昏睡过去, 梦见一位婆罗门僧告诉。 他说, 施主, 你诵金应该持之以恒, 就能获得赦。 免, 柳简醒过来后, 勤送不谢。 过了两天, 忽然, 听到有人传唤他, 到了朝堂就被赦免了。 有一天晚上, 柳简在屋外送金刚经, 到了三根。 忽然闻到一箱, 他起身找寻香味的来源, 发现四。 周毫无烧香之处, 遂知这是他持经的感应。 他持经旅有锐应灵验, 昼夜惊情, 从未懈怠。 他一身总共诵读五千遍之多。 四家所自落, 一。 裴宣礼, 唐朝人, 午后时任的官侍郎, 崇信佛。 法, 自幼疾念诵金刚经, 受持不错。 有一次阴暗被拘, 宣礼忧虑万分, 唯有至心念。 诵金刚经, 有一天身上的枷锁忽然自动脱落。 掌礼, 刑玉的推官亲来查访, 宣礼的冤情终于获得招雪。 玉使任只和他一起被监禁, 也因念诵金刚经而被设。 免。 五家所自落, 而, 卢锦玉, 在魏杰敏帝时任国子博士, 前奉佛法。 因为唐匈卢众欲谋叛乱, 遭到连坐, 被监禁入狱。 他一心持送金刚经, 身上的枷锁都自动地脱落。 后来终被赦免。 六清正金刚不坏身。 于树言, 清朝经谈人, 举人及地。 历代以忠孝。 传家, 全家前尘奉佛, 向网山林, 无异于仕途, 平。 日以诵金刚经为常客, 并礼拜大悲惨。 丁有年冬天, 因仇家屋告陷害, 被逮捕送网金。 临, 大家无不替他喊冤, 排队送他的人都哭泣失声。 树言的神情则湛然自如, 只一心不停地送金。 树言入狱监禁之后, 虽受到各种刑罚, 常敬痛。 苦楚毒, 然而他有如进入禅定, 但见各种刑具其出。 用力考打古镜, 竟然毫发无伤, 仅有几道黑痕儿。 以, 后来终于获得昭雪, 还他清白。 树言平时也经常刻印官式英经, 法华经谱门品。 劝人持送免除劫难, 当他刚被逮捕时, 有人或许会怀疑佛菩萨不灵, 启之树言精尘勤诵, 竟然清。 正经刚不坏身呢? 七层玉泰山府君。 沈嘉慧, 唐朝人。 征官年间, 任官教书郎, 因。 为犯法被发配到兰州。 嘉慧远在异乡, 内心渴望能。 早日得到赦免, 他思相心切, 遂昭系礼佛, 并且向。 东南方礼拜泰山夫君, 祈祷能早日生还。 经过了两百多天, 永辉六年十月三日晚上, 嘉。 会忽然看到两位童子, 服侍华丽, 仪泰端庄清秀。 告诉他说, 我们是泰山夫君的儿子, 夫君受你朝。 系礼拜, 故派遣我们来此迎接你, 现在请跟我们同。 行。 嘉慧说, 此处离泰山有三千多里, 路途如此。 遥远, 何时才能到达呢? 童子说, 先生只要闭住眼睛, 不要担心路途。 遥远。 嘉慧依照童子的话, 闭起眼睛, 瞬息之间。 就来到了泰山。 嘉慧看到一座宏伟的宫殿, 两位童子在前面待。 路, 嘉慧跟着进去拜业辅君。 辅君严请嘉慧入内序。 谈, 两人对座谈笑, 辅君我所不知。 辅君告诉嘉慧说, 人生在世, 如果犯罪造恶。 纵然逃过阳间的法律, 死后人将被名律至罪, 从 无侥幸免除的, 如能每天持送一遍金刚金, 就可以。 消灭万罪。 嘉慧的知辅君姓刘, 但不敢询问大明。 辅君每天晚上都以嘉窑宴请他。 有一天, 嘉慧, 如侧于小厅东面, 看到孤赃县令慕容人鬼直户而坐。 人鬼告诉嘉慧说, 我被辅君追到此的, 已有六。 十多天, 一直未见审问。 嘉慧转告辅君之后, 辅君命令左右照请人鬼钱。 来, 辅君向人鬼说, 你的县下有位妇人阿赵, 因 被县位无故拷打致死, 阿赵来此控诉, 所以将你悟 追来此。 亭前有一盆水, 辅君就叫人鬼洗面, 并 且次时, 又叫儿子送慕容人鬼回去。 这时, 嘉慧也向辅君告辞, 辅君派两个儿子送。 他回到兰州。 嘉慧在泰山度过二十八天, 家人只觉 得他精神昏昧而已。 辅君的儿子送嘉慧反归兰州后, 才恢复如初。 嘉慧将此事告诉兰州县官, 但是县官不肯置信。 兰州长官赵池满后来还为了此事专程派人前罔姑。 赵献去访问慕容人鬼。 人鬼说, 从去年九月得到。 风急, 手足疼痛, 酒酌三十多处, 家中人看我神色。 恍惚, 到了十一月初才得痊愈。 计算十件日数。 无不吻合。 至于县卫无故考杀阿赵的事, 也经查证数时。 县卫患病十多天就去世了。 嘉慧从此一心持送金刚。 金, 不久之后, 果然被赦免, 得以返回故里。 八方舟司马崔文俭。 唐朝, 崔文俭仁方舟司马, 前信佛法, 平日寿。 持金刚经。 一日, 他不幸被土藩抓去, 关在一个界。 被森严的牢狱里。 文俭在狱中, 一心钱送金刚经。 祈求诸佛菩萨保佑。 过了三天, 文俭身上的枷锁, 突然无缘无故的。 自动脱落, 帆鲁以为狱中有内奸, 就用鞭子打他。 逼他说出真相。 文俭告诉他们说, 那里有什么内奸, 坦白告。 诉你们, 这是我平日念诵金刚经的缘故, 因为佛力。 护佑, 所以枷锁才自动地解开。 大家不信, 其中一位帆鲁说, 好, 我们现在, 再用枷锁将你锁住, 如果因为你诵金, 再度自行托。 若, 我们就马上放你回国, 假如不能解开脱落, 那, 就立刻将你除死。 藩兵们又用枷锁再将文俭锁住。 大家站在一旁观看。 文俭双手合掌, 内心祈求佛菩萨的加倍, 开始。 前送金刚经, 他还没送完, 枷锁果然如其所愿, 有自动地解开脱落了。 大家目睹轻见, 不得不信, 都 经其赞叹佛法的灵意, 遂送他出境。 九大观成三折。 赵安, 唐朝成都人, 时常持送金刚经, 每天时 辩。 太和四年, 郭昭镇守四川, 有一天, 赵安在交。 外的坟墓旁捡到一个包袱, 赵安认为是无主之物。 将他携回家中, 被邻居诬告他是小偷, 将他补送官。 府。 经过审讯, 县官见他不肯承认, 勃然大怒, 命。 人用大观, 行巨鸣, 夹他的小腿, 大观却折成三段。 因此, 又失以脊杖之行, 可是每次棍杖打下去。 刚触及赵安的背部就折断了。 县官见状, 非常惊讶, 以为他有艺术, 追问其。 故, 赵安回答说, 我只是平日持诵金钢金而已。 县官不敢做主, 将他解交给郭昭处理, 郭昭亲自。 讯问德西详情, 也经亿万分, 赵安遂被判无罪而获。 是。 返家后, 妻子告诉他说, 有一天, 我曾经听。 到金卷中传出阵列的声音, 我很害怕, 不敢打开来。 看, 赵安赶紧取来查看, 发现金卷中的线, 轴拳。 都折断, 金纸也都全部破裂。 赵安追问发生的日期, 竟然就是他被县官拷打。 的同时, 使马贼回过。 唐朝大历年间, 太原有个偷马贼, 与王孝莲宿。 有仇冤, 因此污指孝莲是同党。 王孝莲被关进牢狱。 受尽拷打行求之苦, 推官怀疑其中或有冤情, 故。 未定验。 孝莲在狱中一心持送金钢筋, 音调哀切。 日夜不停。 有一天, 忽然有一竹块掉入狱中, 两头有结。 刚好落在孝莲的面前。 囚犯们争相抢夺观看, 最后, 送到狱卒的手中。 狱卒以为竹块里面藏有刀子, 当众偷开一看。 原来写有金钢筋中的半计, 法上映射, 何况非法。 字迹非常工整。 狱内的马贼知道了此事, 伸手。 感动, 遂向推官招任是恶意误告, 孝莲的冤屈乃的。 招雪。 试想, 狱中密不通风, 此断竹块从何处而来? 既然两头有结, 此经文又从何处而入? 这岂是我们? 所能想象, 又怎能不令马贼回过呢? 十一解脱劳狱之难。 唐朝时, 唐真任直绍兴府会基线押狱, 每天持。 宋金刚金三卷, 不论寒暑都未曾懈怠。 绍兴八年。 他同楚巡, 楚茂道具官前, 后来东窗事发, 被献抚。 借宋到绍兴府, 然后又移送私礼院在行审礼。 唐真被关在狱中, 有一天晚上, 梦见金刚审稿。 诉他说, 你平日持念金刚经, 功德很大, 你且放。 心, 临当审判时, 我当住私礼院照相公的审笔, 先。 判处寻及处茂各处几丈, 然后冲军灵州, 你将杖打。 一摆, 然后发回监狱, 等到找回全部脏物, 再将你, 释放回家。 他姓后再三思量, 我既是主犯, 而且所犯的。 刑明, 罪状相同, 判决的结果岂会有轻重之分。 唐真屡私不解。 后来宣判的结果, 果然与唐真梦中所闻完全相。 福, 毫发无差。 所有见闻的人, 莫不申觉经义, 使, 知金刚般若的功德力, 竟是如此不可思议。 唐真有, 敢于金刚神圣恩庇佑, 并发愿印尸金刚金三百卷。 劝人寿持毒诵。 他自己平日的持诵一家金情, 后来, 活到八十五岁, 无疾而终。 凡受牢狱刑罚之灾, 都是一种恶业因缘, 或献。 生所造, 或过去世所造。 若是有了这种恶业, 本是, 在劫难逃, 业力躲避不了, 献因平日持诵金刚金的。 道力, 胜过所造的恶业, 所以才能重罪亲手。 我们, 献生人中, 无论境遇如何, 过去所造的恶业, 潜在。 未发的极多, 一遇因缘, 就会感受应得的果报, 圣。 至堕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道。 经中佛会招式我。 门, 读诵金刚经者, 所有过去应堕恶道的罪业, 因。 受持此经的功德力, 而现世清受, 受到, 为人清俭。 的围报, 即不会再感恶到等报, 而且种下的般若。 种子, 将来定可振的无上菩提。 第八篇, 旧水火显南。 伊头金浪平。 唐朝时, 有位王呆制作船行金汉江, 金汉阳。 突然遇到暴风, 煞石波涛汹涌, 江面昏黑, 船上。 的强违及木匠都被折断, 船身摆荡得非常厉害, 随。 石有颠覆沉默的危险, 全船的人惊恐万分。 王呆制信佛多年, 手里正拿着一本持送多年的。 金刚经, 心中也焦急不已。 这时, 他突然心生一计。 想将金卷投入江中, 希望借此以拯救大家的性命。 他内心虽然舍不得, 但是在紧急情况之下, 则不。 容他犹豫, 他毫不迟疑地将金刚经投入金涛亥浪之。 中, 顷刻间消失了踪影。 果然, 经历不可思议, 顿时风平浪静, 终于逃。 过了一场劫难。 王呆制内心暗自惊喜, 但是由于那。 本金刚经已经受持多年, 一旦舍弃, 总不免遇遇布。 船又继继续前行, 贤注一本经书, 贤注一本经书, 诸佛经。 而且, 从汉江到镇江有千里之远, 往来航。 行的舟船不可胜数, 罗斯如何得知佛经乃此船的人。 投入江中, 然后尾随而至, 种种永远无法解。 开的谜, 始终令王呆制百思不得其解。 至此, 全船的人才知道, 大家的生命原来都是 王呆制的金刚经所救, 不停地向他称谢, 并感激佛。 菩萨的救护, 称探经历不可思议。 宋朝清了禅师评说, 罗斯见经不舍, 是未明。 是未利。 是未才。 是未色。 皆不适。 乃是未了其。 求解脱生死轮回。 爱。 万物之中为人最灵, 有人必。 是不闻此经, 有人闻而不见, 有人见而不信, 有人。 相信, 但又未名利才色所禅, 而不能受持, 这些人。 尚且比不赏罗斯, 又岂能称为万物之灵呢? 二金化竹竿飘浮三百里。 王勉, 唐朝人。 元和年间, 任曾阳江, 石长池。 宋金刚经。 有一次, 他父归周勘查, 回来时船只翻覆, 同。 船的五人都溺死。 王勉刚审入水中时, 感觉有人给。 了他一只竹竿, 他抱住竹竿随着波浪一直飘浮到下。 王勉正, 终于爬上岸来, 碎得不死。 最使他诧异不解的是, 他查看手上赖以救命的。 东西, 竟然不是竹竿而是他平日持送的金刚经。 而, 渣滩到下牢, 共有三百里之远。 三阳园真宴。 唐朝时, 有个人叫宋看, 江淮人。 元和年间英。 并辞官, 举家宜居和英县, 在盐铁院替人抄写, 美。 个月奉钱两千, 定居下来后, 就不做其他打算。 过了一年多, 有一位住在三门地方的米商, 邀。 请宋看替他掌管账务, 约定每个月奉钱八千。 面对。 这优厚的待遇, 宋看不经心动。 网三门必须经有水路, 传说途中非常危险。 他。 的妻子洋园很贤惠, 极力加以阻劝, 不肯让他前去。 涉险, 但是宋看不听, 还是去了。 他乘坐的船只航行不久, 遇到暴风而沉没, 宋。 看落入水中, 摸到一束束杆, 紧紧地抱住他, 随着。 波浪渐渐地飘浮到岸边, 中的活命。 船上其余的人, 都溺死在水中, 无一身海。 宋看对着这一束束感千谢万谢, 发誓绝不舍弃。 他信步走了树里, 看到前面有两间茅舍, 有一位。 孤独的老妇人在卖茶, 遂向他借宿, 并说出省水货。 就知是, 老妇人很同情他的遭遇, 让他借宿, 还煮。 一碗非常可口的粥汤招待他。 隔天早上, 宋看起来晒衣服和素杆, 发现素杆。 里面上有一个竹筒, 劈开一看, 竟然藏有一卷金刚。 金, 宋看觉得很惊奇, 何以佛经能藏入竹筒中? 九。 私不得其解。 老妇人向宋看说, 你的妻子自你走后, 礼佛。 写经非常虔诚, 所以才救了你, 这就是他所写的经。 钢经。 接着, 老妇人指着东南方的一条路说, 你朝。 这里一直走去, 就可到家。 宋看思家心切, 也没继续追问, 不久返帝和阴。 当他见到妻子杨氏后, 惭愧地向他道谢, 杨元经。 问说, 你何以知道是我救了你, 宋看乃江沉水。 或救, 以及遇到老妇人的经过, 向他详细叙述, 并且, 取出经卷。 杨元翻了几页, 不经喜极而泣, 不停地向经卷。 拜谢。 宋看问道, 你是如何辨认出此经就是你所。 书写的。 杨元举手擦干眼泪, 告诉他说, 自你走后。 我祈求诸佛菩萨暗中保佑, 礼佛写经甚未虔臣。 当, 我只笔时, 勿将罗汉的罗字, 只写了, 为, 而漏写。 上南的, 墓, 隧道护国寺禅和尚之处, 请他添加。 由于墨汁过浓, 使得, 罗, 自昏黑不明, 这件事。 我记得很清楚, 这十天来, 一直不见此经, 更不知。 遗失何处。 宋看翻开一看, 果如他所说, 此时也不经悲喜。 焦急的泪流满面, 朝着经卷再三叩谢, 感谢救护之。 恩。 杨元将这卷金刚经置于佛前, 每天焚香礼拜。 宋看与妻子杨氏严商说, 和冰卖茶的老妇人。 他的大恩不可望, 该托人携带茶叶及细卷等礼物。 前去拜谢。 到了那儿, 却看不到茅舍及老妇人, 询问路旁。 的牧童, 牧童说, 这里河水高涨, 一望无涯, 那, 里会有人卖茶呢? 所说的那条路也是从来没有的。 至此, 看的儿子, 每月, 奉前五千, 并向他求得这卷金刚经, 请回向府尊奉。 供仰。 曾任岳洲赐史的丞相洪农宫, 因为轻见其事。 遂将详情据实记载, 名为, 阳元真宴。 四宋经缅南, 八十余人的活命。 唐朝龙朔年间, 白人昔任国周朱阳县位, 平日。 持念金刚经。 有一次, 他奉命从云悬玉米到辽东。 过海时遇到暴风。 这时海面昏黑, 不变方向, 仁兮。 与船上随从共有八十二人, 大家惊慌失措。 仁兮游。 于平日持念金刚经, 至成有感, 就赶紧不停地念诵。 忽然间, 仿佛在睡梦中, 看到一位泛僧对他说。 你们八十多人, 素有恶业因缘, 今天本当神匿。 于海中, 葬身于父, 因你真诚念诵金刚经, 所以特。 来搭救, 你和随从们都可免除恨祸。 一会儿, 海面变得风平浪静, 船上八十多人均。 赖乙的酒。 五漂流浅岸。 和红, 唐朝武德县令, 平日时常持诵金刚经。 天寿二年八月, 他到洛阳, 回城时行经河阳桥。 因河水暴涨江桥冲断, 来往必须依赖渡船。 这十月色昏岸, 人人归心似箭, 大家争先恐后, 的几上渡船。 船离岸很远, 还没到达彼岸, 就沉默。 了。 和红赶紧念诵金刚经, 过了一层而他漂流到岸。 边, 看到有一根下垂的芦草, 赶紧拉着上岸, 碎的。 活命。 同船的八十多人都被淹死了。 六棚薅中的金刚经。 唐朝甘元年间, 广州有位和尚, 名叫钱惠, 字。 又受持金刚经, 不论寒暑, 从未停坐。 有一次, 他与资俗数十人, 坐船泛海往南安兜。 护府, 忽然遇到大风浪, 将船只打坏, 同船的人兜。 溺死于海中。 钱惠在波浪中, 偶然看到一堆捧薅。 他赶快用手紧紧地抱着, 随着波浪漂浮了三天三夜。 才得靠岸。 到了岸上, 钱惠检世彭浩, 发现当中有一卷金。 钢金, 并未被水淹湿, 他惊奇万分, 立刻向金卷拜。 谢, 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并请回家中尊奉供养, 从 死到心意间, 精进不已。 后来他活到一百三十岁, 端坐儿室。 当时那部, 金刚精自动喷出香烟, 渐渐地化成五色云雾, 徐徐。 上身天界, 大德森仲和太守官僚以及远近的老幼。 都驻足观赏这奇景, 经过一天一夜, 这本金刚精进。 然无缘无故地消失, 谁也不知其去向。 七母藏金鱼柱, 而被救于海中。 康仲七, 远和十一年到东海去, 好几年, 都没。 有回家, 他的母亲非常想念。 有一天, 一位和尚来。 其实, 他说出了上情, 和尚告诉他, 你只要一心。 持送金刚精, 你的儿子很快地就能回来。 他不识字, 就请了别人写了一部金刚经, 并故。 人凿开屋柱, 将金卷藏入柱中, 再将柱子油漆干净。 每天早晚都敬礼供养。 有一天晚上, 雷霆大阵, 竟然拔走了这根柱子。 过了一个多月, 重妻返回家中, 用锦囊装了一根。 巨木, 跪拜在他母亲面前, 重妻说, 我的船航行。 在海上, 遇到大风浪, 船破而沈入海中。 忽然间想。 起巨大的雷声, 飘来这根木头, 我赶紧抱住, 碎的。 飘浮到岸边, 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感谢他的救命。 执恩。 他的母亲经叫说, 这就是我藏经的柱子吗? 剖开来一看, 金卷还在里面。 他们母子从此非常。 前程持诵金刚经, 终身不错。 八奉公执法的郭参军。 宋朝温州有位参军, 名叫郭承恩。 他在赴任之。 前, 亲父天宁寺礼佛, 跪在诸佛菩萨向前焚香住院。 我带领着一家酒口, 即将到温州上任。 赴任后, 全家不食牛肉。 日常处理政务, 必定立行辩明。 序念孤平, 寄人之吉, 就人之为。 思考满环香, 我。 愿舍钱财, 用金尼书写一卷金刚经, 送到佛寺供养。 他赴任之后, 果然不为誓愿, 并且严禁民间杀。 牛。 他人民爱物, 广行方便, 政绩颇折, 身受人民。 爱戴。 后来任其届满, 用金尼书写一卷金刚经, 送到佛寺供养。 他被返回绍兴, 和同僚司法名叫袁真, 共同。 乘船还乡, 参军家眷在前舱, 司法家眷在后舱, 航。 行到绍兴府戒时, 忽然遇到暴风, 四周一片昏黑。 全船的人在惊恐中, 看见海内鬼神将船凿位两段。 前舱顺丰安底岸边, 后舱则沈入海中, 原来是海内鬼神将船凿位两段。